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允许我介绍今天到场的各位专家、各位领导 他们也是北京天才医院神经内科教授李津津 蔡庚医疗工资总经理 蔡庚总医院院长邵小教授 蔡庚医师协会会长林洪涛教授 开设是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主任任务员 林洪涛教授 蔡庚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吴雪梅教授 我是太庚总议院副院长洪伯寿 还有从外地远程老的李超纯主任 王教华主任 崔建勤主任 让我们大愿意热烈的掌声 欢迎各位领导和各位专家 今天的会议会有四新的一场 首先第一项 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少学院长 为大家支持 曾经的李超纯教授 人能好够一下 李卫荣主任 各位参加同仁 大家上网 在这 咱会调香的金丘祇节 我们如约而至 在太庚总议院李超纳六年 隆重召开了神经内科 即兴老师中 即介入诊疗论坛大会 在此 我代表我愿 对各位专家和兴臣 表示最诚实的认后和热烈的欢迎 也对长期以来 对我愿神经内科的发展 给予支持帮助的各兄弟单位 也表示了最大的谢意 同时呢 也对我们这个神经内科的团队 做出这些优异成绩呢 也表示忠心的祝福 太庚医院呢 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说三级甲主医院 也是一个大六医院 微生部外疾病 介入诊疗培训基地 中国胸痛中心 国家级重重重心 全市首批急性脑梗死 龙山地区医院 多年以来呢 医院呢 我也一直都以这个 介绍国内人民三心地球的 这个为发展目标 坚持呢走发展 参与化发展之路 以学会介绍 技术介绍为重点 强化基础 中内海形成了 以这个烧张 我们烧张的是 华北排到第三 塞出了烧张救助中心 我们这个介入 特别我们的神经介入 血管介入 还有心脏介入 肿重介入 我们的心脏介入 国家不去基地 这几年呢 我们神经内科的介入呢 发展也是非常清楚 今年做的家当 现在将近是一千两 还有我们的内境 我们内境 除了传统的这个 这个卫肠队以外 我们的气管境 一二二十一匹 特别我们的气管境 每年在一千两下 为三一省呢 就是前卫 高难度的手术 特别在去年 在全省三一所 三一工业的基础考核中 我们我院 位于三一省三十一省医院的办 第十五 他也是第一名 在新南韩国整体方面呢 我们不仅注重人才 机制介绍与培养 而且注重学科 费备 及设备的更新 今年呢 也接了台 在三加零梯度的 环绕举行的 核实贡献 第三代 二五六双院的肾体 接着今年十月份的 神经内科呢 一收集呢 将近四千余所病人 开展了血管介入手术的 一千余例 静脉瘤酸呢 八十余 脑筹中防止工作 取得了显示的成效 这些成绩的取得 得益于在座 各位专家教授的 和帮助和支持 凝结着 我愿全体医护人的 辛勤的汗水 今天处于这次会议的 有知名专家教授 又分散在 即兴脑筑中 整直一线的 展露偷咬的 青年才俊 大家共同承担着 神经内科 未来的发展的使命 希望 在各位专家 前辈教授的指导下 大家相补几协 共同进步 以党的十九届 我们全会精神 为引导 开启 新京城 铺写新天章 为构建健康生活 贡献我们的 激烈人的力量 最后 我预祝大会呢 圆满成功 祝大家 祝各位朋友 身体健康 和家欢乐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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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第二天 我们有请 开的医师协会 会的流浪会的景话 大家欢迎 大家上午好 圣灵内科 铺灰市 展开月市 医师协会 比较早成立了一个峰会 峰会成立 十年多以来 每年都举办高水平 高级别的居住会议 今天在疫情 比较突发的情况下 他们整个 把切记重备的会议 推迟到现在 根据现在 咱们疫情 防空的要求 写下会议 一百平内 就为了支持大家 各个峰会 咱们现在 医师协会 已经有三十一个 家属峰会 咱们台港医院 切脱的 这个 烧烧峰会 正在筹备 为了支持大家的 学术活动 支持大家 咱们 他也是医师协会 大家的一个 协商的平台 今天的会议 咱们就是 协商 协下 同时进行 咱们为大家 协商中国 中国以后 会议起初以后 在咱们 台越市 医师协会的 孔中号里面 随时可以回看 随时可以回看 回忆内容 为大家 为我们的忠祀 就为 广大医师博物 另外 台港医院 对咱们 台越市 医师协会的支持 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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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力 峰会 且多人 在咱们 台港 烧上 这个 森林内核 尤其是 烧曲儿院长 烧曲儿院长 也是让台越市 医师协会的 服务上 对他们的支持 表示感谢 同时 祝愿大家 身体健康 回忆成功 谢谢大家 感谢任会长 感谢任会长 多年一来 对我们台港 组业 神经内科的 工作的 支持和工作 我们也 先去到 我们任会长 代理一下 我们台湾市 医师协会的工作 所以做成一场 今天我们这个 开幕 特别是 很接待一个 开幕式 实际上 最后一项 大家在座 都不要动 请我们的 医师协会长 副会长 到他们 后面 那个 非典财 喝的一样 我们的学术活动 马上开始 请大家 稍等 健康 好 我们以热热的发声 先 李建真主任 替我们 产生菜的 介绍 谢谢 李主任的介绍 各位专家 各位同道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 有机会 来到这里 大家线下一起 交流学习 我想在急诊室呢 我们每个大夫 和每天都会遇到 很多一组数 头晕 悬晕的患者 来就诊 那么我们在急诊室 怎么才能快速地 识别 恶劲的悬晕 并给他们 一个 及时的治疗呢 这是我们 就是大家 面临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今天我在这里 大家一起来 学习交流 急诊室 常见 悬晕疾病的 审断思路 我们为什么 要关注这个话题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流行病学 那么在我们国家呢 头晕悬晕的患者 来就是 以这个主素 来就诊的患者 在神经科 我想是 仅次于头痛的 那么它与 发热一起 是我们内科的 三大主素之一 那每年呢 它有五千万 到一个亿的人次的病人 在这 这么庞大的一个人群 所以呢 我们是需要 关注它的 那在这些人群当中 有多少是 真正意义上的 悬晕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10%到20% 的症状 他们为 急性同病的患者呢 我们 就是考虑它是 急性前庭综合症 那在这当中呢 有大于15%的 急诊的患者 我们是需要 对它 进行一个 紧急的处理的 那不处理的话 它可能会有一些 不洋的后果 那 悬晕呢 我想神经科的大夫 和耳鼻窝科的大夫 大家都 现在都很关注 这个话题 那么耳鼻窝科大夫 最害怕的是什么 最害怕的就是 在悬晕当中 脑族中的 这种本患者 那么在 我们脑族中的患者 当中呢 有近20%的 缺语性俗中 是发生在 后循环 而且呢 还有一些患者 它只有 前提的症状 它没有长速征 没有颅神经的损害 没有想法的提升 我们也称它为 不利性的症状 那这部分患者呢 我们占了不到5% 还有一个 大家就是要意识到 就是在我们的 所有的来 就诊的患者当中呢 我们会有 六分之一 到三分之一的病人 在最初就诊的时候 可能它是个 中处的病变 它被误诊为 周围的病变嘛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 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呢 今天我想 我们就来进行一个 这个话题的解说 那么在急诊室里 我们常见哪些 悬晕的 就是有哪些 悬晕的疾病的患者呢 在讲这个之前 我想 先跟大家复习一下 就是现在 在头晕和悬晕 这个领域当中的 一些基本的概念 和一些基本的支持 我想这些支持呢 如果大家 近几年 一直在听悬晕的课 在搞悬晕的话 大家都会很熟悉 这个呢 是2009年 巴拿尼协会提出的 它是以前庭症状 相关的四类症状 那跟以前呢 是不一样的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四类症状当中 有悬晕 头晕 前庭视觉症状 和姿势症状 那么在悬晕当中 当然大家一说悬晕 那大家都认为 它肯定就是悬晕感 叫悬晕 那其实它还有一种 是非悬晕感 它表现为什么呢 它表现为 就感觉摇摆 倾倒 浮动 弹跳 或者滑动感 还有一些人 就是有些限量的感觉 或者是轻倒感 那么这些呢 都属于我们的 悬晕的范畴 它其实就是一种 运动的错觉 头晕呢 它是强调的是 一个空间 并向的一个受损 它其实相对 还是比较真实的 它没有虚假 或者扭曲的感觉 那么前庭视觉症状呢 它指的是 一个是前庭的病变 或者是视觉 与前庭系统相互作用 引起来的视觉症状 它包括运动的虚假感觉 有的时候 你看东西的时候 有倾斜 还有呢 它可以 因为前庭功能的丧失 而导致 你看东西的时候 变形或者模糊 这是我们说的 前庭视觉症状 再一个呢 就是姿势症状 它是以维持姿势 稳定有关的 一个平衡的症状 这个大家要知道 它是仅建于直立位 那么包括 坐位 站位和行走 这个呢 是我们现在提出的 就是以前庭症状 相关的这四大类 那么在这之外的 都属于前庭症状 那在这个前庭症状 四大类下面呢 还有不同的 雅形 我们可以看到 全晕呢 它分为自发性全晕 就是没有原因 没有诱因的全晕 和诱发性全晕 那么在自发当中呢 它会有内在全晕 或者外在全晕 那么诱发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有位置性的全晕 头动性的全晕 大家对这里 一定要理解 还有视觉诱发的全晕 声音诱发的全晕 瓦萨瓦运动 就是这个诱发的 还有体内诱发的 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诱发的全晕 那么在头晕当中呢 因为它没有运动错觉 所以它自发全晕 它不分内外 那它的诱发全晕呢 跟全晕是相同的 就是它的自发性的 头晕跟全晕是相同的 那么在前庭视觉症状当中 我们可以有外在全晕 有视震荡 就是你看东西的时候 它那个东西来回的上行 来回的反复的震荡 那么还有视之后 视请节呀 或者是运动诱发的 视物的模糊 那么姿势这个呢 它会有部门 方向的倾导 平衡性进步阶导 或者平衡性阶导 这是在这个四大类下面的雅形 那么就是想跟大家来 再详细地说一下 悬晕与头晕的区别 在我们今往的概念中 可能大家都觉得 是头晕是个大的概念 悬晕是在它的下口 那么在心的随的一样中 不是这个样子的 它俩是平行的 那么悬晕呢 它其实就是一种错觉 运动错觉 头晕它是一个空间的定向的一个障碍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图 它显示的 再一个呢 就是自发性悬晕 因为我刚刚说了 它分内在和外在悬晕 那么自发性头晕呢 因为它不涉及运动错觉 所以没有内在与外在之分 那么又发性悬晕与头晕的分类呢 它俩是一致的 那么悬晕和头晕的区别呢 它不与前庭的病理机制相关 两者呢 均可 也可以出现在前庭 也可以出现非前庭的这些患者 那么无论极性或慢性 它呢 就是成熟于我们说的一个现象的描述 那在这里呢 我想跟大家 刚刚我说了 有头动性悬晕 位置性悬晕 我想跟大家再说一下 什么叫头动性悬晕 或者是头动性头晕 它指的是在头动的过程中产生的 这个大家要记住 是跟重力没有关系的 就是说我们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我们大家我想 耳持症 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 那我这个左右有头 是不是耳持症 会不会诱发 那它没有跟重力相关 所以呢 这个它不是它的一个特征性的品位 那么我们所说的 位置性的悬晕 或者位置性的头晕 它这个一定是相对于重力的空间位置在边右发 这个才是我们所说的耳持症 那有几种呢 我们有的时候 别人会俗术 我抬头 我晾衣服的时候 或者我踢头 记鞋带的时候 或者我从躺到坐 从坐到躺 或者是左右翻身的时候 这六个体位 这六个体位是跟重力有变化的 那么当你听到这六个体位的时候 那你脑子里要想到 这个变成会不会是耳持症 所以呢 头动性悬晕 和位置性悬晕 它是不同的 那么这个是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那哪个是头动 哪个是位置啊 像这种 左右扭头的这种的 它是头动性的 那么位置性的 它一定是跟重力相关 像我们这种低头抬头这种 这个呢 我想搞悬晕的 也都是非常非常熟悉了 这是2014年 国际前庭国际分类的 它是按四个层面 对一个疾病进行分类 那么首先呢 是来了一个病人以后 我们要对他进行一个定时啊 体征啊 查体 这是第一个层面 那么第二个层面呢 我们就进入到了 根据第一个层面 我们要给他分析 它是发作性前庭综合症啊 还是急性前庭综合症啊 还是慢性前庭综合症啊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 在急诊室的这些痊愈 它只是发作性的 前庭综合症和急性前庭综合症 这些病人会到急诊室 那么我们分完这三个综合症以后 在下面 它会有不同的疾病 像维尼亚呀 前庭综合症啊 后期化症的 人缺水呀 那它在 安在这上面不同的 这个综合症里头 第四层 那就是我们一个机制的 发病机制里面的解释 那到底是肿瘤啊 炎症啊 感染啊 还有就是 呃 一性起病 那么另一个呢 它是持续性的 全婴头预或的部分 为主要症状 它呢 可以持续数天到数周 通常有进行性的 系统综合症的 一组流创综合症 这个病呢 它的特点是什么 它的特点一定是单时向的 就是 是一职方前的 它是单时向的 那这个病 它常见的病因是 前面外周为主 那这个举个例子吧 就是在急日时 我们碰到一个病人来了 说大夫 我晕了 我突然出现了晕 已经晕了十几个小时了 或者晕了一天了 那好 那你就问他 你说 你这个晕 在以前发作过吗 以前有过吗 他说 我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而且这个晕 一直是持续的 那我们就把它归为 急性前庭综合症 那么发作性前庭综合症 它是什么特点呢 它以短暂发作的旋音 头晕占一部分 为主要的征综合症 它是持续的时间是几秒 它持续时间是几秒 到数小时 偶有数天 它通常包括一些暂时的 短暂的前庭功能障碍 包括恶心啊 眼症啊 或者跌倒这些发作 那它是什么特点 它的特点是发作性 多次反复发作 它可以有诱发 也可以有自发的这些原因 那这个呢 就是在急日时 来了一个患者 他说大夫 我头晕 晕了几个小时了 那你就问他 你说你以前晕过吗 他说大夫 我以前也晕过 跟这个类似 每年可能晕了两三次 那好 那这个病人 我们可能就给他归为了 发作性的前进综合症 所以呢 在现在我们看头 我们先把它分成 这两个综合症 那这个呢 还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思路 给大家列了一个表 那这段思路就是 我们首先先看这个患者 它是持续性的 还是发作性的 如果持续性的 24小时到数天的 我们就给他 会为急性前进综合症 那么大于三个月的 我们可能就是慢性的 那它是发作性的 一般都小于24小时 我们给他 这诊断为发作性前进综合症 那后面呢 它就会有不同的疾病符 跟着下来的 下面呢 就是我们回到 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了 急身时里的 悬泳患者的一个 临床的诊断思路 稍等吧 就这个 它老挡着我的患段 就在那边看不到 那么在急身时里 我们有什么思路呢 我们靠什么呢 我们靠病史 靠床阶查体 靠一些其他的检查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图当中呢 那么我们病史 它可以占到 60%到70%的权重 就是说 对一个头晕旋晕的患者 病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如果要是能详细的问病史 我们可能 百分之七八十 你就能知道这个人 大概什么病了 但是在急诊 大家都知道 病人乌样乌样的围着你 你根本就没有时间 去详细的问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病人 他自己 他也说不清楚 他到底是头晕 还是悬晕 其实我刚刚在给大家讲 头晕的 头晕的定义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 其实这个定义 现在就是操作起来 还不是特别好操作 那我们怎么办 遇到这种病人 我们就看他时间 看他的诱因 你就看他 是不是一个急性的起病 是单向的 还是一个急性的起病 是一个发作的 那我们就给他归为 前庭中 急性前庭 就是前庭中合征 发作性前庭中合征 我们就给他 按时间来给他归为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他有没有什么诱因 我们在下面就归为了 我们如果要是 他是一个急性的前庭中合征 我们常见的 前庭神医炎炎 半学因的突发性龙 中耳的疾病 这个可能我们是 我不知道今天在做的 应该就是我们神医院的干部 那这个他可能会有 耳朵流动 那有什么 这个我们现在是先不管 再一个就是后续 还得去等死 这个呢 我们是急性前庭中合征 如果你能把这个弄出来 那么急身时代 或者七八十的病人 可能你也就 能看出来了 那么如果要是 他是一个发作性的 前庭中合征 那他包括BPPV 两位 梅胰癌病 那还有前庭性偏头痛 后学环的TIA 还有一些少见的 发作性的中庭群 所以如果你能把它 归为这两大类的话 下面的疾病谱就出来了 你如果要是能再 对这些疾病 有所了解 那你在急诊 我觉得还是得心应手的 那么后面呢 我们再举床边的查体 其他那些检查 那在急身时里头 就是我们悬晕的查体 我想我们学习了 大内科的查体 学习了神经科的查体 如果大家想专注于悬晕的话 我想这里头还有悬晕的查体 悬晕的查体 我们分为六大类 那么有一般的情况查体 我们有眼部的查体 眼部可能神经科关注 我们查体 眼球的位置 眼动怎么样 眼震怎么样 我想我们大家都会关注 但是我们可能不会去关注 它的平冷跟踪 它的少视运动 可能我们不会再去 我们可能还欠缺的是 头部的一个检查 像甩头试验 摇头试验 眼皮鞋这些 所以我们如果要保全音的话 我们要把这些要加上 那么还有一些耳部的检查 我们听力是一定要查的 你就算没有音叉 你也可以拿手指 弄个眼霸音来看 再一直住态 如果它是个位置性的 那我们还要做DICS 或者做实验 当然了 这么多的检查 在精神室 我不可能给病人都做 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中 也是这样子 除非老师考试 我们全做 对吧 我们都是会根据 因为病人的主宿 那么来看 我们要有倾向性的 来给他做一些检查 让我们这个人来标红的 大家是需要 都需要掌握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一个诊断思路 那来了一个病人以后 我们一定要先看 他的意识和生命体征 如果意识和生命体征都不好了 那我们也就不分诸书外周的了 那你就赶紧吧 他肯定是个诸书性的 如果他的意识和生命体征是好的 他的肌力或者共济有问题 那也好办 也是一个中枢的 对吧 那他只要有这些 我们大家都会用 那如果意识 生命体征 肌力 共济运动 都是好的 那你这会儿就分不清了 到底中枢还是外周的 我们可能就要给他做 天子实验 那么小时跟中这些 后面再给他出测 听力呀 位置实验呀 我们再来看 他到底是外周的 还是中枢的 那我们在床边检查 如果高度怀疑中枢性疾病的话 我们需要进行不行 DWI来检查 在这里他要跟大家说 急性器的DWI在后循环 它的就是 只有80%的阳性率 如果是阴性的 如果你觉得你的查体 非常非常的可靠 你觉得它就是 有诸书的 那么你一定要给他再复查 也就是说 发病48到72小时 实验的阴性结果 不足以否定 正好没有缓解 而且我们高度怀疑可疑的 这些诸书的病例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些 就是通过前面的这些 病史啊查体 我们可能就要来适当地 选择一些必要的体育检查 来印证 你这个考虑的对不对 我们有助于啊 进一步的明确 外周或者中处的性质 并边的侧别 单侧呀 还是双侧 以及雇用水上的范围和程度 那么在这些检查 我们也不是都做的 我们是要根据 我们之前考虑的一些疾病 来挑选的来做 我们还有影像学的检查 有前进行动的检查 还有亲密学的检查 以及其他的一些检查 因此呢 在急诊室里头 我们一定要熟悉 我们要熟悉地掌握 急性前进综合证 发生性前进综合证 这些极限的临床特征诊断标准 那么它的鉴别诊断 已经治疗的一个原则 送我们大家一个重点 那么前进综合证呢 它包括这些 我给大家内容可能挺多 我就快点讲了 那么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急性的 前进神经临炎的这个病 它通常是不败以拼命下降 持续数一日的一个急性学院 它可能是呢 潜伏于前进神经节的病毒 复制的一个活跃 它前进神经受损有关 它常败有自发的眼镇 躯体呢 它可以向贯色紧接 持续数日以后 逐渐的好转 发病十二个小时以后呢 它任何的体位 还都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说了 红字指标的 可以看到有眼镇 它的眼镇方向 是不随着我们注视方向 改变而改变的 它存在一个不实意志 为什么我飘服呢 因为这个眼镇 它是一个周围的眼镇 大家要记住了 那么前进神经 天躲痛的 有时候它也可以持续数字 要跟这个病理间别 那前进神经院 眼的时候病人晕得很厉害 我们一开始呢 可能就是要给它消除这个 可能我们会给它一些震静量 这些 那么建议大家呢 就是要是用也可以 要是能勿用最好 如果要用 一定要在七十二小时之内 因为你要用的时间长了以后 它会抑制你的前进功能 一个康复 鼓励这些病人 要尽早地进行一些康复 那么下面就是 我们在今天是有时候会碰见 就是取突隆 伴着绝因的这些患者 那么首先我们要看一下 突隆的定义 它又是指七十二小时之内 突然发生的原因不明的 感应性的神经性的 一个听力丧失 它至少在相邻的两个频率 听力下降二十倍 所以我们这里头说的 它已经是原音不明的 如果你要是明确了 听力就是下降 就不叫突隆了 它就叫轻音下降了 那这是它一个诊断的依据 它可以就刚刚说这些 还有伴有耳鸣耳闻 这些可以伴有旋晕这些 那么在这里头呢 就是它如果要是 伴旋晕的突发应龙 那么会有百分之三十的 应该会有 这个呢 就是旋晕和耳龙之间 它什么关系 就是可以在它之前 可以在之后出现 但是它们俩相差的 发作时间 不超过24小时 还有一个就是 突发进龙 半发全晕呢 通常是非常重的 它吃数日后才好转 这里要提醒大家什么 就是如果我们碰见 全晕的病人 非常重的全晕的病人 我们也不能只管 它的全晕 一定要查听力 因为病人在这么晕的时候 它不会跟大夫说 大夫我听不见 它不会跟你说这个 它都关注在 它的晕的上头了 但是你如果要是说 你都关注在晕的上头 你给它治疗晕 没有给它在 这种好的时间 给它治疗这个龙的话 那它后面会有后遗症的 会给它造成残疾 所以大家呢 就是遇到血因的患者 一定要查听力啊 你不行了吗 你没有东西 你查个点发音都可以 对吧 确实这个 还有就是 大家要记住 就是这个有 听力下降的 不全都是外周的 我们小脑前下部外 这个地方 它可以出现 听力下降 而且我会面的病人 就是刚开始 它先出现听力下降 后面它就会出现 一些神经的 一些损害 那么不循环的 这个缺取 我想大家都 很明白了 如果我们能查出 这些体征 那太简单了 对吧 那这个我就不给大家讲了 就是怕的是 又痊愈 又没有体征的 这些患者 这个就是我们看的 就是孤立性的 前进综合症 那么经常会碰见 它没有长出症 没有入神经 没有小脑的体征 但是你呢 又怀疑 因为它有很多 的理解因素 你又怀疑它 可能是个综合的 那你给它做DWI的时候 你会在哪儿 去找它的病灶呢 你要在前进阵盒 那个位置 舌下前河 小脑舌叶 小结叶 小脑容球肌 容球膀叶 以及四脑室的背外侧 还有年随队外侧 以及第八队 就是脑神经 乔烈胶梟 就是它出炉的那个地方 我们要在这些地方 找病灶 它的病灶 它既然是孤立的 它一定是很小的病灶 所以大家要在这个地方 去找它的病灶 这张环灯 是我每次讲学音 必放的一张环灯 就是孤立性 环灵的患者 我们是不是稍微 再做核词 年龄较大 尤其是伴有多重血管 危险因素 表现为自发孤立性的 持续性的 这些环灵患者 还有任何自发孤立性的 持续性的环灵 伴有变相临时眼镇 大家要清楚 刚刚我说了 就是前年随年年 它的眼镇是不变相 什么叫变相 就是你往右侧看的时候 它眼镇的快向向右侧 你向左侧看的时候 眼镇的快向向左侧 那这个就是一个变相的眼镇 如果有这个眼镇 如果它又没有先天的眼镇的话 这个一般的都是中枢的眼镇 所以咱们在查底的时候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那还有严重的姿势部分 再一个呢 就是伴有突发的 咸语伴有头痛的 尤其是整部头痛的 我们要除外夹层 对吧 还有既往没有 迷你爱病 但是伴有脑血管危险因素 而且急性突发的 咸语伴有听力丧失 那么有这些情况的时候 大家还是给病人 做一个投合词吧 也是一个字吧 对吧 刚刚我也说了 DWS诊断 就是急性前面 做过证的一个新标准 但是核词 在24小时的敏感性 是80% 因此如果你也很坚信 你的查体和病史的话 那一定要你病人在 27小时以后再复查核词 这是我们要牢记的 这个就不讲了 下面讲一下发作性的 那么发作性呢 这是两位 实际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 我也不给大家多说了 这个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刚刚我讲的那六个体位 抬头低头 在床上左右翻身 起床倒下 这个 那就是他的这个 我们可以做第3个 广告是核译 这个实验啊 来这个来验证 那他的就是 眼睛的特点呢 他是偏向 就是耳朝地的那一侧 而且他呢 他的眼智是有潜伏期的 你刚给他掰过去的时候 他可能还没有眼睛 你要等一会儿 他会才会出现 还晕了 慢慢的眼睛出来 所以呢 他会有潜伏期 而且他的眼睛呢 他会有疲劳性 这就是他的眼睛的特点 这是他的一个辅助检查 也没有说 除非你就是 复位也不好 又觉得还要 除外一些别的病 我们才做一些别的检查 这是他的 那么在这一步上面 良性 我们要除外一下 就是中处性的 位置性 因为我们要跟 后路的一些病变要间别 那么MDI呢 它是原因不明的 以摩尼路积水 为主要病理特征的 一个内痒的疾病 那它呢 是病理过程 它是零巴积水 那么这个积水呢 它不是MDI 就是独有的一个 听力变化 这个病它还有一定的 加入倾向性 它的确诊诊断是 发过去旋运两次 或者两次以上 每次呢 持续20分钟到12个小时 它是经常的 带有自主神经功能稳了 和屏风障碍 它没有意识上失 这个是重要的 它是波动性的听力损失 早期呢 是低频听力损失 所以我们来 旋运的话 这些调诊诊诊诊听 收到抗理性啊 逐渐加重 至少有一次 纯音诊听呢 为感应实际性的 一个听力的损失 这个 而且呢 MDI可以带有 耳银和耳畅 这个呢 是可能的诊断 就是它不符合上的 我刚刚说的一些 但是有下面一条 我们可能诊断 MDI 就是它仅有一次的 旋运发作 那么纯音诊听呢 为感应性的 听力损失 带有耳银和耳畅 或者是呢 它发作进旋运两次 或者两次以上 每次持续20分钟 到24小时 听力是正常的 还有一个 就一些患者 它可能就是一个 波动性的听力的症状 低频感应性的听力损失 那么这些呢 可能我们是 可能的 MDI 后面还要 在这一部病人 进行追踪 因此呢 MDI病呢 我们要记住 它四大表现 旋运耳聋 耳银耳骨 这四大的表现 是MDI病的一个特征 那下面呢 就是前天天天头痛 那么这个病 也是非常常见的 它是仅次于两倍 第二大的 发作性的疾病 那么这是 就是国际童胸协会 和发生协会 共同制定的一个标准 那它的诊断标准呢 就是 就是 至少有五次 这个五次 不是说这个病人 就是一定要发作五次了 我们才诊断 这个五次 其实就是指 大家要知道 它是多次发作 那么 重到重度的一个 前天之后发作 它持续的时间呢 是五分钟到七十二小时 它呢 要有 既往 有偏浪动的病史 再一个呢 就是至少有 百分之五十 在我们前天发作中 它会有 伴随以下 有一项的表现 至少会有 就是两项偏头痛的表现 它会有 微光微生 视觉千兆 不能用其他的疾病 来解释的 那么 我们再解释一下 它的 就是前天天头痛 它的前天症状 包括非常非常多 我刚刚讲的那些 自发性的血缘 位置性的血缘 视觉引起人晕 头动引起的血缘 还有 头动引起的头晕 这些症状都可以出现在 同一个病人的症状里头 只是它可以在同一次发作出现 也可以在不同次发作出现 所以呢 都说前天性偏头动 是一个变色龙 它的血 它的前天症状 是非常多变的 它的持续时间呢 我上里大写的是 五分钟到七十二小时 那么我们给你看 它持续数分钟到一个小时的 占百分之三十 持续数小时的 占百分之三十 还有些病人呢 它持续数天 占百分之三十 有些病人可能要持续四周 但是它的核心症状 一般小于七十二小时 那么还有一些病人 就有些病人可能 哎呀 一下就约了一下 这种的持续数秒的 其实在前天天头痛中 也占百分之十 那你看你前面说的 持续时间是五分钟到七十二小时 那这个数秒中 怎么来解释呢 那它就是 在一些这些病人 在我刚刚说了 在头部运动的时候 在有视觉刺激 或者头位改变的时候 这个数秒 它是反复发作的 那我们给它定时间的时候 是发作时间 它是一个多次转算 发作的一个总和 所以有些病人 有的时候可能会忽悠一下 有这种时候 它也可能是一个 前天天头痛的症状 大家也能知道 那它的 我们说了 它要有五次中高中毒的 前天症状 什么叫中毒 就是你受到干扰了 但是你不影响人生生活 重度就是日常活动 都不能继续了 那么偏头痛 和前头的症状 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那它们有三种关系 有可能你曾经 年轻 你和女性 有很多很多都是这样的 年轻的时候 它会有偏头痛的病史 那等它要到公年期 就老的时候 最初大的时候 它可能就变成晕了 它就不疼了 所以呢 可能是曾经的痛 几年或十年以后 它就变成了晕 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呢 就晕加痛 是在一起的 还有一些病人 可能是先晕后疼 所以它呢 就是有这几种关系 但是大家还是有一个 要记住的 就是如果是 以前有疼 后来又晕了 再有加疼 那它那个疼 比以前是要减轻 很多很多的 所以呢 这是一个前名偏头痛 还有一个就是 前名偏头痛 我们一定要跟 它的家族使 我们既然说了 我们刚刚说的 前名偏头痛 那下面呢 我们就要看看 什么是偏头痛 你只有明白了 什么是偏头痛 你才能整个 前名偏头痛 对吧 那么也是 没有现在的偏头痛呢 也是要至少 五次的发作 那么头痛呢 它的发作是 吃不死到72小时 这里面指的是 为治疗或者治疗无效的 它是单测 活动中到重度的 那么还有呢 就是日常活动会加重 那么这个 在我们问病史的时候 怎么问呢 我们会问病人 你头痛的时候 你是想休息啊 还是想活动 那他肯定跟你说 但我就想躺在那儿 那这可能 它日常活动会加重 在一个头痛 发作的期间 它可能会有恶心的呕吐 再一个 它可能会有胃光卫生 那你问 或者胃光卫生 有时候他不懂 那你就问患者 你头痛的时候 你能看电视吗 你愿意看手机吗 比如他可能 他有时候自己谈 我都会被你 主厨之后就带过 我头疼的时候 我头疼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想看这些东西 我就想闭着眼睛 那你然后知道 它可能是 你闭着眼睛 你闭着眼睛 那么这些呢 都是我们偏头痛的一个诊断标准 那这里面还有 有些病人 他可能会有仙照 有仙照的偏头痛 病人会经常出现在我们急诊的 因为仙照 没有什么仙照 有些有视线偏照 他会出现偏忙的 还有一些会出现偏胆 那么这些病人 他会到我们急诊时 可能我们大家可以看用 他有神经科的局道的体征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 把它当成 急性的脑足中来处理 但是这些病人呢 他一般的仙照 持续五到六十分钟以后 他就会出现头痛了 所以在急诊时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问 他的病史和急忙时 这是他的一个伴随的症状 在这里呢 就是前进境偏头痛 它也可以出现 耳门听力减退 为什么 就是前进境偏头痛 有时候他可能内耳的 他那个护血血管痙攣以后 耳朵那个受累了以后 他可能会出现 听力减退和耳门 但是呢 这个是一过性的 这个我们经常容易 和眉压病 就是相毁药 那可能在第一年的时候 这个的确是不太好鉴别 那什么时候呢 我们就追踪这个病人 眉压的患者 他的听力下降 是持续性的 但是前进境偏头痛 他的听力 不会说是 静静性的下降 这是他们俩的鉴别点 那么后续环的TIV 这个我大家都很熟悉了 我就不太不讲了 就都不讲了 那么还有前进阵发症 前进阵发症呢 它是短暂的身体的部分 它持续数秒或者数分钟 症状非常刻板 发作频率不等 这个呢 它可以有的时候 可以出现 突然因为转颈 一些动作来诱发 或者过渡换期来诱发 那么它常见的症状 旋律发索期 可以有姿势的固态的部门 它也可以扮演 耳明耳障的这些 那这个呢 我觉得 其实在您方中很好 简别的持续时间非常短 基本上几秒钟 而且发动的频率非常高 而且我们用了抗肌尖药以后 海马西瓶 它症状是能减轻的 这个也是一个支持的依据 那它呢 经常我们组合词 主要是要证实一下 血管探 也能压迫那个前面 或神经 有的时候我们过渡换期的时候 可能会有诱发的一个炎症 刚刚呢 我讲的是 之前呢 大家都熟悉了 那下面呢 我想给大家再讲一个 就是国内外 就是专家都比较认可的一个 基于行政医学 一个比较权威的 一个诊断的一个流程 这是一个美国的 Numan Tucker这个专家 他是一个神秘医学专家 但是呢 他非常活跃在 就是有权威这个演义 就是他提出来一个 基于行政医学的 权威的一个诊断流程 他这是一个3P的 一个诊断法 他呢 在这上面 来了一个患者以后 他首先要对患者 进行危险分层 那么危险分层 我们挑出那些 就是危机生命的 生命体征不好 意识状态不好的 那些患者 以后 我们再会根据他的时间啊 用因啊 肠面的检查 辅助的检查 来一点点的来看 这个病呢 到底是一个什么病 那么我们来看 首先来看一下 危险分层都有哪些 那么危险分层 我们首先 是要关注 患者的意识状态 你不管他的意识状态 是持续的还是短暂的 那么看后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疾病啊 都是可以 对 就是 危险的 比较凶险的 可以危险生命的 所以呢 来了一个患者 我们不是先去看他的眼镇 先去看看有没有别的 我们一定要先看他的 意识的情况 这是第一个 那看了意识的情况 我们就要看 他是不是带有头痛 那么带有颈部的疼痛 胸痛啊 背痛啊 腐痛 有没有呼吸困难 有没有心悸 有没有出血 或者体验丢失 有没有 就是还有没有这些 在有新出现的 我们给他用了新药 或者有没有在原有的 用药基础上 弄去的患药 这些 有没有发热寒战 有没有血糖异常 那么这些呢 都说我在危险分层中 我们是需要来关注的 那么我们把危险分层 关注了以后呢 下面我们就基时间 用因和目的性的 一个诊断思路 时间我们就是 刚刚说的 要看他的发射时间 他的持续时间 他的进展情况 其实也就看 他是在进展 还是逃转啊 那么再看他的用因 就是他的间接期 什么会引起他的 头晕的发作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基因时间和诱因 我们可以把病人 翻成首发的 发作性的 如果你在有 诱发的因素 那么这个我们就是叫 诱发性的 发作性前因综合征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BDPV是这个疾病 对吧 如果要是首发的 发作性的 那么我们用诱因的 我们就属于 次发性的 发作性前因综合征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拼头痛可以 它又就是心理失常 这个大家要注意 如果是首发的 是一个持续性的 又有用因的 那我就要问了 它是不是有外伤啊 有毒物啊 造成的 急性前因综合征 那如果它是 没有用因的 首发持续的 那就是我们的 自发性的 急性前因综合征 那就是我们的 后径环缺绝脑粗中 那么慢性的 在这里我就不说了 这个呢 就是在急性尺头音中 以时间和用因 媒体系的一个 急性前因综合征 我们再看一下 看它的症状 又发性的 加上发作性的 前因综合征 我们常见的 良性的病因 就是BVPV 如果危险的病因 就是我们一些 后颅窩的一些肿瘤 如果它是一个 自发性的 发作性的 前因综合征 那我们常见的 良性的 是前因偏痛痛 不好的 那是TIA 或者是心理失常 如果要是它是一个 急性的前因综合征 良性的 我们可能大多数见的 就是一个前因神经元炎 那么 危险的因素 就是初中了 那在这里头呢 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 自发性的 发作性的 这个 前因综合征 我们考虑的 可能有偏痛痛 案这些 还有又发性的 急性前因综合征 并使是重要的 强调并使有重要性 那么如果是自发的 急性前因综合征 和又发的 发作性的前因综合征 这两个 我们是要强调 它床膛的检查 是非常重要的 自发的这个 我们是脑素中的 那么又发的这个呢 可能是一个 那个 疗胃 就是耳食症 所以呢 床膛检查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这里头呢 我们还提 我们头领的患者呢 我们第一原则 还是要粗略地查一下 神经科的一些体征 那么在这里头呢 可能如果有阳性体征的话 我们就很好办了 再一个 如果要是说 没有阳性体征的话 一般实名系统检查正常 我们特定的床床 就我刚刚说的 眼动检查 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那么眼动检查 分类静态和动态 静态的 我想大家都会做 那么动态的 就是甩头和摇头 我想大家就恨自实验 我想大家应该也要掌握 还有一个是 这个是自发性的 位置性前面综合征 这个病人来了以后 他就是可能就缓解了 那么在症状被被诱发的情况下 常常是正常的 那么对这些病人 他包括可能前一天 都躲过迷恋 但是对这些病人 我们后循环的这个TLA 我们大家是一定要关注的 这是一个总结一下 就是床床的检查 我们要看 来了一个病人 他是独立坐着的 或者是站着的 如果是这种情况 病人相对的风险不大 如果他要是在 没有如是尿过的 小脑的体征 那我们就可以排出他 就是暂时排出他中枢的 那么我们就是 要看他到底是中枢 还是外周的 下面我们就要看 他的水族的眼镇的情况 再要看他的甩头实验 还要看看有没有眼片 其实通过这些检查 来再进一步的再区分 那么我刚刚跟大家说了半天 这个痕迹检查 非常非常的管用 就是我刚刚说核磁 DW是敏感性80% 但是这个痕迹检查 如果大家做得非常好 病人非常配合的话 他的灵密度基本上是100% 所以大家要把这个掌握 那么甩头实验 这个受影响有阳性的 那它其实是外周的 那中枢呢 它是阴性的 眼镇 大家就我刚刚说的这个眼镇 就是变相的眼镇 你看我们在外周里 它写的是方向不定的 对吧 但是周初就是眼镇 它说的一定是变相的 改变方向的水平 或者是明显的垂直 或者是扭转的眼镇 我们这个是周初的 那么还有就是眼天蝎这个实验 那这几个呢 配置实验 那么它是非常非常管用的 我想在一床上楼台下 是应该是常过的 再有一个呢 我们为什么要查眼镇 因为后循环的这些疾病 24%到48%的患者呢 他会有这个眼球的证查 在这里头 我再举出了 哪些是周初的 周期交替性眼镇 摇头后出现的眼镇 方向改变性的眼镇 还有垂直 或者是旋转性的自发眼镇 或者是布施抑制失败 我们怎么查布施抑制 就是病人如果要是说 在你这个方位 出现了眼镇以后 你给他放一张白纸 放了一张白纸以后 他不是就不定某个点了吗 就他没有抑制了 所以呢 那就看他的眼镇到底是加强了呀 还是消失了 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区分 就是周初眼镇和外周的眼镇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说的就是 太太和太太这两个区 他们在查这个检查的时候 有的时候呢 就是小小前家都买同测 患者可能会有 建策外部管胎 可能会有清摊 可能对我们诊断会造成干扰 所以呢 这个大家也要知道 还有就是在我们查眼镇的时候 我们大家呢 就是也要多想一下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生理性的 中构性的眼镇 我们这个不要把它当成逆常的 再有一个就是 我们发现了中枢的眼镇 它的强弱 能无所谓 只要是有 那就代表中枢 有这个 有病变 再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有个假中枢性的眼镇 就是在哪里呢 就是在前庭下分支神经典的时候 或者偶尔会有转型或垂直型的眼镇 这是假性的 最后呢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的检查 病人呢 我们会给他查固态 大家要知道 就是后巡环当中的病变的时候 他的固态是会有部分 有是严重的 但是我们外周的也会有固态 但是他呢 没有可能没有后巡环就是处中这么重 那么恶心欧腹呢 不是脑处中就是特有的 那么在外周他可能不严重 外有植物神经典的一些症状 那么感应性呢 就是天理损失呢 他不光是发生在外周 那么在小老型看动脉的时候 也是常见的 所以这几点呢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那么最后呢 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在我们碰面一个 头约或悬疑的患者呢 首先我们要给他分为 发作性和持续性的 如果是发作性的 是诱发性的 那么我们就给他做 例子 或者肉实验 我们他们是个耳食症 在这里头呢 我们要除外 还要除外一个 就是体内性的医齿压造成的 如果是自发性的 我们要有差听力 如果有听力的下降 可能是没粘 那如果有偏多痛的病史 那么可能他是一个 清凌症偏多痛 如果他有精神症状的话 在其中我们可能也会 会认为很多 有惊恐症状的患者 他可能也是胸嫩 头晕这种症状来的 对吧 这种的是自发 就是发作性自发的这种 那么在持续性的 这些患者当中呢 我们首先他看 有没有就是诱发的 就是有没有创伤 有没有中毒的 这些 如果要是说没有的话 是自发性的 那我们就要给他做恨子实验 如果他的少吃正常 而且他的眼症是不变方向的 眼偏斜试验是正常的 那可能要给他跪在外周了 如果他的少吃是异常的 他有垂直 或者旋转性为主的眼症 方向是变化的 一个凝视眼症 或者眼偏斜试验是异常的 那我们就考虑他中枢的 对这些病人 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 好 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讲声 谢谢大家 我们再次一种热烈的掌声 点击李晨真主任 给我们同样的演唱 下面的一位讲者呢是 李伟仁老师 相信大家在座的好多次 听到为李伟仁老师的讲课 李伟仁老师是博士 主任医师 硕士研究生老师 曾在美国麦尔米大学 作为高级访问学者 是太阳市尊心医院 神经内科主任 三级英才 八间五半人才 三七省临床高端临近人才 省油专家 三七省学术技术代表人 中国促存社会青年理事 三七省医学会神经病血 同会出所任务 那么下面李主任 给大家带来的讲课是 促存后认知障碍的管理 有请李主任 谢谢王老师的介绍 尊敬的林医教授 还有我们在座的各位 张家棠的 大家上午好 也感谢 这个任务主任的邀请 这应该是咱们 看人是 史丁科人第一次 大规模的 现下的尊敬的学术讨论会 我们讨论的 今天主题 是脑初中 其实初中的话 停说也说不完 从几旧 每一次说 我们说龙栓 说群栓 都有很多问题 需要探讨 一直到康复 从这个 这个 基础的问题 讨论到一些指控 管理 都有很多很多的话题 需要我们探讨 为什么呢 苏中这个疾病 太这个 发病也太高了 因为它造成的损害 方方面面 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实在是太大了 今天呢 想和大家呢 一起讨论的是 初中后认知障碍 所以他说的话 你们初中后认知障碍 我们说这个 随着咱们这个人类 寿命的延长 还有说生活方式的改变 生活水平的提高 咱们整个在全球范围内 疾病的发病符 都并一样了 我记得在这个 半个世纪之前呢 咱们影响全球疾病 最重要的一些疾病是什么 外伤 营养不良 结合 这一类的疾病啊 那么现在呢 影响这个人类 在全球范围内 影响人类寿命啊 最重要的一些的疾病 就是我们说慢病啊 慢性传染性的疾病 那么慢性传染性的 非传染性疾病呢 很多啊 包括慢肚肺 包括关心病啊 包括这个脑中 包括主流 糖尿病病高血压 这些的都是啊 其中呢 发病率最高的 同时死亡率最高呢 就是咱们说的 血血性的心脑血管疾病啊 那么它占到整个 每年这个全球死亡率的 41% 而肿瘤呢 咱们说这个 发病的这个比率呢 也是非常快 非常高的啊 增长率 那么每年呢 就是肿瘤死亡 那个800万啊 那么糖尿病的病人呢 就是130多万啊 这都是非常 高的数字 而在这个 发病率最高的 这种情况呢 在我们中国 这种现象 尤为严峻 我们看中国在哪呢 中国是在最红的 这个地方啊 就是说这个发病率 促中的发病率啊 本身就促中来说呢 咱们国家呢 就是 处在这个全球 发病率最高的 这个地带啊 那么 呃 在2010年呢 这种年龄标化的 这种促中发病率 每10万人当中呢 400个人啊 咱们太原市在哪 太原市呢 是在咱们中国的啊 这个促中的 呃 发病率的次高发的 呃 这么一个地带 呃 那么转发 按照这个 发病率来转发过来呢 我们太原市 呃 每年的这个 促中的发病率呢 是10万人275.3啊 新派的促中是250万 超过160万人呢 因为促中而死亡啊 呃 呃 推便功能啊 大小便的功能 等等等等 所以说呢 对于整个呃 个人和家庭来说呢 都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啊 呃 当然我们说 由于促中而导致的 这种认知障碍啊 啊 他的发病率呢 是也是非常高的啊 这是美国的一项调查 他调查的是两个 基初级的这种健康 呃 卫生健康机构 一共是1082名受试者啊 那么对他进行的一些 的基线的人口去的分析 其中呢 309呃 呃 这些老年人呢 给他做了认知的评估 呃 结果显示什么 呃 那么认知障碍是和哪些呃 情况啊 和哪些相关呢 认知障碍呢 一个是和年龄相关 这是毋庸置疑的啊 这个和年龄有关系 还有一个什么 和糖尿病有关系 还有一个什么 就是和促中啊 和促中是有明确相关性的 咱们中国呢 已经进入到这个老年社会了啊 咱们呃 中国目前有老年人口是占到 17.9%啊 就是说是老年人 是非呃 比例是非常高的 和这个年龄相关的 这种认知障碍的发生率 也是非常高的 在2019年的8月份啊 咱们的这个宣文院的 贾建平教授呢 他在这个 来自民党的奴隶啊 上面发了一篇 那个中国的 Demestria的这个 这个流行调查啊 说咱们中国呢 整个的促中的 这个呃 这个吃单的发病率呢 呃 就是呃 是一千多万啊 那么 呃 目前现有的患病率啊 促中后的 认知障碍的 必能有多少 900万 900万的人口 950万 那么快逼近我们促中的 整个那这个发病率 我们现在促中的这个呃 认知的这种冥想啊 发病率呢啊 我们如果说 我们看这个 横线标的这个啊 比如说促中呢 有这个比例的这个 认知障碍呢 可能是在75到79岁 而有这个没有促中的啊 有同样的认知障碍的 发病率呢啊 就是年龄呢 是85到89啊 所以说呃 也说明什么一个问题呢啊 促中呢 可以使认知障碍 呃 和这个痴呆 发生的时间呢 提前十年 呃 同时呢 一旦促中之后 发生了这种认知障碍 那么预示的什么 预示的这部分病人呢 他死亡的风险呢 也随之增高 也随之增高啊 这是一个呃 研究啊 这是一个前瞻性的研究 这种前瞻性的研究呢 他对设计比较严急 也是证据的级别比较高的啊 那么他选取的是这个什么 呃 促中有一定的功能障碍 所以他没有办法 在出现以后 回到家庭呢 他到了这种呃 做这个康复机构 做康复的这部分病人 给他进行的 长达五年的随访啊 这是在四家的 欧洲的康复中心 五百三十二例 呃病人呢 做了连续 呃五年的随访 可以看到啊 嗯 这些个病人呢 在五年之内呢 累计死亡的风险呢 是百分之二十九点一 啊 这种的病人呢 因为有不同承诺残疾 在五年内呢 将近百分之三十的病人呢 都死亡了啊 那么哪些呃 这个危险因素 是呃 预测死亡率增高的呃 一个独立的因素呢 一个是年龄 高龄的病人呢 得到初中以后 容易死亡 一个是糖尿病 还有是防颤 还有血脂啊 立场 还有一个呢 就是认知障碍啊 这么初中之后 发生了认知障碍 这种的病人呢 那么在最后的五年当中呢 他死亡的风险呢 也是高于啊 没有认知障碍的 这部分患者的 呃 除了是影响这个死亡的比例 那么对于 初中后的生活质量的啊 一旦发生了初中后的认知障碍呢 也会有人重的影响 这个呢 是一个诺丁汉的健康认诀 健康认证的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生理功能 另一部分呢 就是社会功能啊 那生理功能包括什么 包括经历 疼痛 情绪 睡眠 社交 隔离 躯体活动啊 那么社交这一部分呢 包括职业 性生活 家务 嗜好 社会交往 闲暇和亲属关系 等一条目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每一个具体的这个 呃 子项目当中呢 有认知障碍的这部分患者呢 啊 那么他这种生活质量的 这种影响呢 呃 我们说是频率是越高 他对这个生活质量的影响 也是越大的啊 那么有认知障碍的这一组呢 比没有认知障碍的这一组 他整个的啊 这些的生活质量呢 都有明显的降低 所以说 初中后一旦发生认知障碍呢 本身它会加重 促中导致的残疾 可以引起这个生活自理能力的下降 工作能力的下降 社会功能的受损 还有心理健康的缺陷 啊 所以说呢 初中后的认知障碍呢 给家庭 给社会啊 都带来沉重的负担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关注初中 或者说是 从事初中防治的这个专业医生呢 应该足够的去重视这个 初中后的认知障碍啊 其实呢 初中后认知障碍呢 一直呢 都是初中领域研究的 这种和干预的一个热点 就是我们楼川的一样啊 那么即兴期呢 可能是一件装业我们楼川治疗 但是 那么初中一旦发生之后呢 它造成了这种残疾啊 尤其是认知这方面的残疾呢 一直也是初中领域的一个热点啊 在16年的时候 还可以自己啊 在世界初中日宣言当中提到了 初中后的痴呆呢 是初中医疗不可或缺的一步子 我们关注初中的时候 一定要关注初中导致的认知功能的这种变化 在16年的国际初中学会也谈到啊 需要将认知障碍和初中的干预策略进行整合 一边至初中一边至认知啊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在16年呢 美国的AHA和AFA呢 还发布了这种成人的初中健康指南啊 我们看这个 健康指南是怎么说的 推荐所有的初中患者啊 所有德国脑初中的患者在出院以前 都应该进行认知障碍的灾产啊 所以说 只要因为什么啊 因为初中的发病的 初中和认知障碍的发病比率啊 是非常高的 近随其后呢 16年呢 是美国啊 推出的这种 认知障碍筛查理和管理的指南 在17年呢 咱们就是这个初中研究的啊 一些业界的这个 F2呢 他们也 约写了 初中后认知障碍管理的专家共识啊 他的目的是什么 也叫了指导病人呢 对于初中后的认知障碍 进行合理的诊治啊 来综合的管理初中的患者啊 那综合的管理 包括他几星期 二级预防 包括他方方面面的这种功能的这个减退啊 来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和生存的时间 所以后面呢 我们主要是根据这个初中后认知障碍管理 专家共识当中推荐的几个内容呢 我们一块来学习一下 所以首先呢 我们先学习一下 什么叫初中后的认知障碍 初中后的认知障碍呢 是指在初中啊 这个临障事件发生之后的六个月内 呃 出现了个障碍 而且达到的认知障碍的诊算标准啊 这比较初中后的认知障碍 他强调的是什么啊 强调这个认知障碍和初中呢 他们之间有因果关系 这个认知障碍可能是由于促中导致的 同时呢 他们俩之间有管理的相关性 他俩是有关系的 我管理初中的同时要管理他的认知啊 那么哪些个促中啊 可以引起促中获得认知障碍呢 就是那个可以引起PFCI呢 包括初学性的促中 脑初学 包括多发性的脑梗子 包括一些关键部位的梗子 比如说额叶 比如说秋脑 比如说海蚂 这些都和认知记忆 有非常关系的这些个重要的脑组织 还包括有一些个P层下 这个缺血性的梗子 我们说一些的小学管病 小学管病最重要的是什么 一个是认知 一个是不态 一个是这个大小便 这些的呢 都是这个认知是这种P层下 缺血性梗子很重要的一个临肠症状 当然还有一些个AD和这个VD的这种 这个重叠啊 所谓这种混合性的认知障碍 原来呢 因为它俩都是一个 和年龄相关的一个疾病啊 那么原来呢 就有这个脑内神经元的推行的变化 所谓的AD 在AD的基础之上呢 发生了一次促中 那么导致它的这个认知呢 有一个骚人的下降啊 所谓的AD和并有这个VD啊 这些呢都是常见的一些的 促中和认知障碍 那么根据它的这个严重程度 如果到了这种持带的标准 那就诊断促中后的持带 如果它有认知的问题 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持带那么严重 那么就给它诊断促中后认知障碍 黑持带啊 这么两大类 那么根据这个促中和认知障碍 发生的时间轴的关系 我们说在促中之后六个月内啊 发生了这种认知障碍呢 都叫促中和认知障碍 那么根据它们这个发生的时间轴呢 可以分为这么几个类型 一个就是静态啊 静态型 那就是得了一次脑梗 得了脑梗之后呢 别人就给傻了 比如说秋脑梗死了 那么这个一直呢 都有认知的问题呢 这个持续存在 这是所谓的静态型 还有一种呢 是静态型 得了一次脑梗中 脑梗之后 发现它有一些的认知问题 那么这个认知的问题呢 没有随着这个促中的稳定 而逐渐的好转 那么认知障碍呢 一直还在持续的加重 还有呢 就是说是反复性的促中 加重 半有时代的进展啊 反复的促中 那么得了一次这个患者呢 他的认知障碍呢 加重一次啊 我们说阶梗样的进展啊 还有一个是什么 在得这个促中之前呢 他就有这种 慢性进展性的 这种认知的逐渐的减退 那么得了一次促中之后呢 让这个认知减退的突然呢 发生了一个极致的恶患啊 这些呢 都是促中后认知障碍 发病的一些个模式 那我们再说 他的这个危险因素 知道他的危险因素之后 我们才可以更好的 可以针对这些个 危险因素呢 进行预防啊 我们可以看到 促中后认知障碍的 危险因素呢 其实和促中的 危险因素呢 差不多 或者说都是一样的 一方面呢 是不可干预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年龄啊 年龄越高 他得促中得 认知障碍的这个风险就越高 比如性别 种族啊 比如说一系列遗传因素 教育水平这些呢 可能是没法干预 但是呢 还有很大的 一类 危险因素呢 是可防可控可干预的 包括什么 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疾病 防颤啊 既往有这个 促中的病史 还有肥胖 但这综合症 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 比如说 吸烟饮酒 饮食结构 缺乏体力锻炼 等等等等啊 这些呢 可能和促中后的认知障碍 发生相关 同时呢 如果我们及时发现 这些的危险因素呢 是可以进行干预的啊 我们再看他的流行病史 我们说促中后认知障碍的发力率呢 是非常高的 但是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域的 它的发病率的 流调的统计数据是不一样的啊 那比如说 在我们中国呢 重庆 它有一些个局部的一些个啊 这个地区性的这个流调数据 促中后三个月 发病率37% 长沙呢 促中后三个月发病率40% 香港呢 促中后三个月 发病率21% 在澳洲呢 它的这个 根据它的这个研究呢 发病的比率更高 58% 在美国呢 是这个发病率呢 31% 我们看 在这个全球范围内啊 不同的半球呢 它整个促中呢 其实促中后 引起认知障碍的发病率 都是挺高的 从20%到80%不等啊 在咱们国家呢 基本上就是40%左右 我们国家呢 也对这个 促中后认知障碍啊 对于这个 生活质量 包括这个 收命的影响 没有几个统级数据啊 这是咱们 中国促中学会的这个 就是他在他的专家 这个共识当中 采纳的一个研究 就是说促中后 痴呆 患 认知障碍 发生了初中后的痴呆 那么他五年的生存率呢 百分之三十九 那就是说 一旦出现了这种 促中后的认知障碍 用了五年的 这个死亡率呢 有百分之六十一 百分之六十一的病人 在五年内呢 都去世了 那么一年半的 这个病死率呢 百分之八 这是指这个 认知障碍不严重 它没到时代标准 但是有一些 认知障碍的发生了 这部的病人呢 在一年半内 他的病死率百分之八 所以这个比例 它是很高的 我们再说 这个促中后认知障碍呢 它本身造成了 这种生活质量 的损害 还有死亡率的提高呢 都是非常严重 非常惊人的 那么要及早的去 发掘 就是发现这些个病人 宅查和诊断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说这个 促中后认知障碍 它的临床 历史性是非常高的 包括和促中的大小 部位有关系 就是促中 它是堵在什么位置 当然也和病人的年龄 受驾驭的程度 这个遗传背景 还有它以前 有没有AD 这些个都是有影响的 代替来 真的刚才我们也说了 就真的这么 几大类 一个就是多发梗子型 这个多发梗子型 从这个影像学上 或者做这个病例呢 可以看到什么 多发的梗子 皮层和肥层下 大小部一的左右半球前后循环 都有的大小部一的梗子造 那么这些梗子呢 大多数是这种大 大动脉或者中等环境的 动脉中原病化 导致的血栓或者栓塞造成的 那它既然是多发的梗子 那它的这个临床表现 有什么特征呢 突然起病 波动或者阶梯样的病程 它得了好几回 得一次重一次 接替样的进程 进展 那么由于它这个梗子的部位 不一样 它除了认知之外呢 还有些一个局道的 包括运动感觉 还有这些其他的语言等等 这种高级功能的损害 就是多发梗子型 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类型呢 就是关键部位的梗子 我们说这个认知呢 相关的中央的脑区 包括秋脑 鹅叶 抵截去的全脑 内侧念叶 海马 还有伪状和脚回 这些部位的梗子 在临床呢 我们去查体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病人呢 会有不同程度的认知的问题 所以当我们一个影像 我们看到这个病人的 这些个梗子的病造 是在这些个关键的部位的话 我们要关注它 有没有认知的射损 还有些个小动漫的鼻子在 刚刚谈到是大血管 或者中等大小的血管 那么小血管病呢 也是可以引起认知功能障碍的 还有一些呢 就是初血型的疾病 初血型的疾病刚才说的 往往下出血 还有食指的出血 都可能导致 食指的出血 如果发生在一些关键的波队 那往往下出血 如果出现了后期的这种脑机水 这些都是可以影响认知的 当然还有刚才看到的 AD加VD混合性的这种认知功能的障碍 当然在影响学呢 它既有一些个AD的一些个 明显的影响学的表现 比如说这个内液的萎缩呀 海马的不饱满啊 甚至是前脑的一些明显的萎缩 同时呢也有这些个 AVD的一些影响学的表现 这些的呢 就算是所谓的混合性的认知功能障碍啊 那么我们对这些个高危的病人呢 推荐他进行这个认知功能的筛查和评估啊 如何筛查呢 就是说首先我们要识别这种高危的人群 这就要求我们在询问病史啊 采集病史或者查识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关注认知 关注他这个认知这方面的功劳 那么同时我们应该选择什么 选择一些客观的一些个筛查的工具 包括什么 包括一些影响学的工具 包括一些个临床的名表 那么总体来说 他筛查的流程呢 就是说对于所有突出的患者呢 我们在这个采集病史 在体检的时候呢 就应该关注他有没有认知的问题 同时呢要做一些个筛查 筛查呢主要依靠的量表 有一些个简单的筛查量表 初筛的量表 包括明尼靠的量表等等 都让我们会谈到 还有一些个比较敏感的特异性 非常高的MSE MOKA 这些都是我们平常非常 这个常用的一些量表 那么关键要看这种 如果筛查有问题 要看它是否造成了 日常生活功能的下降 那么已经造成了日常生活功能下降的话 那可能它比较严重 可能已经达到了这种 初中后痴呆的这个标准 即便没有影响到它的日常生活功能 那可能如果量表发现有轻微问题 那可能也是一个初中后认知障碍的被痴呆 即便刚才我们说 这个这些个没有日常功能的下降 另外呢 只是在做量表或者查体的时候 或者它这个梗死发生的部位呢 可能会一起痴呆 暂时现在没发现 但是我们说 这个我回想一下 这个初中活人的障碍发生呢 不是在初中 不是全部都是在初中发生的 同时就发生的 在其后的六个月之内的 都是有可能这个发生 甚至在逐渐进展的 所以就要求我们做什么呢 要做的这种定期的随访 那么认知的障碍呢 主要是还是要靠量表的筛查 那么筛查呢 有一些初筛的量表 其实初筛的量表 它的特点就是什么 特别的简单一些 常用的包括什么 AD8量表 Mini高的量表 第三个这个量表 它用的非常的少 还有一些一个准确度 高的一些一个量表 它用时比较长 对认知的各个领域 筛查的比较全面 MSE MOCA 还有一些全套的 这个标准化的神经心理测试 这个就是就太长了 一般要 一个小时以上 通常我们都是在精神科 或者做这种 上三千病的时候 才会用到这个 日常的临床当中呢 我们可能应用的会 比较少的信息 它是全套的 各个领域 你的除认知之外 它的精神心理等等 它的筛查的 屏幕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们在 除了这些个认知的筛查之外 我们还要观察 一些个非认知领域 这些呢 也是和它的认知相关的 一些个神经心理的筛查 包括它有没有造成 日常功能损害 我们用ABR量表来进行筛查 一个看它的这个 躯体生活自理能力 一个看它应用工具 来做日常完成日常生活的能力 还有一个呢 关注它的这个精神行为 包括一个神经精神的 真状的证券 包括一些汉面尔顿的一些的 抑郁量表 教育量表等等 这些呢 关注它的精神 心理方面的一些的问题 我们先看这个最简单的 这个筛查量表 这个筛查量表 AV8量表 那么为什么AV8呢 一共就八个条目 非常的简单 那么来评估 这个患者认知情况的改变 它的特点就是什么 才做八个问题 所以说耗时比较短 但是说呢 但是一个出山的量表 不能把这个量表 做一个枕端的标注 我们看它的AV8量表 包括哪个几个条目呢 一个就是判断能力 有没有问题 比如说是 就是很难由于做决定 或者思考 我就这个脑子不快了 不转了 这个对这个问题 我就想不出来了 思考有问题 就是判断能力有没有问题 第二个有没有兴趣 爱好的改变活动的减少 第三个有没有 这个不断的重复 同一件事 第四个就是说 用一些简单的日常工具 或者是电器器械有困难 第五个记不清 当年的月份或者年份 还有一个就是处理复杂的个人经济事务 有困难 比如说去买个菜 算不来账了 交一个水电灵气费 有困难了 第七个 记不住和别人的约定 还有就是日常记忆和思考能力出现问题 一共就对八个问题来让它来测 就是我们看这是一个主观的一个自测的一个量表 如果有这个八项当中呢 有大于两项出现了问题 它够的是这个是的话 那么就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这种筛查了 还有一个就是明以靠的量表 这个呢也非常简单 一看大家就知道了 是安大西当中提取出来的一部分 只有两个简单的认知测试 一个呢就是单词的这个记忆和回忆 当常的皮球国旗数母 先让它看这个你不住一遍 过了那么两分钟之后 你再回来的你刚才你说的那番的单词呢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华中的测试 那么也有这个研究认为 这么简单的一个 不用做全套的摩卡 做一个迷你的这个认知测试量表 对于普通的老年人群呢 这时代的诊断呢 有非常好的这种敏感性 这个明以靠的怎么做呢 就先说三个单词刚才说的 皮球国旗数母 如果这三个当中呢 一个它都回忆不出来 那那个一个都 就是你重复一下刚才这三个单词 一个都说不出来 那一定是有认知的问题了 只能回忆出来一到两个 那么在这边它做过化妆实验 如果化妆实验是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能还可以就是 就是出筛量 打一个问号 或者说是这个 我们做这个 这个三个单词的记忆回忆 待会儿你在回忆圈 看看我们说的是哪三个单词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它这个化妆实验 出现一到两个问题的话 这也提示可能有 轻入的认知功能减退 还有一个对大家非常熟悉的MSE MSE包括七个方面 30分的这个组分 那么我们做一个完整的 这个MSE呢 可能需要不到十分钟的 那么一个时间吧 我们看这是这七个领域 包括时间地点的定向力 这个词语的记客回忆 计算力 还有延迟回忆 还有这个语言功能 这语言功能包括有命名 复试 理解指令 还有一些个就是 这个结构性的模仿 这个咱们中文的MSE MSE呢 咱们有一个介质 到底什么样的介质 就是诊断它是有认知障碍的 对于没有就文盲 这个不识字的人来说 它的评分 小于等于17分呢 就认为它有迟呆了 对于小学程度 小学德化程度的人呢 小于等于20分是有问题的 对于中学以上呢 那么小于等于24分呢 是一个介质 给它做个MSE 如果小于等于24分呢 那可能就是有认知的问题了 那么再说到MOKA MOKA呢 现在我们更远用这个MOKA MOKA呢 它的条目更多 一共是八个认知欲 包括执行功能 命名 记忆 注意 语言 抽象 延迟回忆和定乡 这八个认知欲 它尤其关注到的这种 空时空间和执行功能 我们说皮层下的这种梗子 尤其和促中相关的 一个认知障碍呢 很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执行功能 有问题 所以它对这种执行功能呢 是有非常 有那么一个条目的 是测评它的这个执行功能的 同样也是十分钟完成 总分的是三十分 记表 波卡的一个亮表 大家非常熟悉 看到这个所上讲的 这种连线 看它的执行功能 这边看它的时空间的功能 它的介质是多少呢 二十六分 更为敏感 如果说是大于二十六分 它可能现在还没有证据 表明有认知功能的前退 如果说是小于二十六分 那就是马上就开始回来 就得赶紧治疗了 在二十六分这个介质的话 你要早点赶紧 早点拿钱 早点吃得好 必须它进一步的恶化 这个ADL呢 ADL呢 一共是两部分的内容 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你有没有达到 这个持代的标准呢 你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标准呢 就是有没有日常生活能力的下降 这个日常生活能力的下降 咱们常有一个量表的 就是ADL量表 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是 区体生活自理量表 包括入册 进食 穿衣 梳洗 行走 洗澡 这些个生活自理的六项 还有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 一共八项 购物打电话 做家务 洗衣服 不要经济自理等等 包括这个来测 那么一共呢 就是五十六分 每一个呢 都是一到四分的标准 一分呢 完全能够完成 四分呢 非常困难完成不了 二分呢 有一点困难 三分呢 需要别人的帮助 才能完成 如果说是两项以上呢 它的分数呢 都是大于等于三分 换句话说 它就是需要别人的帮忙 才能完成 或者是十四项的总分 大于二十二分的话 那就其实已经造成了 日常功能的障碍了 所以我们的诊断标准呢 就是说 我们对于这个 初中文的认知诊断呢 已经要关注到它 不光是看它的记忆里 它的语言能力 它的执行功能和注意力 还有它的视空间能力 都应该进行评估 至少要进行四个 认知语的评估 有大于一个以上的 认知语的损害 我们就可以诊断 它是这个 初中后的认知障碍了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评估 什么时候开始评估呢 尽量的开始评估 等到这个病情稳定 患者能够配合的话 在初原期间 尽早的进行评估 同时呢 我们说要连续的评估 初中后的每三个月 都要进行一个 认知的评估和随访 那么对于评估的人员呢 也希望经过这种 专业的训练 比如说MSE的量表 你得要求 家属在旁边 不能提示 我们在一个相对安定的 环境当中 不要嘈杂 影响分散病人的注意力 跟刚才保持的查看 刚才呢一百减减净的赏过会儿呢 又去做这个安排自己的评估 这些呢都会影响 他的这个 他的分植和判断啊 同时呢 我们要关注 到这个评估的时候 再来一些供应啊 比如初中之后 他有没有这种 医域等等啊 这些个也都会影响 我们整个评估的结果啊 那最后呢 我们要谈到这个 干预啊 一旦通过我们的筛查 呃 发现或者诊断呢 是一个促中 或者这个认知功能债 或者已经非常严重到 认知或者痴呆了 我们该如何干预呢 啊 我们说 呃 他的干预呢 一个一定是一个 综合的干预 首先呢 是对于危险因素 有关的干预 一个呢 当然最初呢 就是一个药物治疗啊 还有康复训练 同时除了认知的关注之外呢 我们还要关注认知 所伴随的一些个 精神行为症状啊 那同时也已经干预 一经诊断呢 今早的干预 同时要进行一个 综合的干预啊 那么 呃 控制危险因素呢 啊 是预防这个 这个促中或认知障碍的 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方法 刚才我们谈到 除了这个不可控制的 危险因素之外呢 啊 一些个 其他可控 可防的危险因素 包括积极的控制高血压 积极的控制的血糖 积极的控制 这个高知血症啊 这对于这个 促中和认知障碍的发生 和进展呢 就是非常 呃 很关键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认知 呃 灾害的药物治疗啊 最常用的 对于这种呃 VD 管用的一些的药物呢 对于呃 这个呃 VD呢啊 也是非常这个有效的 包括常用的一些个 蓝天准备移植剂啊 就算泰奇 像是汤米啊 包括 DNA手提及抗击 美金刚啊 还有一些这个 呃 我们临床也常会用到的 一些个 您心里的提取物呀 八二灵胆碱啊 您爱小灵啊 您墨地瓶啊 包括 我们前来的教授 也发表了这个 呃 这个 呃 DNA手呢 发表的文章啊 我们的丁粉太焦囊啊 对于这个 这个促中和的认知障碍呢 啊 都是 就血管性的认知障碍呢 都是有名趣的良效的啊 呃 一方面呢 是对于他的认知 本身的药物治疗 还有一些 一些个呢 就是对于认知所伴随的 激动行为症状的 一些个药物治疗 我们说这种 认知障碍 犯随的一些个 精神行为症状 一些个呢 表现为什么啊 焦虑 激怨 出现幻觉啊 呃 妄想 还有一些 呃 攻击行为 还有一些个睡眠的问题啊 出现了睡眠的倒错 还有一些就是抑郁啊 这些个都是可能和 认知相伴随的 那么如果是 呃 比较轻微的一些个 精神行为症状呢 首选呢 还是非药物的这种治疗啊 如果一旦出现了抑郁 能用我们的这个 这个SRI啊 或者双痛道 这个来治疗 那么如果有非常明显的 这种精神症状啊 甚至有攻击行为的话啊 首选一些个 非典型的 抗精神病人的 一些个药物啊 呃 这个 呃 傀儡瓶啊 啊 奥丹瓶啊 等等啊 这个时候要充分考虑 患者用药的这种 危险性和它的获益 它们之间的比例啊 还有一就是 康复训练 康复训练呢 分了两百块 这些也是需要这种 专业的康复人员来进行的啊 一部分呢 就是你哪受损了 我直接去修复的这种认识训练啊 一个理论呢 就是补偿 你这不行了 其他地方来代差啊 不管是采用哪一种的理论呢啊 康复训练应当是个体化 并且呢 需要一个长期的目标啊 尽可能的使患者呢 呃 能够恢复一些最别基本的 呃 日常的生活能力啊 比如说 这个自我照料啊 甚至呢 呃 还可以进行一些个社会活动啊 所以我们晓得一下 促中后认识障碍 它的发病率是很高的啊 那么一旦发生啊 严重影响促中患者的愈后 和生活质量 所以说促中后的认识障碍呢 一直都是咱们国内国外啊 促中研究和干预的一个热点 呃 那么早期筛查啊 通过一个量表来筛查 发现还有早期的干预 这种认识障碍呢 是提高咱们促中医疗质量 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啊 那么推荐这些促中的患者 在出院的时候啊 也都要进行这种认知的 这种评估 同时树底的一个理念啊 要进行这个多次的 这种评估的随访啊 那么结合预防药物干预 还有认知康复训练 等等的综合手段 来这种呃 干预和治疗 促中获得认知障碍呢 这样呢 才能更好的啊 发现这个病人 更好对这个病人呢 提供一个全程的治疗啊 当然这些病人呢 他的有部分恢复 或者进展稍微慢一些啊 好 谢谢大家 听李祖人的课论 自己从享受 同学一种内容相识 从促中后 认知障碍的概念 并以刻证 维坚因素 到证刀标准 流行并险 认知障碍的目视 以及 都会统会 两表 早期筛插式 防御促死 接下来相继的讲解 让我们宫头的楼梁 顺势 促成后 认知障碍的管理 减轻 家庭和社会的负大 让我们再次热烈的打赏 感谢 所以呢 操作方面 可除复性强 省去了我们那个 用高压注射器 打脏子机的这个过程 主要的临床应用呢 现在 这个技术呢 主要用在这个 肿瘤的分级 肿瘤量化性的这个 就是 肿瘤量化性的分级 然后呢 肿瘤 治疗乳后 这个术后 放疗后的一些 情况的提供 另外呢 就一些 病的线接诊的方面 就使用 还有就是我们 这个表观度的 一个脑袋病 另外的在这个 神经病性疾病方面呢 也已经开始 在那里方使用 那么我们下面呢 通过一些具体的 这个病例 来 来 共同探讨一下 具体的临床应用 首先就是 肿瘤分级方面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 33岁 女性 头痛边接三年 那么来说 平早呢 看到它 左叶有张力性的病变 周围呢 有水种 图像呢 刀信号 出发像 屏信号 然后我们做了DWI DWI的信号 稍微高的一些 里面有局部的这种 P信号 然后这是它相应的 这个ADC图 ADC图 它方便的是 比较低一些 然后局部呢 是高的 和这个DWI的特效 是相对应的 然后我们也做了 增强扫描 我们常会的增强扫描 看到这个肿瘤的强化 并不明显 我们里面能看到一些 轻度的这个 调整的强化 那么我们根据 常会的增强扫描 一般来说 如果强化 比较明显 是一个显著强化的话 我们可能会考虑 这个肿瘤 恶性程度 会高一些 偏恶性 那么如果它强化的 不明显 我们一般会考虑 是不是恶性程度 这样低压 偏良静一些 那么来看它的 灌入情况 对我们还做了 一个波浦的成像 这个波浦呢 如果把波浦的 这个心理区 放在这个病道上 那么我们看到 它是一个下降型的 这个还是 其实一个恶性的病片 如果在 对侧呢 它是一个上升型的 这应该还是一个正常的 所以波浦提示 它还是一个 重恶性的 那然后我们做灌注成像 这个3D ASL 我们看到 是一个低灌注的表现 低灌注的表现 然后呢 给它打上造影机 再做这个 打的造影机 灌注成像 我们看到 也是低灌注的 那么也就是 这个波浦的3D ASL 这个灌注成像 和我们打上造影机 以后的灌注成像 这两个一致性 还是很好的 都是一个低灌注的表现 那这样根据 常规的增长扫描 根据灌注成像的表现 基本可以判断 这个肿瘤 恶性程度不高 那么结果也符合 它是一个 WH5二级的 新型细胞瘤 那么再看 这个位置 男性47岁 大作性医治障碍 重处5个月 也是我们看到 所谓的一个 十二位性的病院 然后周围呢 有明显的水肿 就是T1 长一长一二信号 然后我们做迷散呢 是稍微高一些的信号 增强以后 我们看 增强以后 基本上没有什么强化 增强基本上没有强化 那我们根据常规那种判断了 增强如果没有强化 我们又该考虑 它可能是一个 一度恶性的 那么实际情况 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给它做的这个 3D ASL灌入成像以后 看到这个肿块区 是一个明显的高灌注 那么灌注成像是高灌注的 提示什么呢 就是提示这个肿油新生血管 非常舒服 那么肿油新生血管 如果要丰富的话 那么它提示这个肿油呢 恶性程度比较高 那这就和我们之前看的 传统的常规的那个增强 上的表现 有点 保断 我们根据常规的增强 比如什么明显强化 我们考虑 它可能是一个 恶性度比较低的 那么在灌注成像 它有这个明显的高灌注 那我们考虑 灌注之前明显的高灌注呢 那就是肿油 这个新生血管通缩 那么它应该是一个 恶性度比较高 那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做了手术以后 它实际是一个 WHO3级的心理细胞瘤 也就是一个高级别的 心理细胞瘤 那么所以说 从这个肿油分析的判断上呢 我们这个关注成像 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呢 应该是更为准确一些 因为我们说 对于肿油这个 恶性程度的判定来说呢 根据肿油新生血管 多少来判断 这个应该是更为准确一些 我们传统这个增强倒苗呢 强化不强化 主要看血脑层上的破坏 血脑平常破坏程度重的可能增强 可能增强就会明显一些 但是肿油的恶性程度主要跟他的心理细胞瘤 是否丰富 关心一切 这个也是 那么这个是一个 直接放了一个增强的图像 也是一个整块 明显强化 然后3D ASL 关注成像 明显的高关注 打了造理体的关注成像 也是高关注 这样还是一致性很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这个常规的增强草苗和 关注成像的表现是一致的 我们根据这个呢 比较容易的能够判断 这个肿油级别比较高 肿成度比较高 它确实也是一个 达给了一种三级的心理细胞瘤 再来看一下 男性42岁头重两院 也是看到我们 一个明显的一个肿瘤 然后周围有 这个直状的水肿 是一个长期一长期二性 然后弥散呢 弥散是一个 这个高性潮 然后里面少一点绿 我们看一下 增强扫描以后 看到一个明显的 不规则的这种 环形的强化 里面呢 有这个樱化幻石 周围水中的强化 并且呢 有紫皂 那么根据这个 常规增强的这个表现呢 比较容易判断 它比较符合这个 恶性肿油 而且恶性肿油较高的 一个肿油这样的特点 那我们来看这个 灌柱成像 3D FL的灌柱成像表现呢 我们看到 肿油实性部分 就是强化的部分 能对应上 它是一个高灌柱 这块 那肿油中心坏死的地方呢 一灌柱 那么根据这个呢 可以判断 它一个明显的 不规则的环形强化 中心灌柱坏死 然后灌柱呢 是新鲁门 又是高灌柱 这个呢 是符合一个 恶性程度比较高的 一个重灌表现 这个结果呢 是一个四D的 形状细胞有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肿油 这个恶性程度的分析中的 这个灌柱成像 它其实能给我们提供 非常有用的信息 当这个常规的增强扫描 判断可能会出现问题的时候 结合这个 灌柱成像的表现 会提高我们这个 对良心程度 这个恶性增强 判断的正确性 这是一个脑转移的病 我们说脑转移 它那个血功非常丰富 转移到 所以说它在这个 灌柱成像上 是一个 明显高灌柱的表现 那么我们看这个 是一个肺癌痘短移的患者 然后做这个 3D SL的表现 确实是 非常显著的 这种好患 那么观众成像呢 它也在这个 肿油的治疗以后 胖痘后的这种 疗效平坑 或治疗后期化的观察中呢 有一定的作用 有一定的这个地方应用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患者 五星三七岁一个 胶脂瘤术后放疗后的患者 那么肿油治疗以后呢 我们要判断这个肿油 是不是残存 或者是不是复发 那么做了这个增强扫标以后 看到一个明显的不规则 环形的强化 然后周围呢 又大片的这种水中 这个单纯如果根据这个增强扫标 表现来看呢 我们会认为它可能是一个恶性的 就是符合一个恶性中的表现 但是呢我们这个波浦呢 或者是这个波浦 波浦和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灌注成像是什么表现 我们看这个3D ASL的 这个灌注成像表现 是一个 整个就是一个低灌注的 然后打算藏武器做的这个灌注 也是一个低灌注 咱们这两个平致性很好 那么说根据这个灌注成像表现 那么我们可以判断 它不是一个恶性的病变 因为它没有什么种类的新生学化 整个就是一个低灌注成像 那么最后经过试访呢 也证实了 这个病杠呢 它确实是一个放射性的脑损伤 而不是肿瘤的腹发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个是一个20岁的男性 小脑胶只有疏后放疗 那我们看到 那我们看到这个小脑的这个 明显的一场信号 长期长期二 然后边界也不规则 做了增强扫描以后 我们看到有明显的这个 实心的强化比较 那么观众成像 3D ASL 我们看到它有明显的高管子 这就提示呢 这一块还是有一些 肿瘤的新生学会 所以呢 我们判断它应该是一个肿瘤的复发 最后这个患者 他二次做了手术 证明它就是一个肿瘤的复发 那么这个观众成像呢 它也可以用在一些这个 肿瘤的肿瘤的间谍上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遇到的 这个脑膜瘤 海绵状血管瘤 我们也来看两种病例 已经78岁 头部不是一年多 然后来做了自公证 我们看到评扫可以看得到 右侧 安庞中罗底的一个 基本上是等信号的 T2向也是中等信号 C1向也是中等信号 这个是一个皮肚压水 皮肚贝尔项 一个脑外的诈美性病院 然后做弥三重乡 它是一个高信号的表现 然后增强以后呢 明显的均匀的强化 那么其实根据这个 评扫加增强 我们可以判断 这是一个脑膜瘤 要减轻脑膜瘤 那么脑膜瘤 在贯入层上是什么表现呢 因为脑膜瘤血共特别丰富 就是血共非常丰富 这是脑膜瘤的一个特点 所以说 它在贯入层下 一定是一个高贯入的表现 那我们做了这个 3D SL 以后 确实看到 皮肚非常地 比如明显的高贯入 就是脑膜瘤 它在贯入层上 表现了一个明显的高贯入 暂时 我们看这个 58岁男性 那我们看到 右侧安行了 一个 位元型的 比较大的 一个张位性病变 然后它是一个 长期长第二的信号 而且这个第二的信号 比较高 也比较均匀 那么我们说 根据这个呢 我们有说 说它这个量增泡症 就是一个 海绵状血管瘤的表现 就是做了增强以后呢 它是一个 不太均匀的强化 比较低一些 那么海绵状血管瘤 它的贯注表现 是什么样的 我们说因为 海绵状血管瘤 它其实是一些 国弊的这个金麦豆 大小不等 大小不等的 金麦血豆组成的 所以它是金麦豆 它的贯注成像呢 应该是一个 低贯注的 我们看一下 贯注成像 3D ASL 确实它是一个 低贯注 然后达了造语的贯注 也是符合的 低贯注 所以这个是 六中逻底的一个 海绵状血管瘤 那么有时候 这个脑膜瘤和 海绵状血管瘤 有设计到一些 鉴别诊状 比如说这个病人 男性46岁 那么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预测安庞的 一个占比性平面 是一个长期一长期二的信号 一般来说 我们说多数的脑膜瘤 它是等性号的 基本上是一个中等T 中等T二的信号 但是呢 脑膜瘤 它有很多的病理类型 有一些病理类型 比如说这个 血管瘤心脑瘤 它就可以表现 一场T一场T二的信号 然后我们一再想 这个呢 增强导标 增强导标 我们看到这个病状 也是一个明显的 比较均匀明显的情况 并且可以看到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脑膜瘤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可能 我们也把它考虑成脑膜瘤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脑膜瘤它的血控非常豐富 它应该是 灌度之下 是高灌度 那么它这个灌度之下的表现 整个一个低灌度 就是一个低灌度的表现 所以说我们这个 说这个呢 它是一个 海绵状之外流 而不是脑膜瘤 这就是能够帮助我们 做一些健康 那么我们说这个灌度成像 那帮助我们去鉴别 对临床治疗有什么意义 因为 比如说这个脑膜瘤和 海绵状血管瘤 它的手术方式 不一样 如果是海绵状血管瘤的话 它在手术当中 有可能会发生大出血的 所以术前要做一些准备 如果是脑膜瘤的话 就一般就好很多 所以我们在数前 要给它做出一个精确的诊断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要看呢 就是大家可能 就是神经内科专业 更感兴趣的 就是这个灌注成像 在脑水管病方面的 其应用 那么这个病例 男性49岁 右侧偏僧3天 我们常规成像 弥散成像 看到了有明确的一道颗词 广的一道颗词 3D亚细形的一道颗词 那么关注成像是什么表现呢 3D SL我们看到了 明显的这个低灌注 和这个本次造 处合的一个低灌注的表现 另一个超级新奇的 超级新奇我们说常规成像呢 一般没有什么阳性的大线 我们看常规的 T2像 T1像和这个T2像 基本上没有看到 什么明显的异常 但是做了泥散以后 确实已经有 一件更似的疼 但是我们根据这个 泥散呢 我们只能看到 这个已经更似的部分 我们再看一个患者 也是一个超级新的脑梗 常规成像 T2 T1和T2 Flair 看到了有一些 这个陈旧的根词 然后 尼三成像呢 看到星巴的脑梗 这块是等死的核心区 然后这个病人 同时做了这个 灌注成像 那么灌注成像 什么表现呢 我们看到灌注成像 一个大范围的 这个低灌注的表现 也就是说 它除了这个 这个核心区之外 它周围的 很大的面积的脑组成像 已经都处在 这个低灌注的状态中 那么我们说 弥散成像 和这个灌注成像 不匹配的地方 就是我们 消贷进去的 缺血方案带 也就是说 这两个 不符合的区域 我们说 它是有可能 就是可挽救的脑组织 它还有可挽救的脑组织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及时的 能够恢复这个 血流灌注的话 这个预厚会好 治疗效果会好 如果没有及时改善血共 那么它发展下去 我们看这块 低灌注的区域 低灌注的这个区域 就有可能进一步 都发展成一个根子 你看这是11月份 然后到12月份 整个这个低灌注的区域 都根了 就常规成像 已经能看得到了 E3 就已经都 而且这块 虽然像我们看到了 一些小片道的高信号 那么说明 它已经有的 这个初学性转化 这个预厚可能就 不太好了 然后这个呢 也是一个超级星期 6小时之内的脑梗 当时呢 我们实际那个医生 跟着它下去做的 对 肠肺成像 肠肺成像没有看到 什么问题 我就没有放进来 这个是一个 虞散成像 那么我们看虞散成像呢 有这个超级星期的脑梗 已经看到了 很提早 那同时呢 我们就也做了一个 这个3D 这个3DISL的关注成像 我们看到 左侧的这个 这个半球呢 整个大范围的一个 地管中 当时我们那个 陈迪克一天就说 哎呀 这个患者这个有 秋雪巴胺带 那个应该急着溶酸 然后就后来给它做了溶酸 我们后来随讨 这个效果还挺好 其实我们这个 关注成像呢 因为这个3DISL 它不需要打造理机 换者来了做迷散 做完提造迷散 然后直接就能给它加上一个 这就是相当于 多加了一个扫盘的序列 扫了一个这样的序列 然后做一下那个 在工作站做一下后处理 就能得到这样的一个图像 所以这个呢 就是对于临床医生 判断患者的 具体的这个病情 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 治疗方案 其实很有帮助的 这个也是 就隔了几天 然后之后就又来了 这样的一个患者 急性療痕 然后我们也是 也是我们那个 是那个疫情 也跟着它下去做的 当时扫了弥散以后 一看这个面积比较大 这个面积比较大 然后就做了这个3DISL以后 一看 确实是低管注 但是呢 这个病人呢 我们看到这个 弥散DW的这个 因此的面积 和这个低管注的 基本相当 基本相当 就是说这个可能 它这个没有什么 血血巴胺带了 可满洲的脑组症 基本上没有 然后所以呢 我们那个 医生就说 这个病人还是不要浓了 这个病人 没做乳砂处理 最后 效果也确实是不太好 结果不太好 然后我们 这个3DISL呢 它在林导 还有一个应用 就是做一下这个脑组管 就是这个脑组织 测制循环 代表情况的一个评估 我们看这个发展呢 女性42岁 同一半年 那么它做了 这个常规的扫描 P2 P1 和这个DWI 都没有发现 什么明显的异常 但是它做这个 同学画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一座猪肉脉 所以已经很低了 但是呢 我们同时呢 也能看到 它这个周围的 一些这个 测制循环形成了 然后我们就做这个 观众成像 那么观众成像呢 它有一个这个 延迟标题时间的选择 就是PLD时间 我们先选择1.5秒 做了之后呢 看到的是什么样子 同色的这个脑组管 做的前提 是一个低管制 那么这也和它这个 血管情况相关的合 但是我们把这个PLD的时间 延长到2.5秒 是什么结果呢 我们看到两侧 这个观众情况 差不多了 也就是说这个 测制循环 已经带上了 它这个血流的观众 由于是测制循环 带上过来的 所以它的循环 可能慢一些 所以我们在这个 PLD选择1.5秒的时候 我们看到是低观众 但是我们延长 这个时间以后 这个观众就带长了 所以呢 就是我们翻过来看 为什么在这个 肠规的成像上 它没有什么异常 但是血管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包括肠规成像 包括DNA都没有 发现脑梗 那就是因为 它这个测制循环 带上了比较好 虽然它慢一些 但是它能够带上 这个脑梗 这个脑梗 有时候呢 也需要利用这个 翻入成像 可以帮助我们 做一些建立 这个呢,是一个24岁男性,头痛舒适 这个患者来的时候呢,他在办院做过一个CT 这个CT好像当时的报告时还给他报了一个考虑肿瘤 所以他又这么年轻,然后就是家里也不要着急 然后正好也有认识的人就又到我们这儿来做这个私工证 我们看到这个T通向,T外向常规的小描呢 确实是这个轮液,一大片这种逆强信号 逆强之二的信号,不均匀 合并有一些短T外,短T通的信号 周围还有一个水种 净土的链,然后这个是银散,银散呢也有刚新草 是均匀 做了增强扫描以后呢,我们看 因为它那个肠位的T一呢,里面有一些造型号 但是我们对比之后呢,发现它其实还是有轻度的强化 也有轻度的强化 然后我们当时,当方的医生呢,也考虑一下这个GLCP 考虑可能,其实可能是一个中流 然后呢,这个家族就很着急,想说这么年轻 那就做手术吧 就比较着急,然后一起联系了手术,怎么样做手术 但是因为我们那个,就是这些叫以安的病例呢 我们要有一个讨论 然后我们各地,其他的我们都一块又看这个图像 然后觉得这个,这个轴块呢 它这个,也有一个明确的那种要实的,实性的东西 然后感觉就是这种骗状的改变 后来我们说雅兴登,这个年轻呢 应该给他再进一步的确诊 然后再考虑手术 那就是说再过来做一个灌注成像 在灌注成像再看看是什么情况 然后呢,就又做了一个这个3D 然后我们看这个灌注成像的表现 它整个就是一个灌注的缺损 那么这个,你看这样的灌注的表现呢 我们就想这个可能不一定是肿瘤 不要着急的去考虑手术 我们就建议他这个防守治疗,让我们观察 那么一星期之后呢,有复材的CT 当时那个CT已经看到这个病脏的吸收减少了 然后患者症状也有改善 后来住了半个多月 然后就明显的这个病脏吸收 患者症状也好 然后后来出院了 我们后来一直水访了一年多 基本上,后来在外地嘛 然后在外地也做了这个CT 基本上就病脏吸收了 结合上这个外部的表现 然后我们再翻过来再看这个图像 整个这个水访的过程 综合考虑 我们觉得它就是一个血种 后来临床也是这样 最后这个就是一个血种 好了,那我就再简单的小节一下 我们今天说的内容 那么这个3D ASL呢 这个灌注症状技术 它是一种反应组织血又灌注情况的 一种比较新的技术呢 我们现在3.0的设备开始复材了 成功性设备开始复材了 所以在临床应用的也越来越多 那么这种技术呢 科普的遗忘成像技术的一些缺点 就技术上有一些改进 更适合在临床推广 那么它呢 主要是利用一个这个脉冲标记的 动脉学的水质子 作为一个内源性的对比剂 所以呢 就操作简单 就完全无创 操作 简单飞用机 重复清好 这样的一些优点 那么在临床研究 包括这个科研的应用 以及临床的应用 20年以来呢 就是对评价以及贯注呢 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效 那么目前这个技术呢 它主要是在这个颅脑疾病的 诊断和研究方面也比较多 我们呢也在做这块相关的一些 这个科技的研究 那么随着相关的这个理论和技术 也不大进展呢 我相信这个技术呢 会有越来越好的一个应用前景 那么我们医院呢 也是刚新装了一台三角医院 刺痛症 所以我们的这个技术 也开始在领床推广 也欢迎大家 如果有这个合适的患者的话 也欢迎我们那个合作 谢谢大家 大家知道一个好的辅助检查 对领床的辅助准央是很大的 通知人用大量的这个病例 介绍了磁工程 3D-SSL无疮技术 在临床工作中的具体应用 尤其是在肿瘤定性方面的一个优势 使我们对这个感染技术 有了更精硬的要件 希望我们在结构工作中 可以应用 但是感谢合作人 谢谢大家 是中大麻的 当然是他主题这样的 但在这种主题里我们知道的 这个小子中涉及到什么 什么论程 他涉及到什么 他涉及到什么 静止性网络的事物 静止性网络的事物 到15年的时候 我刚才叫做悲可合作 15年就是回顾这个08年 就是一个什么这个车 什么这个车 所以说关于小竹中那个车 现在就是涉及人量多 涉及到彼此 可能包括了各个方面 现在国经统一 成就包括TIA 很少TIA 也包括什么的 或者无能量的事等等 一种小学法 在15年的主动任意 我直接提到这些 所以关注清醒的东西 在这里头论 从此清醒的主动 也是涉及到一些 包括女性的主动 或者一种小学法 所以它这些概念比较大 那现在用英文的角度 有这么多 有Nitle 有Small 有Malder 有Mannor 英文现在用Mannor的更多一些 有Mannor的少一些 但是写布在英文上就见到了 那这个什么时候 最早有这个概念 但是说有这个启发的 天台会上 我看好多专家 包括三些专家讲的 就是这个 1970年的这个 Mannor是九个 这在文章里头提到的 当时在美国提到的一个 但是我看到 在那再往前回前的16年 1954年的时候 这个美国的老年病协会 会议上就提到这个 Mannor是九个 它当时的对应就是 Mannor是九个 就是重体中东 和亲体中东 这样子的 那再往后呢 到这个66年的时候 再提到一个 类似前面的 Mannor是九个 Mannor是九个 就提不上提的 就是1971年 能够提不上的 根本讲的 Mannor是九个 这样后 到这个1976年的时候 这个是在 提不上的 这种意义 都是提到Mannor是九个 都提到Mannor是九个 但最主要 虽然都提到 但概念上 有可能有 我讲到一块了 它讲的是什么 你看 它包括了什么 就是 这就叫时光 那种叫 时光是九个 还什么 就是 轻型的症状 持续超过24小时 它定于什么 叫 没有完全恢复的 TI 是这样的 你这个 尽管有概念 但是有 尤其它这个说法 但是就像它界定 它不是很轻 这种运处 那现在 这个全球是 什么样的定义的 这个Mannor是 这个定义的 有人统计了一下 大概有 15种 在20多个文献 定义到这个 七星之中 由于症状 这个轻重来定义的 由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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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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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对 西式 平均来定义的 还有 以这个 这个 时间定义的 或者最后 会有的情况定义的 这个 不近相同 不近相同 那所以 最终呢 有人就 现在 所有国内人讲的时候 甚至国外讲的时候 都是以用着瑞典的这个 关于 清洗之中的这个概念 这篇 这篇文件呢 它这样子的 它复习到 在 在此之前的文件里 发现了这个 关于 经营中文文件的较不多 但是 达文是在什么 在这个 所谓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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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里头提到的 稍微写 摘要里头提到的 多一些 包括这个 在最权威的 这个 主动长这里头 他也说了 二十七十五篇文章 二十七十五篇文章 只有二十五篇 提到的这个 这个 关于 清洗之中的概念 清洗之中的概念 这是经营这种基本的一个 就是 一个清洗之中的 一个清洗之中的 这两个必须具备了 可以具备了 那 在这里头 他罗列了 用的最多的 六种 这个 清洗之中的定义 提到什么情况 一个 定义 凝方的一个 一个表现 第二个就是 基线的逆时评分 还有逆时评分 下不出 比较多六种 这六种定义 我们就把它翻译 中文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在 在此之前 用的最六种定义 我们看 ABCDF B和C 类似我们的 就是 强体综合症 强体综合症 我们看 尤其第二条 基本上都是 我们对经典的 强体综合症 而新的 虽然没有对强体综合症 主要是用的障碍 感觉上 可以有可能没有 但是呢 相比较轻 尤其没有什么 皮层损害的一些 症状和痴症 剩下的A E 45 6的 都是什么 以逆时评分 作为一个评价标准 这六种 那最后 他分析了一下 你看 这种 六种定义里头 只有第一种 和第六种 的这两种 情绪之中的定义 短期遇后 短期遇后 出现时 还有这个 远期遇后 就感觉 南京评分 就第一种 和第六种定义 它会对这种 遇后 比较好一些 而中间这四种遇后 不太好 当然 按医师评分来说 只有医师评分 在三分以内的 这三种情况下 短期遇后 和长期遇后 都是好的 而再往后 在医师评分 四分以上的 总是有一项不太好 一项不太好 这样的 这就给了一个最后的定义 要满足这下面两个条件 我来讲 第一个 就是 每一项的评分 就是 医师评分里头 有位率的 有得分的评分 我能超过一分 它有这种的要求 就是 医师障碍的评分 必须是零分 就是 一项不太好 第二条 总的评分 可能超过三分 满足这两条以后 才谈定义一次 所以 卖的是我们现在的世界上 都用这个 叫十年前 一点 经典的东西 那我们看在 2010年的时候 也是这个 关于清晰之中的 就是用什么 就是用美国 我们最近用 叫宁子研究 它研究 它是清晰之中 好吧 它是五分 它又是五分 可是又有 它也一样 虽然也是 2010年的战略 它又是五分 我们国家 关于这个 清晰之中 我们对高危险的 铁艾队这个 做的那个定义 用此 定义到这个 就是枪式研究 就是三分 然后后来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 赤胆里头 有三分 有三分 有五分 还有南京平坤是三分的 说因为读不太统议 但是在 半年以后 仅仅高过半年以后 法国的文献 这个文献 你看这个文献 这个文献 它这两个全都贴在一块 有一个 有 一个 它最后怎么定义的 它这样子 它说 -就是小一等 三分的 -就是小一等 八分的 这是它的区域所在 那这些文献 它把 所有的 凝视条例 小一等 八分的 都算在 它这个文献 一个广告里 比如说 -是小一等 这个-是小一等 三分 应该 -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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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到八分才更合适 应该 -应该是 -是一个 清晰的 人 所以 大陆有更多的 到底说 到底几分 看就三分那八分 所以 很难界定 那不管怎么说 现在用的最多就是 有三分多一些 骨盆的其他也有货面 还有其他问题 近乎病人占到多少了 有人从地道下 在2013年这天运行 大概在唐宥肥沐县的 进食病床前就发现 有三分 有大概二分之一的病人 死于轻型之中 就是贴性的确定之中里头 有二分之一死于轻型之中 后来在法国这天运行 在17年 就是说有这个占到三分之二 轻型之中 别乱太多 但是这三分之二 轻型之中里又有三分之一的 在出院的时候 是不能独立行走的 就是它对后是差的 对后是差的 第一个它的轻型之中 在当地因这种的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到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另外就是轻型之中里 有三分之一的 到出院的时候 是不能独立行走的 到2012年的时候 马上杜塞多夫理院的这个 用了一个六分的标准 他发现有近三分之一的人 是越乎不好的 为什么 因为习中有六十八十个叫好 是一个 这个这个 Mary Fever 多怕 就是越乎很好的 而另下接近三分之一 是越乎不好 这样的情况 那为什么会越乎不好呢 韩国有个人 已经是经验的 他认为早期的 神经重大论法 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NED 就是NED 为什么会报纪合法 我们看他的例子 他列表实际上的原因 年龄 新别 学习 学长等等 那么多 但最终发现什么 就这三条 把这么多的 你的这个因素 从英文人工智能的帮助浴测 什么人工智能的帮助浴测 什么人工智能的帮助浴测 就是我们说的抖音 而且抖音就是一个 其实也不是人工智能的 它就是你看看看什么广告 爱拍什么视频 就你推什么视频就知道了 对不对 也不是近期的事 没有这个抖音之前 没有短视频之前 我们前年也上网 你刚搜索了一个什么条目 以后的这个谈创谈出来 就什么项目就多了 就这么讲 这个体验不太复杂 但就发现什么 就这三项是和这个早期的发言 有关系 一个是有初学转化 他的信心中 但是有初学转化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初始历史拼准比较高 你看不看 1.2的就好 1.6的就容易 就能转到变回合法 第三个就是 就是责任学转化 由狭载或者闭设 大概这个是最最重要的 也是呢 就是我们可以做文章的地方 有三项 一个是有初限转化 第二是初始名比较高 第三有相应的学转 狭载或者闭设 片子可能闭设 只是我今天 我刚刚加了一张线 刚收到 今天最新文献 这个文献呢 是我们扬州大学 护士语言 是因为和他们来做的 它叫段作为 段作为 它的一篇文献 它是用了 是历史评论 是三分的这个 一个进行 它也是提供了 什么叫早期恶化 早期恶化 想找 对于这名书 它早期恶化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在前三天 它的历史评论超过 增加了一分 或者一分以上 最后发现 血压的变运 血压的变运 是早期恶化的重要因素 那我刚才讲到 所真正的学法 是第三个下端 那我个人也就是说 对于好多没有条件定义 就往下检查了 或者没有天界做血压 是一个变运条件 或者其他条件所限的话 大不公代理 我们普通代理 找到血压的 不管也是一个最最重要的 而且是可以作为 血压的变运 我经常讲到 就是说 血压第一 因为其他原因呢 这是这个 中美日韩 今年最新鲜的 他在观察什么 导业拜照很死 导业在那里 他又规定 导业拜照能死 在那里是什么造成 就是大脑中农漫 或者那个警命动漫 避闪以后 造成的这种 所谓的小英五分的 小英五分的情形之中 他发现 就是这个 按了一个评分 这个比较 如果这个 这个导业拜照能死的 百分比评分 如果差一两分的话 有可能造成什么 就是等死年纪扩大 早期的症状的根死 你看 他做了一个 你看 他接受的这些 把看见已经没有了 也没有了 但是 他开始的 你看是一个 导业的这个 拜照能死 这个评分超过 超过两分了 再过了几天以后 再过了几天以后 我一做 根死年纪别人的扩大 明显的扩大 可以查证 就是导业代表能死的 那个 评分 评分 超过两分 可能是 一车正面会造 造势的恶化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他还有一张篇呢 就是 单从一个 在没有生意到 导业的拜照 而在里头的 把它们毁掉 那除了这些原因 就是说 一个血压的原因 它又是 这个 一手 保验的根死的问题 以及一个 初学者 它根本以外 轻易之中的 我们临床了 这一遇后 不太理想的 有几个重要的病例 在这篇文献里头 说是合理好 就是说 大概有 有三分之二的病人 是什么情况 就是 这种病人 是没有 就是三分之二的病人 就是轻易之中的病人 有三分之二是怎么了 就没有在 二十四小时内去纠正 纠正 但就是说 有个病人在 就诊之间 纠结已经有复化了 还没看病就复化了 或者加重了 这就说到 一个我讲 就是一个公共教育 让他意识到这个病 比较特别重视 我经常讲的一句话 就是说 给病人家属 有充足的话语讲 比如说 宁可碰到标误了 出现重大 我们终于以为什么 这是不是内造了 什么重点 就是上火了 盛虚了 我经常要对 有这句话来说 我经常会 因为病人通诊 就是宁可碰到标误了 变诊 您错过去 可能就不可能 发展的严重的学法事件 一个是公共教育 这儿就是绿道的重视 因为在 有个病人在基点上 没有办法设备出来 有些文献 我来不及往病人家 就是刚刚说到 就是他设备到 有这个病人在医院里 他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我们在熟患之间 经常有这种情况 熟患照应 打电脑派病 他应该没事 基本还没听完 就进化 你应该没事 就是我们要 因此接触到一个 轻的症状后面 隐藏的重大事件 的可能性 当然经营都总 整治疗中间的 我们看 美国去年的一个 十月三朝更新的一个 子弹里头 这个特别好 他在用什么叫 Miles 你看 就是文献 但是美国的子弹 美国子弹 进它全世界的一个 雕塑性的东西 他用成Miles 这个词儿 他用Miles 这个词儿 总体上 大的来说 自残性 不 不自残性 这是大原则 而只是劈别的 就是说 如果三小时内的 证据级别和推荐率 更高一些 而四小时 四小时的 四小时的 证据级别和推荐率 更低一些 而三到四 不管是三小时内 还是三到四 四到五小时内 这种只要是 对自成现在就不容易 这个很明确 我经常用美国 只能特别一些的倾向 就是 就是你过红灯 你看 红一黄 就是三种灯 对吧 这也是 你放心走 这个 你千万不要做 黄在这块 慎重不做 就那么简单 这是关于美国只能是 轻易主动 所以我们还这样呈现的 那什么样子 资产业主动 对吧 不是我们哪个人说出来 就这六条 前五条 比较有数据 数字可说 对吧 它具体的有数字 第六条 是根据患者的情号 可以说 虽然我不理 他不我见面的 不同情况 但是他认为 他影响他的功能 就是说 根基督通的 别人的职业 我怕会底 同一证捉 在货中的别人身上 他认为 他就是很重要 对不对 你说新的嘴 我听了好几次 电台的主持人 和大会就会 他突然中工了 如果他要马上主持 有些不可能 好多对不对 对吧 对某一个人 他的社会智能会 对他的可能 认为某一个 这个功能 有重要性不一样 所以前五个好算 第六个是要 跟各种的各地 套来判断 所以这五种情况 这六种情况 都属于资产性 所以要平分 再加上这个 受死这种情况 这一种才可适的 那关于这个 轻疑之中经验 在加拿大 华人现在讲得挺好 刘强弄怎么讲的 它是有六十五分 看到吧 这是六分平分 六分平分 有六千多的病人 发现有大概有 五百零六病人 他进行什么呢 仅在市场的进行 往冬酸 冬酸 他发现 他这个病人 以后 凌晨是挺少 正常的 这个大部分 就逼上了 这点血管 又太好 结果灌入车架以后 发现他的血流量 血管量少了 然后打空时间 和生活时间 也延长了 他比较是 枪性根质 和皮症根质 最后结论 他认为 是枪性根质 那个 这个 这个 枪性根质 这个枪性根质 这个枪性根质 就没有企业 在皮症的时候 容酸是有区别的 广告终建 最后结论是 他认为 在关于新的重重 你要分它是一个枪性 批诊 还是一个批诊 批诊 又更要重视这种 容酸 同样的 批诊的根质 对 从容酸等等 能够获效 得获益 或者 凭诊 根质 你不容酸的话 可能效果就 我们的强力就能够好一些 就是他得出的这个建议 但是未知 那说了我们的阿西伯仁专业 里面用其他的药物 结果在美国智能上说到 T-9是一个中性的结果 但你看对T-9应用是多少 他的眼睛里头 他的那个逆纯用中一数是次分 他的逆纯用最大都得好 他用的MELOT 你看他七分 刚才的法会差不多 他用的七分 平常七分 所以说如果对 这个阿西伯仁专业 或者有过敏 或者没有药 可以考虑用T-9 叫做T-9 这些是推陷 所以有二B 二B可以考虑用T-9 那这些年就是大概 我觉得和搞借尔的关系 最快最大 这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多中性的研究 涉及到八个国家 八个国家 其他国家 他结论是什么 远到大学校 不管是静迈荣山以后 揚迷荣山以后 瞧解不瞧解都很好 所以说他这个有荣山还是第一位 这回这个问题 那这篇文章也是讲这个就是瞧解的 到底瞧解的瞧解 他讲出另外一个角度 他认为 这个 如果是一个M1的地段的比赛 还瞧解好一些 而M2段的比赛 瞧解出效不差 就单从境外人来就可以了 这是他会 那是这样的地 你都满地段的比赛 这点是M1和M2段的比赛 那关于取专呢 在去年指南这样的比赛 第三次总结的就是 只要六小时力的 只要老内的 所有大学校都可以取专 所谓什么是老大学校 有名字就叫大学校 就是大学校 叫Major Uctor 只要有名称的 就是所谓大学校 这六小时力都可以考虑取专 在有条件的地方 关于取专和取专到底 安全性的多大 在2022年这个 这一篇文献也说的 这一篇文献就是 历史专和小于六婆 作为一个Major 这是全世界第一个的 潜在性的大学校 小时中 我讲成 整个中一句话 大学校小时中 就是大学校阻塞 或者下载了 而丁上的Major Major是什么 它接触是什么 取专是安全的 核心的 你靠记录 你靠记录 可以大胆地往前走一下 大胆地往前走一下 这篇也是关于 远南血管比赛的一个 关于血管 血管的设计 和荣山气管 他这篇文献说 是 远南血管比赛 加上造成的这种Major是什么 荣山的起酸 效果差不多 但是起酸的时候 更安全一些 他们有荣山 要造成其他的 全程 或是其他密码 出去的一个步骤 就是起酸 可能更好一些 更好一些 七星中讲这么多 毕竟能够享受 最后介入资料的 还是少数 对吧 按照抗血状的资料 再设计到一个 轻易领域的方向 我知道 美国在18年的 这两个版本 都提到一个 经营领域中的方向 大家知道 第一个 你是0小时 你二十小时 都创造二十一天 还这个 政绩地理变化 我知道 原来是一个 二十一天 现在的事情 为什么 也是因为 晃日领域出来了 还有晃日领域出来了 当时是一个枪式 在同时在这两个 晃日领域出来了以后 英国有一篇 也世界情形中和高危的 这些 他提到的 他推荐什么 双抗十到二十一天 双抗十到二十一天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他会认为 在十天的时候 大概是已经达到 平均 那再往十天以后 就是抗一九大党 抗一九大党 而且对他的充许风险 超过他的抗一 是这时候最合适 这篇文献 就把世界上最有名的 三个双抗 就是Fast chance point 有的人们太知道 上次有人讲过 先做的chance研究 你说错了 Fast的爷爷 然后这个谁吧 这个矿子是儿子 嗆是春的 在早儿的抢先发表的结果 就这么简单 Fast的研究是没有 没有成立大业 但是有获益的趋势 刘奥发的研究 王教授在港台做了一个 嗆手研究 你要了解这会 那这一天 就把这篇文献 这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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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以后就是说 十天就行了 因为这时候 获益最大 负务作用最小 这篇文献是谁弄的 不是我说的 是古鲁医院 他们把这三个文献 这三个文献 这三个也就做了一篇文献 他们说 他们也是参照了 英国的一些杂志 这篇文献 包括兴师 咱们也说到 十天左右 有八个最佳 超过十天 其实 其实在方文献研究里头 这篇文献中 七天以后 已经就开始出现了 工献大 而在这些上次研究的 有系列文章里头 有一个姓潘的学者 他认为 七天以后 以后的获益 研究不太大 所以聪明的大夫 我看有个大夫就是 最早一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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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二几天 超过二几天 病人会出去 有些病人可能 病人都知道 成年困难就被 社会上的被照样的认识 就是这样 病人做了十天 做了十天 病人出现了 大夫超过一几天 虽然两个都不惨 那就是可怕 现在一个客户就完了 没想到 如果做十天了 再用战友识 都到了多少天了 超过了 病人过来后 他怎么样出现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 你可以用今天用这几天 但是不要超过二几天 那后来有人呢 在这个今年 还有些文献 在这些文献 八成八 关于卡什麦 所谓的所有的研究 今年也都还是挺 就是卡什麦 就是卡什麦 抢子方案的一些这些 CAPRI啊 CAPRI等等 他都是发生了 发现了 就是说 这个情形之中 你的双方要特别注意 除外是什么问题的 除外 一个是维出血 第二 就是脏 或者系统出血的病死 我们大概大伙知道了 哦 我要双方了 但你要知道 这些人假如用会出血 脑出用到维水 比较多 或者是脑和系统出血 病死了 要特别慎重的 在这片里头 他特别提到 和我们知道 这种情形之中 双方用到什么地方 应该是非信源性的 非资产性的 非常特别重要 为什么没有主张 这个三抗 也没有提到 那个提卡后的 我再提过日子 这个 中国的协设 是淋漓的 他们发表了什么 就是 情形之中 在荣山以后的双抗 在今年那边 发表了 荣山就是双抗 他发表了以后呢 他认为情形之中 可以在双抗二十几天 是会议的 但就在同一个杂志上 意大利学生 就提出这里了 说 首先 你意识平衡 是小一等一五分的 说是 你强识的 是三分的 那超过三分的 在三到五分这里头 有个不同病人 大概他是有 大概三分之一的病人 由 发展成大面积 人时的潜在的可能 或者大学管理必赛 大学必赛 因此 他 再介绍一下什么 就是说 你荣山以后 我们知道 他计划一个融血病 对吧 就是说 所以说你这个研究 他就对着 你这个研究没有提供什么 这个研究 到底他的 什么研究是什么 还有没有出外什么 而且相关的融血病 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对欧洲 比较比较认证 如果你发表了好像 我的创新 对吧 我们创新什么 就是说 本来别人从窗户上进 从窗户上进 就是窗戏 咱们一定要什么 第一要有生命价格 第二要有科学进行 融栓有双咖要注意 就是说 你用了个五分 但是三分可能更好一些 如果分度太高的话 你就看有没有回草 这样 还有人说 这些中国双咖 怎么效果不太好 我们以前经常常有个词 某某药提卡 我是特别反对这个词的 对吧 没有一种药 是神仙药 所有病人都不提注意 我经常说 如果有这种药的话 我人就肠面白睡了 下一代就不要火了 不可能 对不对 在这篇文献 这篇文献 夫妻这个双抗的时候 专门做到 这套匠子研究 匠子研究 匠子研究里头的 NNT是多少大都知道 二十九 你能知道 最近是二十八 还是二十三 你一个人 谁有研究 那是一个统计者的概念 所以说 你做就做了 你不要给病人下火症 症二十五 肯定有效 曾经我们也参加过一些 有病人 农栓以后 也出血了 要好病了 最后加速了 汤光勇说 农栓好 没有说还有其他的症 你就是背中 是不是 那我把大会 亲自复生的一个 副校这么做 我能切到这些症 第一个 关于亲自中的这个 不管中共还有英文的名称 确实是 没有这个确定 还有 到底 因此病人有多少 或者其他的病人 来定义 什么是亲自中的 都是不太确定 但不管怎么说 因此病人 尤其是小于等于 因此病小于等于 三分的 融酸 是可以融的 融酸可以融的 尤其是什么 就是自材性的 七酸 是可以解释的 但是一定是一个条件 双抗也是一个条件 而亲自中 从病人来说 不是一个轻松的事 跟我们代表来说 也有些轻松的事 关键是什么 你不要忽略打 不要轻视了他 那我就忽略这么多 可能讲的也不太合适的地方 希望大夫妻 可能这个也是老朋友 我经常来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是 刚才跟这个主持的老师 肯定有点稍微有点出路 我讲的是特派性毒能压增高 其实特派性毒能压增高 另外一个名字 也叫做良性毒能压增高 这个病可能在发病 比较少见 但是就是说 我们在座的如果 有一定的这个名字 可以碰到这类病人 这类病人有时 我们在诊断和治疗 还是比较棘手的 那么我的题目是 特派性毒能压增高 半斤们都狭载了 可能性的机制和治疗的策略 为什么说可能性的机制 因为这个狭载 它造成的这个 这个毒能压增高 到底是一个很确切的机制 目前还是不清楚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 特派性毒能压增高的 它哪些特点 那么像这个文献里面报道的 那么这类病人就是 它往往是这个 女性病人见多 而且患有肥胖 那么发病例 那么在这个 特别是青年女性 二十三岁左右 它跟我们这个 这个血栓的发病 是差不多的一个 一个这个人 这个受众人群 那么它这个 这个罗内压增高 特别是罗内压增高 我们叫两性罗内压增高 它有哪些表现 它的表现其实也没有特异性 它就是一个慢性 罗内压增高的一个表现 有像头疼 有是这个 惹名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口和这个 意识张外 那么我们 最明显的可能就是说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一样 它比较耐受 那么有一部分是 因为这个 势力下讲 势力都水肿 它可能就等 有时候不受我们这个神经科 连就等到眼科 方面这个创作势力都水肿 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其实就是一个慢性罗内压增高 那么对这个 特异性罗内压增高的一个整段 现在是 其实这个 特异性罗内压增高在 外科的话 就是一百年以前 这个单顶 什么外科大夫 他就知道这个病 然后 他当时提出了一些标准 那么 当时提出的标准 因为有非常多的一些缺陷 因为这个特异性罗内压增高 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不了 当时比如一百年以前 他发现不了明确的病 他就是一个颅压增高 那么现在 随着医学的进步 我们诊断的 手段的提高 我们发现很多 很多的一些病 那么排除了另外一些计划的 那么我们来确诊 有这么几条 第一条 一条就是说一定要有 是有的水肿 那么第二条就是说 我们在做神经体育检查的时候 除了我们的无神经有问题外 其他的是没有相应的一个 损心损害的一个表现 再一个就是说 第三个非常重要 就是说我们现有的 这个检查手段 我们的核磁 我们的腰窗 我们的CT 甚至我们的包困变 我们没有发现明确的病变 这个病变 导致这个颅内压增高 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认识问题 那么核磁发现 金盘痘狭窄 是不是 但是这个金盘痘狭窄 没有放到里面 但其实我后面讲究 其实有一部分呢 它是金盘痘狭窄 另外一个就是说 腰窗非常重要 腰窗之类 我们要确定这个病人 除了症状 我们要确定病人有颅压增高 那么颅压增高 它大于250 但是如果根据这个 病人的胖和瘦 它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 脑机液的检查 没有发现一个特异性的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脑子也肯定 除了常规 我们做相应的化验 我们没有发现一些 异常的一些表现 那么满足这些条件 那么叫做特化性 一样增高 所谓特化性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特殊的一些 它的这个确切的一些原因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诊断 就是说这个甲性脑瘤 其实这个病有几个 就大家有点混淆的 我这个题目讲的是特化性 那么刚才就是说 我们这个主持人 有一个就是说 良性 良性颅内压增高 那么我现在这个 这一张广东要讲的是 一个甲性脑瘤 它其实就是一种 一种病的不同的 三个不同的一个称呼 那么像这种良性颅内压增高 和这个甲性脑瘤 那么它的这个范围更广 就是说 如果不知道原因的造成了 良性颅内压增高 或者甲性脑瘤了 那么可能是特化性 那种人压增高的一部分 那么如果有明确的一些原因 有明确的一些原因 那么它造成了一个 慢性颅内压 那么它是叫做 计划性的 计划性的一个 比如计划性的这个 良性颅内压 计划性的一个甲性脑瘤 它是这么一个概念 可能大家可能有一点会迷糊 就是说 我会找到一些相应的一些原因 它会造成乳高压 比如说像这种 一个是医院性的 一个是相关性的 比如医院性的 它包括就是我们的一些抗酸素 我们的一些基础治疗 我们过量的这个 这个口徒文素A等等 像这一些 它会造成一个颅压 一个过性的颅压增高 再一个就是 就是相关的一些 比如说 如果有贫血 呼吸功能障碍 我们的肾衰等等 这些病 它可以间接地造成 乳内压增高 这种是 它表现的 这个 跟这个特别性 乳内压增高 同样的一个病理经过程 就是说 这种有计划性的原因 我们也找得着 那么 为什么会造成乳内压增高 就除了这个 刚才说的一些 计划性的原因 那么 原发性的病人 就是说 我们找不出原因的 那是什么 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其实是我们要了解的 那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我们这个 包括我刚开始 我们学就是 这个乳内压增高的 它的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 我们脑极液的循环途径 一般我们的经典的这个脑极液循环途径 又增加了另外的一个循环 叫做内淋巴 它就是说 我们这个脑极液的循环 除了刚才我们经典的一个循环途径 还有就是说 我们这个脑 就是我们的颅内 以及一膜 它存在着另外一条系统 就像我们的血液系统 有静脉 有动脉 还有一个淋巴系统 这个颅内的早期 它是不承认有这个淋巴 那么随着现在 这个研究的不断的进步 就发现 这个脑内也是存在着淋巴 它这个淋巴 就是说 它就是说 这个脑极液 它从这个 中脑膜颗粒分泌以后 它进入我们的 一个是进入我们这个 这个脑子的腔系 另外一个 就是进入我们这个 脑细胞 它到经过脑细胞 就是这个细胞和细胞的间隙 以后它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 我们这个脑膜的一些淋巴管 通过我们这个 十二队脑神经的一个窍 这个神经窍 它跟咱们这个 朱膀膜下清 它是相连的 通过这个窍上的一些 这个淋巴结构 它就 再进入到我们这个 这个颈部的这个静脉 咱们静脉 有一些这个生淋巴 以后通过这些淋巴系统 那么有一部分脑结液 通过这些淋巴管 进入我们的淋巴系统 然后再进入我们的心房 也就是说 这个脑结液循环系统 它有两套 那么这两套 它是相互补充的 甚至现在有文献是认为 这个如果这个淋巴系统 甚至是能够对我们这个脑结液 甚至有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的 还有一个排泄功能 所以说这淋巴系统也是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脑淋巴它的沟通的一些结构 刚才我可能用语言可能 大概一下可能有点糊涂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整个这个循环途径的话 其实在这个硬膜上面 像猪瓦膜颗里 它边上 它这个硬膜上面 还有一些淋巴管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十二对脑神经 这个往下走的这个神经窍 因为神经窍里面 它的这个内窍 它跟这个脑结液相通的 像这个神经窍里面 它有一些淋巴管道 它可以圆着这个脑结 圆着这个淋巴管 再进入我们淋巴系统 两套系统 现在是这么一个理念 所以说我们回过头来就是说 有过隆内压增高 我们淋巴安讲就是说 要么我们这个分泌非常多 我们的猪瓦膜颗的 就紧水一样的 就来不及排线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这个 我们的猪瓦膜颗里受影响了 猪瓦膜颗里 它排不出去 它来不及排 或者它本身有问题 那么我的这个脑结液循环 可能是够了 再一个就是说 我们这个淋巴管道 它失衡了 它排不出去了 这几个这几个方向 它如果失衡的话 它会造成一个颅高压 那么我们今天讲这个 这个静脉痘匣的 会造成的这个颅高压的一个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说 我们这个猪瓦膜颗粒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猪瓦膜颗粒分布在哪 分布在我们这个 这个静脉痘里面 那么 静脉痘里面 如果我们这个 这个静脉痘匣的 它猪瓦膜颗粒 它本身就会受影响 它的压力真高 就会受影响 这样造成一个五高压 这肯定是我们 金脉痘匣的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那么比如说 像其他的一些方面 比如说这种 这种 淋巴管道受损 淋巴管道肯定 比如说 一个这个 硬膜炎啊 什么炎症啊 免疫啊 等等这些 目前我们还搞得 不是很清楚的话 它在淋巴管道受损伤的话 它这个 它这个循环通路 它也会受影响 那么像这个肥胖啊 等等一些 炎症啊 等等都会影响 那么就是 所以说 卢高压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因素是非常高的 但是我们 最终我今天讲的 就是说 我们集中到这个 比如说是 金脉痘 本身的狭窄 它如果这个 方面失衡 它其他的两个 就是说这个 如果淋巴管道 它来不及 这个 这个循环通道 它来不及代场 啊 那可能就 鲁内压就增高了 因为这个 这个做膜颗粒 又由于这个 这个金面痘狭载 它造成了这一套 通路不好 吧 但实际上 我们在淋床上 见到的话 是五分 我就说非常非常多 种类了 但像这个尾线里面 它已经是 应该是说 归纳的比较全的 第一个 也就是说 就是说 纯粹的是一个 这个金面痘狭 我们做我们 颗粒它排不好 我们这个 淋巴广告的 这一套途径 代场也不好 那么我们就憋住了 这个鲁内压就增高了 像这种情况的治疗 那怎么样 如果我把这个 这个静脉痘 把它这个 给解除了 它鲁高压解除了 这病人 这个这个 这个鲁高压腺硬解除了 那么第二种 它会出现这个 压力增高 就是说 我们这个整个的 做膜颗粒 这个排泄 就因为这个 痘里面压力高 这个压力高来自于哪呢 它这个静脉痘是好的 它整个是通胀的 但是来源我们心脏 如果我们是一个心衰的 我们是一个 体重高的 体重高的 我们这个静脉 静脉里面 颈部静脉压力很高 这个压力传到炉内了 它也会出现一个 乳压高 像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静脉痘 我们做介入 我们做这个钱 是没用的 那么第三种 就是 那么这个 就是心脏是好的 痘也是好的 那么最主要是 我们的胸腔的压力 我们胸腔的压力 最主要是来源 我们的肥胖 我们的肥胖 像这种病例 大家如果有一定经验的话 你看胖胖的 胖胖的 在DIM值非常的高 然后它出现一个乳包压 出现个乳压 这肯定是它其中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么第四种 就是混合的 这个沾一点 那个沾一点 有时候这个情况 我们治疗起来 就非常困难了 这个分型是目前 可能是最新的一个分级 就是分内 如果我们来一个 这个慢性路高压的 我们把它分得都很清楚 那么我们的治疗 我们就成容了 我们怎么治疗 我们做介入 我们吃药 我们减肥等等 我们怎么治疗这个病人 那么我们才就是 针对性更强 那么对于这种 特弯性颅内压增高 它的食指是什么呢 像这个文家里面 也就是说 它跟这个正常的 和这个颅高压的 这个特弯性颅高压的病人 他做一个对比 他打一些核数 来看看这个颅内的 这个脑组织外的 他这个水到底多还是少 就发现就是说 颅高压的病人 叫做慢性颅高压的病人 他脑子就水多 我们就说个通常一点 它颅内的水多 它进的多出的少 所以说它相应憋的就高 这是有这个 有一定的这个 这个影像学的根据 那么所以就是说 那么我们可以就是说 从如果从这个病人 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 它就跟静脉痘 显暗的情况下 它是怎么一个代感机制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一个脑体液 人的压增高了 那么我们的功能 那么肯定是 朱尔摩克利 它就要加紧 把我们这个颅内的脑结 要排出我们这个颅外 那有时候它来不及排 那怎么办 它就存在着一种可能性 但这不一定对 那朱尔摩克利 就会增大 那么增大了 朱尔摩克利 大家也知道 这朱尔摩克利在哪 在我们的金脉痘里面 那么它越来越大 那肯定就又加重了 我们这个金脉痘的这个血流阻力 那么加重了血流阻力 那么它们会反馈 引起了我们这个金脉痘的压力增高 又反过来又会影响我们这个 做我们颗粒的一个分泌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 肯定我们肯定会启动我们这个 这个 淋巴 淋巴这个管道的一个代产的功能 如果这个代产功能 如果失调的话 那我们的颅压就越来越高了 就是造成我们颅高压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代产 那么现在我们手里 如果遇到一个 那么我们怎么治疗 刚才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分类 就像ABCD我们的室内 我们分好了 有的是针对性更强 那么我们肯定是治疗的 这种病人会更有效 那么现有的 对这种特化性颅内压 增高的这个方法 治疗方法 其实也就这几种 第一种也就是减肥 反正我们看了 如果病人是肥胖的 我们也不知道原因 减肥认为是有效的 因为这有研究 有这个随机对照 这个减肥是减 减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也就减到这种 这个减低就是说 我们要减到 5%到10%以上 那可能才有效 再一个就是说 用一线作胺 一线作胺 一线作胺 医治我们脑基业的分泌 它不是这个 这个脑基业不是多吗 它有 我们有药物 可以医治它 这一线作胺 可能现在我们国内 很少有了 早期有 我记得我在这个五年 五年以前 十年以前有一线作胺 因为一线作胺 这种药啊 太便宜了 但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有什么 有可以替代的 咱们眼科有 有这个 甲蛋虾 这种类似的 医治我们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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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免定鱼 就是眼部的这个水肿的 这个药 它可以替代 再一个就是说 我们这个 做这个 方法做这个 因为这个 颅压针高了 最害怕的是 是有些水肿 视力会出问题 会消了 或者会严重受损 那么所以说 就是有一个这个 眼科有一个 把我们这个 四神经桥 把它切开 把脑椎放出来 来检击这个视力 把这个局部的检击 比我们这个视力的作用 它是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这个 这个方法就是 对改善我们 整个的这个 颅内压 它是用处不大的 那么 后面这几种 这个 就是说这个外科的方法 可能对整个的这个 这个 脑极业的这个 这个 这个下降 颅压下降 一个就是说 我们外科常用的方法 因为这个 颅内压最高 颅内是极性和慢性 那么在我们外科 比如说极性呢 做一个脑椎外引流 做一个腰大尺引流 那么 被这种慢性的 或者是长期的 就是说 那么对这种 特化性的能力 也可以做 一个是脑椎外 这个脑椎湖腔分流 还有一个是 腰大尺引流 就是从我们腰 腰上面 放一根管子 引到我们这个湖腔 把这个多余的这个水 我们引到这个湖腔 通过湖腔来 把这个脑椎来吸收 来分到我们这个脑子的中来 再一个就是说 肌脉豆狭载 如果我们确定是肌脉豆狭载堵的话 我们把这个肌脉豆打开了 它整个这个肌脉豆流畅了 那么这不憋了 那么整个的这个肌脉豆的压力 那么就下来了 那么颅高压 这个脑椎的 这个整个的循环 那就通畅了 但这个肌脉豆狭载做支架的这一组病人 随着这几年的这个技术的进步 发生的效果确实不错 但是有的情况它是混合的 那么什么是情况做 什么情况不做 现在还没有太多病例数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做减肥 减肥我们这个美容减肥 也就是说我们肚子很多肥肉 抽脂全把它抽了 这个就把我们的体重点 把我们的肚腺压力下来了 那么对一部分病人有用 那么这个手术可能太贵了 这是在我们国家没有 在国外也报道有 但是不是太多 那么总体对这个 这个特化性颅内压增高的 也就是这些方法 但是你要是根据 如果把这个特化性颅内压增高了 它的内型你分的更清楚 那么你针对性能会更好 比如说这个病人 它颅压非常高 非常快 病人四例 短期内就下降了 这怎么办 我去放个支架可能还来不及 那么我们最有效的办法 就赶紧要外科 做一个外引流 或者做一个腰大脂引流 它这个颅压马上水就放出来了 它能及时解决问题了 好我们想取得一个中产器的效果 那么我们是放个支架会更好 但是这个 老手不见分流 大家也知道 这个手术做了一百多年的手术了 这个手术因为有个管子 这个管道从脑死 然后放到我们的股腔这边管子 你要它维持的时间很长的话 有着很难的 它五年到十年的变化症有接近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我们很难维持它的传奇效果 所以说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一个 一个对病人的有个讲究 那么第一个就是做这个药物治疗的 我就刚才其实已经讲了 就是2014年有一个这个这个随机对照研究 也就是说对这种特化性能耐压增高 它一部分就是用这个这个用这种 就一部分病人就是说你先做和减肥 另外一部分就是就是做对照 什么也不做 就发现确实是有用的 另外一个就是做这种老手不见分流的 现在没有病高的证据 没有病高的证据 那么这个老手不见分流它的变化症 原来的变化症是就刚才说了 有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 那变化症非常高 它残疾效果不好 那你认为现在文章有的想做对事 它说我的病患症像这个里面 它做的不多说百分之十一 但百分之十一的病患症费还是非常高 这个就是四层镜撬减压的 那我们眼球就是这个后面这个四层镜 它有一个撬 这个撬膜跟这个脑结是相通的 也就是把这个撬膜把它拉一个口子 把这个脑结的水换出来 它也是有用的 那它的有效性还有很多值得一些 有一些这个这个探讨 那么我下面就像这个 今天斗霞的特化性努力压增高 就现在发现就是说胖胖的 来一个这个病人 一个一个一个这个二三十岁的姑娘 然后我们一看一坐 哎发现这个斗霞的 这除了胖还有斗霞的 这种情况就怎么办 就是说到底有多少人 是这个特化性努力压增高造成的 刚才也说是不是肥胖也会造成的 就发现有很大一部分人 所以有的研究认为百分之九十的人 它是这个斗出问题了 这个所以说 那么这个斗到底出什么问题 我们一般的检查可能我们不注意 甚至我们照影 大家看看这个图 我们整体一看整个流畅的 这个斗流畅的 它其实你看看这个斗 它箭头所指的地方 就这么点狭窄 它就引起我们就比如说 引起就像我们这个爸一样的水位增高 我们整个流畅 它就不流畅了 就这么点狭窄 它会造成高压 那么这个为什么会狭窄 现在也有很多 就总体来讲有两种 一个是外远性的 一个内远性的 那么外远性就是外面有肿瘤 有蓝肿 有压迫等等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本身的颅压高 我们这个静脉痘 它不像痘慢 它是一个弹性 静脉痘就是一个弊 它的弹性很差 它颅压高了以后 在这个转角的地方 也会把它压塌 那么内远性的话 就单单说 如果里面有个装膜颗粒 咱们这个痘里面 它不是光化 它是一个三角形 它有一些风格 有一些成就的 有些血栓 或者说有一些 脂肢成疾 那么动脉有脂肢成疾 这个痘里面 也可能有脂肢成疾 造成了一个狭窄 堵住了 这个痘不通畅了 有这些原因 那么对这个原因 如果这个窄 我把它解决掉了 效果是指好 那么现在的文献报告 确实还是不错 不错的 不错的 那么也比较了 如果这种病人 那么到底是做支架好 还是做 是能撬减压好 还是做这个 这个脑子不相分流好 但现在没有 很明确的一个定论 但这个文件 这个文章说是这个 我这个做支架的 这个还是优于 就是再改善这个头疼啊 这个势力的改善啊等等 是有头的这个这个改善 它是认为是最好的 但是这个病例书 非常非常严重 我们只能是做一个 这一个 一个大致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展望 那么我们 所以说我们怎么解决 就是说我们的支架的有效性 不管是内原型 还是外原型 它只要造成了这个 豆虾的 我把这个豆虾的造成的 鲁鸭插 给你解决了 流畅了 它或多或少都会 降低我们的这个 骨内压 这是有意义的 那么对于这个 这个豆是外面压的 而这是里面本身有的 那它的资料效果怎么样 现在这个有限的一些 一些报道 比如说这个 牛说中的 里面那个文章 像这个是一个内原性的 里面有一个站位 像这个是做之前的 这是做之后的 放了一个支架 它通畅了 有效 那么对于那种 迷漫性的 不知道里面没有 它整个这个豆壁都压塌了 它压塌了的壁 我放一个支架 放一个支架 把它都撑起来 撑起来 这个豆也通畅了 这部分病人其实也有效 这种 这个 其实这种外面性的这种 就是说压塌的这种 不知道原因的这种 其实就是说 我还是持保留态度 因为你现在 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现在这个都好了 它是原因 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还来 现在这类病人 更多的病人没有 这个文章里面 它总共就报了 二三十例 这个需要我们更经历度的 而且它这个文章里面 也就是说它 它内原性和外原性之间 有什么差别 它除了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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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血管就是 就是外原性的 把这个血管压塌的那种 它年轻一点 没有什么分析出 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总体来讲 这个介入治疗 就是目前来讲 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我在天然医院 就是说我做这个手术 可能 2012年 在天然医院 做到现在 可能快 快八年了 八年多了 八年 那么我们做了 这个由于 不断不断的一个认识过程 就是说 我们对哪类病 让我们放指甲 第一个就是 它确实是有 乳高压的一个 臨床表现 所谓内科治疗不明确 因为现在我们没有 更多的内科治疗 我们除了这个 肝肚酸脱水 做腰疮 等等 这个 可能在我们中文 也是在减肥 我在我现在 对这个病 八年左右的 七八年左右的 这个治疗 人家的减肥 真正减肥的 没几个 所以说 再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治疗的 做这个DAC 所以我们发现 它确实 斩 斩了大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那么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确定 这个斩 它一定造成一个压力差 有压力梯度 压力梯度 压力梯度老顶着 这个脑脊液 它这个血流下不来 它影响我们脑脊液的痕迹 那么压力差 大于八个 但这个八个怎么来 也就是一个是文献 那么早期说是大于十五个 就发现大于十五个 很多的病人 它照样有整个 所以说就逐渐逐渐的 就大于八个 另外一个就是 一定是这个病人 有一个腰疮 有压力的 有个颅压 确实是高的 大概两百五个 我们治疗才有效 再一个就是说 它的有效性 我们要排除是 急性血栓的 活动性的 这个血栓性疾病 或者说是 它这个自身免疫的 这个免疫在急性期 这个免疫在急性期 我们在斗鼻收尾的话 那个免疫性的疾病 我们放了这个支架 它容易 是不是容易斩血栓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开始 对于这种很明确的 免疫性疾病 造成的痘虾的 我有一个病人 没做 一直这样的拖着 但是那个病人很可惜 他瞎了 到后期 有人跟他做了 其实他那个支架 能保持 但是有的 有后面 我是做了一个到两个 但更多了 我也不敢做 我不敢做 我放了支架 到后期会不会斩血栓 因为我不知道 现在我也不知道 所以说 那么有效的病人 就是说我们排除这一位病人 那么我们自己 我们中心做的 其实它的效果 还是非常不错的 比如说我们2014年到2015年 我们总结了这个 渐渐以百例的病人 我们的改善率还是非常高的 改善率还是非常高的 跟药物比 那么我们跟药物比 其实我们有一部分 一定是没有做的 我们做了一些分析 那么我们做完支架 这个颅压改善了 比药物还是要快 为什么 就是另外反过来 就是为什么药物 所谓的药物其实都没有 我们没有特殊的 没有像这个文献里面 吃一线做完 减肥 没有 就一般的药物 它也会再好做 因为这个病 这个病 我们反过来讲就是 良性颅压一样增高 它现在是一个自现性的病 它可能半年到一年 它又会好做 这个是它的一个特点 所以说就是说 我们的干预 对它的一个干预 就是说 对保护势力 就是说它的这个颅压 还是降了 比我们单纯的药物治疗 它是要快的 借药物治疗是有效的 那么给大家看这个图 一个就是说 像我们这个造型 是很典型的一个局部的 它是一个做网膜颗粒 你看这个 从这个位置看 这一个 装膜颗粒是圆圆的 它堵着了 这个病人你看它是 左侧是一个发育不良的 它没有用的 它全靠右侧 右侧 右侧眼后有一个 有一个装膜颗粒堵住了 像这么病人 我们一旦有 我们有超声 我们有超声 可以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快装在里面 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金牌兜 它是一个三角形嘛 可以看到这个 这里面有一个 这个装膜颗粒堵住了 这个是我 这个是做之前的 这是做之后的 我们之间一贴 那么整个的痘就通畅了 那么像这种病人 这个手术当中 我们可以把这个 可以这个 超声可以看到 那个痘压到边上去了 那么我们再看几个病例 看几个病例 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颅包压的 这个素前的 我们看这个CT CT它是右侧 这个病人你看 右侧发育不好 左侧是一个模模糊糊的 那么我们做手术之前做照应 你看这个 右侧是几乎不通了 那么左侧也是这么搁搁搁搁的 那么这种病人 我们吃了压 就发现这里堵得还是很厉害 这个压力差 你看接近四十多个 这是毫米共度 还不是那种 或是我 我们普通的水珠 所以说我们这个 我们就做了支架 那么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也是这么模模糊糊的 但这种情况就是说 我们做了超生 我们里面什么也没看到 但是这个痘痘是真厚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痘痘特别的厚 但这个病人就是说 我们放了一个支架 那么近端放了 以为这个是最窄 结果又放了远端 一撑 远端又变窄了 变窄了 我们一看 这痘痘里面其实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拉牵拉 这个痘痘很脆 牵拉以后又变细了 变窄了那么远端又放了一个支架 放完支架以后 这个当时这个放完支架以后 哎 但是还好了两天 那么过了 过了几天以后 它变又加重了 加重了就发现 我们其实这两个支架之间 它叠的不够 它又缩回去了 那么缩回这些两个支架之间 的这个地方又变在 所以说它颅态又高了 这是很明确的 那么所以我们第二次 我们又把中间又贴了一个支架 那么整个就流畅了 留下了我们观察了一年 这个病人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但是到现在为止 我也不明白 它为什么那个痘痘痘痘那么厚 我们做了各种免疫 各种其他的检查 因为这个从我们 我们天然医院的感免科 给我介绍的病人 他们怎么查也查了不出来 除了毒压真高 我跟他查也这个痘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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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循环图形受毒 所以说第一开始放了两个支架 好了两天 因为支架没有分开了 以后后面我跟他又整个都放好了 以后你看这个今年九月份 跟他复查了 我腰痘痘痘痘就下来了 186 整个的这个痘痘也通常 这个具体的一个机制 到现在我也不清楚 不清楚 那么第二个病人也是一个类似的 也是一个类似的 你看一来 像这种情况 这个势力下降整个年底 你看这个到了已经 活时分期已经到了市级了 这种情况就是说 你颅压不下来 这个病人势力肯定很容易 那么就会看不见了 初前我们做了核磁 做了也看不出来什么 炎痘啊 血霜啊 全看不出来 像这种病人 我们单纯的 看您治疗是没有效的 给大家讲 我们单纯的看您治疗 是没有效的 那么所以我们这个 我们手术当中 我们也做了支架 这是我们做的过程当中 里面其实肯定没有 我们把这个支架做完了以后 当时做完了以后 第三天腰痘就下来了 第三天我们腰痘的压力就下来了 就是从一点 接近300的压力 做完以后 整个痘痘就下来了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不敢动的 这是一个小伙子 29岁 它是在单地也是因为 但是这个病人 有另外一个特点 它的这个腰疮啊 它的腰疮它是有 它蛋白有氢度偏高 它有一种那种 似乎是一种 自身免疫的一种 就是说我们也定不下来 因为人体 但知道这个免疫功能力 跟异常有时候 我们很难定义 除非我们有很明确的 像我们免疫性的疾病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 它来的时候 其实它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它在单 就单地 就因为室友都水肿 然后在单地做了一个支架 一做完支架 你看又出现这个情况 出现这个情况 它远端又变窄了 它整个这个左侧不通 右侧也不通 那颅压时间解决不了 反正这种情况到了 找到我 我当时有点心急 我说我这放个支架 是很容易的事 然后我做了罐当中 它压力差确实很高 就堵得很厉害了 二十二十二点毫米总度 这个压力差还是非常的大的 那么我在手机当中 我看一下 看见这个斗里面 到底有什么东西 你做超身什么也没有 除了压瘪了以外 这个超身像 这个白白的就是骨头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超身 这个超身波过不去的 都是高信号嘛 这两边就是脑子 它都薄薄的 两层这个硬膜 它是三角形的 其实什么你除了压瘪了 什么也看不到 那么这个 这个 然后我就放一个支架 对我来说非常有意 我就把支架放完了 你看这个痘弹 还挺好的 信心满满的 做完了以后 压力差也下来了 但这个病人始终 这个是 支架也特别好 但是病人始终解决不了 这个腰肋下不了 腰穿压力还是三百多 以后过了一个的一多月 还是头疼 头疼 以后你看 它远端又转 远端又转了 那怎么办呢 那那那那 再做仗影再看 你做仗影看 它远端 又偏 变得更细了 变得更细了 但是支架情况挺好 比远端压得更细了 而且你看它对策的 也西部有个原因了 所以说这个情况 最后这个病人 就说 我想给他再换一个支架 但是他要求非常高 说你做完了 肯定就能保证我好 那我也不敢做 因为我到现在 我也不明确 它确实这个腰窗 腰窗里面 它确实有一些蛋白 它的免疫啊 这个我们查的 这些免疫功能 也不是很明确 但是他在进展 他在进展 所以说我 我就不 后面也不敢 继续跟他放支架了 让他求助于这种外科 因为颅压高了 那直接做这个 脑手骨骼 也管他了 就是说 把这个脑基因 引流出来再说了 这个病人 这个后续 等于将来 也会有机会 跟他再汇报了 因为最后 就没有在我手里 谢谢大家 好 咱们下面 一位热烈的掌声 欢迎何教授 我给他们做报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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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有点 文学美主任的指示 给邀请 谁给咱们讲 还是可以考虑一个问题 你讲什么东西 他说事情就 想讲什么 讲什么 这都是好 对 这最大话就是够话 想讲什么 其实他不是讲什么 就好一些 不知道该怎么讲 今天讲的外面就是 咱们都喜欢测试刑法 咱们看测试刑法 就是怎么回事 今天反正测试刑法 对咱们就很重要 就是说你一个老爵干什么好不够 这种测试刑法 测试刑法没有 你这个老爵永远都好不够 测试刑法如果有 不许你这种状态 所以这个测试刑法 其实对大家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咱们大概看一下 什么就是测试刑法 这个图咱们注意读检查 只要这样测试刑法 这个图全部有 这是一个几乎最本用的图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测试刑法 它一定是自鲁嫩的 或者鲁败的 有的 或者是潜在的 这些血管 不过咱们今天相互稳好以后 一定在 咱们东南发生下载以后 才能把中藏的 中藏血管的热油 引诱到咱们的经典血管 它的中藏干物一分 而引起咱们的血管的单传做油 让咱们测试刑法 那么测试刑法的好赖 一定是跟咱们老耕塞的 遇好有了非常大的关系 测试刑法的好 耕塞年纪又小又厚又好 这就是肯定了 所以说测试心环是咱们 脑梗塞以后 咱们最喜欢看到 测试心环好 这脑梗塞的效果特别得好 如果测试心环不好 就有其他的问题 那么测试心环有什么功能 它是这样 就是一个测试心环 它就是说 这个脑袋梗了以后 这个血管 已经对咱们脑袋 已经没什么用处了 只要一梗 那么它们的烧鱼血管 肯定是没有用 如果它有用它就梗不了 那个怎么办 就告诉咱们测试心环 我把我正常的血流 给咱们已经咱们这个 这个硬面的血管 它是要公用的 这些区域里面的 所以说 这个血管只要梗了以后 你这个血管 已经对咱们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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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这个工学范团 你几乎不及多了 但我怎么办 这种测试心环 正常的血管 引到咱们 需要工学的这些范围里面 第一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是 增加咱们脑袋 确实需要他们的管住 这是肯定的 引到点 它突然说肯定就好了 还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测试心环 用的药才有用 如果没测试心环 用的药也没用 用药 用药以后 我们只能扭到一些好的地方去 坏的地方咱们也扭不到 所以测试心环的好带 一定是咱们要过的 最大限度子 扭到咱们的社会去 听到咱们这条效果 所以测试心环 使用好力以后 用药都有效 测试心环往用药 现在没什么很大的效果 这个就是说 测试心环的周程 咱们都准备说 非常重要 你想想测试心环都包括什么 更说咱们卫尼之法 咱们眼动脉 蓝脑脉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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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脉 其实在这些脉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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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譯非常多,編譯的時候,跟編譯有幾十種的編譯,前循環的編譯跟後循環的編譯。 那麼這個編譯跟咱們腦絕管編譯又沒什麼關係,其實編譯跟咱們腦絕管編譯的關係非常的密切。 有人說,衛力色環的編譯可以導致咱們認知共同的減退。 有人說衛力色環的編譯可以跟老白痴病編譯很大相關,因為腦袋裡面的白痴病非常明顯, 找不見原因的時候,查一下他們的衛力色環。衛力色環有病的時候,跟腦袋白痴病變有很大的相關性。 還應該是這樣的這些可能不可能的問題。 還要說衛力色環的病變跟他們腦絕管編譯有更加密切。 那麼就是說,前循環和後循環相比,其實後循環和腦絕,有人研究了後循環的衛力色環的變異, 比前循環和衛力色環的變異,跟他們腦絕的貢獻也大一些。 這樣就是一句,衛力色環的變異,給老白痴病變,給他們認知功能。 有的時候有用,有的時候會想要沒有用,問題是什麼定位。 但衛力色環的變異,給他們涉管動脈瘤。 衛力色環的變異,涉管動脈的發生是這樣的。 可不是那些前腰,可不是那些,兩側的大腦的淺動脈,基於一次性的動脈的時候, 然後對側的大腦的淺動脈的近軟,可以近到一個前腰的動脈的動脈。 這個導致的血液動脈的變異,一定把你對側前腰的動脈的七次段, 給你重刷,給你很大的這些血液動脈改變以後,希望咱們的動脈有,希望咱們裝了兩下數學。 所以說,我假如說,我這個病毒的衛力色環有變異的時候,可不是兩側的大腦的淺動脈,七維脈行動動脈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這個病毒的血液一定要保持非常的穩定,可能搞140,保持個130左右, 所以以後動脈的情況,可能會有很大的作用。 所以說,你不要跟衛力色環的變異,跟它排斷關係。 還有人認為這個衛力色環跟高血液相關。 你比如說,我這病很年輕,為什麼血液這麼高,什麼都是非常大正常。 這個時候,假如做了一個衛力色環,變異最明顯的時候,可能這些衛力色環的變異跟他們高血液相關。 所以說,衛力色環的變異,跟他們腦骨散,跟他們腦袋裡面體重非常多。 那麼究竟這些,哪個有定論呢?眼下是前腳筒的動脈表,是最有定論的。 別搞一下,周末的什麼定論。這樣,若不定論的東西,如果有利於咱們以後來做經營的研究。 所以,我們一定要注意衛力色環的變異,跟他們身經科,以及體重的相關性。 這樣是第一個,咱們的測試循環中統的歷史環。 第二個是眼動脈。 眼動脈是咱們的頸內、頸外動脈之間的測試循環的重要通道。 它所謂的刺激測試循環。 所以眼動脈呢,已經在頸內動脈和頸外動脈之間,非常大的一個橋樑。 為什麼?我介紹了一個僵式意義跟實際意義的問題。 眼動脈有問題的時候,靈狂咱們可以查出來。 所以說,我只能讓咱們現在說,神經認可待遇。 我其實覺得好多地方,你們都沒有聽訊器。 有聽訊器的話,你也是個單筒,你也不是個雙筒。 這絕對是錯的。 臨床待遇的聽訊器,神經認可聽訊器,要被顯靈的聽訊器,重要的多數不。 所以,神經認可聽訊器一定要最好的聽訊器,一定要有雙筒的。 所以,神經認可聽訊器,要以小豆給大吐。 關於大吐,其實對咱們神經認可沒什麼很大的幫助。 為什麼呢?你們神經認可,聽訊器,對咱們經讀動脈占銀的聽訊器非常重要。 不管經讀動脈,咱們雙五下動脈,咱們追動脈,咱們眼動脈,一定要聽訊。 何不但咱們沒訊的時候,根本就應該聽。 在冰華聽訊的時候,還無所謂,咱們有的是時間。 如果在冰華聽訊器,我就發現這個電影,就有一個早見的看訊器來了。 其實跟這個韭靈動脈占銀有什麼很大的意義。 結果,你一聽訊,你發現什麼呢? 韭靈動脈有很大的雜音。 其實韭靈動脈的雜音,要跟韭靈動脈雜音相比,韭靈動脈雜音的意義更大。 你想,如果韭靈動脈,那出現雜音,我說明什麼? 韭靈動脈占銀是逆入的。 逆入回去後,你想想,這個韭靈動脈一定是讓韭靈脈尋出一個紅西部以下的雜質。 要不然它不可能出現給韭靈動脈的雜音。 這個時候韭靈動脈雜音出現,已經說韭靈動脈占銀非常明顯。 不足以供用咱們同側的,或者對側的,老說者的供用。 這個其實韭靈動脈占銀已經非常非常大。 這個時候一定要注意,讓韭靈動脈給咱們注入炎治療,就不能把人打發作。 所以說,韭靈動脈雜音的出現,在臨床上對咱們說非常重要。 這就是一個韭靈其胸,解決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說了以後,咱們的心經一定拿出聽訊息來。 沒有聽訊息的話,心經非常非常不合格的這個臺服。 什麼地方呢?就是頸動脈雜音,瀉骨牙都沒有雜音, 臉動脈雜音,跟咱們嘴動脈雜音,都非常明顯。 所以說,晚上到時候,韭靈上已經是要拿個雙動脈雜音。 如果我沒雙動脈雜音,我記得我就說這個,我就短一個東西來。 那為什麼我會說這個,警示意義和實力意義的問題? 眼動脈的這種雜音的出現,說明眼動脈的膩脈。 眼動脈的逆流,對腦袋裡面的貢穴其實欺負了太大的作用。 但一個什麼,可以帶來一個什麼?警示意義。 說明這個兵,兜脈雜音非常厲害,要引擎你足夠的重視。 這樣兵,一定要守住眼。 至少咱們做一個MIA,或者CTA。 再評估一下,這個情況下車的什麼程度。 現在如果早期發現,咱們要做一個指甲也好,過托也好, 避免這些後面的一些很大的一些因素事件發生。 所以眼動脈雜音的咱們來說,非常非常重要。 一定有個兴趣的問題。 這是咱們的行星能力一定要拿起充電器來。 而且是雙孔的,已經比較單獨了。 這樣是咱們第二個,車子循環周處是眼動脈。 第三個是軟腦門的動脈。 它還手機什麼? 刺激車子循環。 原則上這個軟腦門的動脈,平時是不開放的。 它只是在腦袋裡面發生時間以後,它才給你開放。 它就是大腦前,大腦中,大腦後, 它摸著眼睛,衝著車子循環。 其實這個腦軟腦門的動脈, 咱們腦動脈發生的,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再一個是麥克風淺的動脈。 其實麥克風淺的動脈,車子循環不動了。 它非常想想見。 第一次,搭頸內動脈,或者麥克風的動脈, 它進到B车的時候, 它這個車子的來源, 可以供應到他們後部的一些立像削柳, 導致咱們一些供應當中的動脈。 這是一個麥克風淺動脈,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咱們一個車子循環, 它的每個周床。 採用的是頸外動脈和軟腦門的分支, 這就太重要了。 這兩個時候, 我們在做DSA的時候, 一定能評估到, 不是個軟腦門的動脈, 又沒有從柔外附近來的。 如果從柔外附近來的, 那麼這個動脈可能, 大小動脈是很大的意義了。 因為大小動脈最差的外面動脈給你進來的。 結果我說軟腦門的動脈, 我說固腦的動脈, 固腦的動脈, 一共有特色的重複, 這根本大小動脈都沒什麼很大的實際。 這是一個, 軟腦的動脈, 給固腦的動脈之間分支, 它們之間的分支, 這也是咱們特色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周重部分。 它應該是軟腦的動脈, 跟鑼外動脈這兩個聯繫。 你比如說, 僅軟動脈, 脫脈眼動脈, 與僅脈動脈的聯繫, 這是最直接的, 也是最快的, 也咱們是最容易辨別的, 就軟腦動脈, 僅軟動脈在這個, 弘腦部以下狹窄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特性脈, 就是這個眼動脈。 這個僅軟動脈, 臉動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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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動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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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只要有问题之后,它就应该倒流 这就是咱们脑胶感冰 咱们发生以后,咱们测试心怀 如果带上不过来,咱们就不可能发病 带上不过来,就可能出现一些点缓事件 这样是一个咱们测试心怀 构成大开架的六大过程 如果划断了 六大过程,咱们会有个类 哪个所谓一,哪个所谓二 哪个所谓三 往前后咱们回六就发现 一级测试心怀,就是一个密集团 就有密集团 如果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这个前后标准 所以这个位置之后,这个也就是咱们一级测试心怀 咱们重要的 弩论的一级测试心怀 咱们把这个两侧 两侧的大部分 两侧的前后的测试心怀 就给它免起起来 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调节就挺有很多的 那么这一级测试心怀 除了密集团以外,咱们浅试做的 其他的五个部分 全是什么,二级测试心怀 这个二级测试心怀 就包括什么 一个小脑动脑 这些呢,就这些软脑的 包括一些颅外血管的分流 这些呢,所有的这些呢 这些东西的软脑脑的 包括这些呢,所有的 咱们前面的五大部分 都属于什么,二级测试心怀 其实二级测试心怀,咱们老公司 这些软脑也不气得非常大 要不咱们的威力的话,气度大得多得多 这是一个,那么这包括什么呢 包括咱们软脑和温和质 眼督的温和质 幽脑跟软脑的温和质 包括幽脑和幽脑这样的温和质 这样子一些,老公在发生以后 这个二级测试心怀的好类 要跟两天、三天、四天、八天 两个里面、三个里面说不清楚 这个以后呢,慢慢的收择一些脑内面 咱们找出血管,这根需要很大提前 这个能够给它们一些 即兴起,基本配置就太大一个作用 这是一个呢,咱们说 从前面的测试完的周城 包括它们六大部分 同时呢,它们不在六大部分滚内 哪个一、哪个二、哪个三 大概它们之间都是一些 有些想念之间都有对一些关系 如果把这个呢,在脑里面有个图 所以说咱们一写上的东西,把你们注意一下 一写上的东西,你说不清楚的时候 总有一个办法跟你说得清楚 你比如说,我只要我拿名字表达不清楚 你比如说,如果拿名字 很说不清楚,咱们发一个表格 表格我不说得很清楚 如果不要说不是,咱们发一个图 所以你说,你一定记住 咱们这个表达不清楚的时候 一定有一个办法,让你表达清楚 就是说,图不行,我拿表格 表格都不用我拿名字 那如果拿头说半天说不清楚,怎么发上图 我说得很清楚了 一个问题先达到测试循环 咱们改变另一个方式 咱们这个表达现在你看什么 一级测试,二级跟三级循环 现在还有一个什么呢? 今晚测试循环 这个咱们先做得少 今晚测试循环,其实重要不重要 不过是因为我目前可能最重要 为什么咱们先脑瘟试循环 因为要先用从什么,先已经到这个病名起了 脑瘟试循环要怎么治疗 我自己想想,能不能从今晚上 咱们好好地专门专门的问题 脑瘟试循环怎么治疗不好 是不是已经经脑会有 如果经脑会就好 咱们脑部的脑部也更加会好些 所以说那以后,今晚是不是以后 脑瘟试循环要脱脱口也有可能 那么就是说,我今晚测试要怎么进步 有人说了,影响学的发展和进步 对那种经脑系统积极变治疗器的 关键的作用 其实咱们经脑系统在咱们影响学以前 对咱们经脑系统的诊断是非常困难 现在你发现以后,现在影响学以后 咱们经脑系统的诊断已经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了 多少个序列都能给咱们脑瘟试 大概我都能评成说这个中美的经脑的问题 现在就是说,脑部发生以后 经脑起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想咱们以后呢 咱们如果有可能,你们好好捉摸 脑部发生以后 东北的变化咱们大概看得清楚 脑部发生以后 东北的变化一样的问题 那么脑部发生以后 咱们还知道东北的读达 测试需要咱们的建立 那么在脑部发生以后,经脑怎么办 经脑就没有什么问题 这些又是和老周末的变化的问题 如果在各连导一些东西 东北经脑离色以后,经脑性的压力增高 那么经脑的测试需要带上 更增加学统的引流 如果测试需要不好呢 多这笔鱼血,咱们需要也就很过不去 是不是测试需要就不太好 不太好以后,是不是咱们以后就不太好 或者想说,原因就是这么 今晚才复杂 他自己说,这里嘛 有非常大的问题,可能不好呢 但不管怎么说 不想咱们以后 你好好做什么,你会在今晚上 能不能做两个账 如果你们朝鲜完聚言老公子在以后 如果你们应该能做SY以后 你们体会一下 在测试,在老公子 他这个周围,SY经脑是非常逾虚的 逾虚说明什么 这个经脑会就出租了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从经脑上做不做吗 西洋怎么办 那是不是经脑要做完一下 是不是更好一些 我想以后可能这是很大的一些问题 咱们以后做什么的问题 西洋有没有办法,没办法 在这一口就没有了 所以说呢,我想以后 脑狗塞的治疗 中药可能是一个突破口 以后咱们脑狗塞的治疗 中药已经会 给咱们脑狗塞的带来非常大的问题 我想咱们以后有 喜欢中业的人 咱们好好做什么精门的问题 还精门的问题 在咱们脑狗塞里面给咱们做 所以比如说咱们一些精门药 比如说一些咱们家说的 你比如说丁门胎啊 什么单身的 什么什么单肯病酸啊 还有咱们那个周小通 咱们这些重要 咱们可以试一试 因为你们要试一试 你们可以试一下 不看我这个哪个咬 就对SWI 他们精门循环 好和不好的问题 虽然我那是观察 这个温度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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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关系快十年了 好像是 咱们一说 这个病毒重要的时候 这个精门击分的好不来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刚发病的时候 你们可以做SWI 精门运气非常厉害 当然病毒回复好了 再多SWI 这个精门会有的好很多 说明什么 说明精门会有 在咱们这个 脑董色的诱惑方案 一定会有些帮助 咱们这个帮助 是个提到 咱们才不好解决 反正就是说 我这样危险的 冬孟冬色以后 精门这么多变化 这是咱们主要的问题 脑董色以后 我不看冬孟 它精门这么变化 那如果精门要了 怎么给咱们代仗 这种 这是我自己想的问题 眼下我们有一个 非常好的 评估的办法 为什么 你对咱们的CTA CTA的评估动脉 还有量表 咱们很认识 我们面前任何问题 比如我们有非常好的标准 有量表 咱们精门呢 怎么个评估 给咱们一个量表 咱们的故事 这就是说 其实我评估好的 咱们好的人 其实咱们管得好的 这大了慢 还想过这个问题 原理就是什么 今晚没办法评估 你一个很好的 你经过的办法 没什么很好的 这么一个量表 给咱们评估 但以后肯定会有 以后在咱们前的 各个序列上 肯定会产生 因为咱们前的 特别的核词 以后的突破 可能在核词上 因为核词的序列多少 现在核词的序列 大概1500个序列 你才用了几个 像1500多个序列 你才用了几个 你也想想起 你们刚才10个序列都还没有 所以说核词的序列 大都在用上 你比如说 现在是在别的地方用 就这么多 那里好像用了 别人说我用过来 可能1200多个序列 在那里方现在用了 所以目前咱们用了多少呢 我想可能差不多10个 我一看一看 我们下单以后 我收了大概是15个 在12个左右 所以说核词的序列 在那里方远远远远远不过 还有非常非常大的空间 所以咱们 情敌客代表 一定有种的核词 其实核词 这就是咱们先进的一个非常重要 所以当时一天 我想我想 我特地想把这个核词的序列 在咱们先进科 也怎么应用 我想跟咱们 特地想跟咱们闹一闹 这个完了 我想个半天呢 我怕咱们因为不太喜欢 我用过去 我们做的优秀 我们这么个人 其实核词的序列 对咱们更重要 有核词序列非常多 现在目前为止 咱们十几个序列 你说肺炎都可能 一定会非常大的 你比如说 我这边 这个脑袋里面有个战位 我应该做什么序列 除了咱们T1T2以外 有非常多序列也可以做 你比如说SWI MIS PWI 咱们增强 这种学校最大的问题 如果我入个战位 如果我是个胶子柳 如果我是个零巴柳 胶子柳 如果我做一个披萨杆 它一定是保管住 如果零巴柳 我做个披萨杆 一定是保管住 如果要是胶子柳 我做SWI 它一定是出血 那么这个零巴柳 做一个大 它一定会出血 为什么 因为零巴柳是干的 里面什么都没有 这都是细胞的细胞 胶子柳是大量的血管 里面干的血管 这个就是说 一个PWI 一个SWI 一个SWI 大量增强 大概 咱们脑袋里面是转业流 核子流 零巴流 包括咱们做的脚 这四大战备 都能得到清空之处 至少我一个80%到90% 我能得到清空之处 所以说 盒子的序列 咱们远远用得不够 并不是连盒子 盒子有历史的序列 这是咱们有时候 捉摸普通哪个序列干啥的 这是咱们以后 咱们一定要捉摸这个问题 应该把盒子 怎么用到它 用到它们的极致 这跟咱们新冠军的大夫 也很大的防御 你不要看 又说你说个啥 他们已经做什么东西 影像科并不是这个 能够许多做什么样的修理 所以看来 你自己用每个修研 就能够理解 所以咱们可能会一些帮助 这样就是说 军队车的循环 像咱们以后做我们说过 咱们就广做了一些 一节二节三节 谁能够评人家 这个军队车的循环 这一部分 就给咱们一些 咱们联网大夫 咱们一定要很好地管理一下 就咱们的军队车可能会有狂奏 那就是说 我第一个就是说 老总裁以后 我需要测的循环 那么我该怎么代仗 那么代价基率是什么 你光说我也测的循环 我测的循环 代仗怎么个代仗 怎么个启动 怎么个重建 他那基率是什么 这大概都是目前为止 咱们现在又能有 这个基率的代仗 一定被咱们省发的改变 咱们确确确以后 导致这一系列的推现 确确的程度 省发一些物质的改变 而咱们组织 对什么二雅化的 这种常动的应用 这一个呢 就和那里边关系 咱们这个代仗有什么 大革分这么个几个旗 一个是脑涮管的代仗 一个是脑工工的代仗 脑涮管代仗 怎么代仗呢 大革分这么几个 一个是第一旗 测试循环的储备期 第二个是脑瘦流的储备期 第三个是脑代谢的储备期 第四个是我们的更似期 就是说 已经会远了不同的代仗基底 但这个代仗基底 已经给它们平时 你自己别选择方式 你自己的运动能力很难 如果我平时运动能力很难 如果我平时运动能力很难 那么我能到这测试循环的储备期 有非常地功夫 这个时候断道弄在以后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说 如果测试循环的储备期 不考虑 立马就是什么 脑袖有的储备用 脑袖的储备带完了以后 已经脑袋写了储备 如果看这三个企 都浩劫以后 脑袖最后已经随从它 但是大家更容易去考虑复 这次一样 脑血管的代仗 有这么四个棋 那么脑工工的代仗 不知道脑的储备能力 有什么代仗 大概这么几个 一个是削业的储备 一个是工工的储备 一个是洁库的储备 一个是化学的储备 如果平时 我这个人呢 就储备能力修好 脑总裁以后 发生几个棋 所以说 脑血管的储备 给他们脑工工的储备 靠他们平时 你自己的积累 这就给咱们银行 存上钱以后 你倒是东西好 好吧 你就有一种钱可能 这就比肯定靠到你平时 那么一些 总和的方式的改变 咱们这些运动 这样就跟他们可能有些帮助 那么这样就是 那么脑袖完以后 其实我们的代仗 竞争分野分野 分野几个基本的代仗 刚刚咱们说了 什么工工的代仗 就是出个站 你这样子 就看不见 只是想想而已 其实我怎么看见什么呢 就是说 孤佑特质的代仗 跟我呢 潜在策子的代仗 包括你看 形式能够的策子循环 那么什么叫 孤佑特质的循环 我这个策子循环 我原来我就存在 我只有许多的时候 我不是拿出来 我不用 那么潜在策子循环 那就是了 正常的策子循环 要不起作用 那么在我当时有病的时候 或许多的时候 我就启动 这个时候 你这样就有个宵官的中策 咱们宵官就扩张 所以咱们才能弃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这就是潜在的策子循环 其实更有的重要 固有策子循环 原则上 就当老公司在以后 它弃过了非常大的作用 咱们的序话理想就是 潜在的 看不见东西 它发病以后 才能给你整周 给你弃到一个大作用 这是个潜在策子循环 那么先通策子循环来说 长下不弃作用 但是后续的循环 已经会弃到一个大作用 咱们看一下这个固有策子循环 咱们说固有策子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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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咱们有几个呢 咱们有这么几个 一个来说 陋嫩的策子循环 比如说陋嫩的策子循环 比如说陋嫩的策子循环 这些策子循环 都是咱们现在 固有策子循环 陋嫩的策子循环 咱们说确有策子循环 这个配德后的大动脉 其实大动后动脉 本来就是连九六动脉发出来的 本来的情况 其实在严格来说 大动后动脉 它就是九六动脉的分支 这一块你们可能说 其实我们已经说错 这就是本来就是分支 在咱们排而起 大动后动脉 就都是来一个九六动脉 由于呢 就是孩子长大以后 咱们出来以后 这个大动后动脉 从连九六动脉分出 最后呢 就归奥什么呀 咱们后勤完了 就发出了 所以咱们这样的 陪在乎大动脉 所以当时的大动脉 这个大动脉 就是九六动脉的分支 所以你说 大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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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就是有九六动脉的分支 你非要给你了 这就是有一个 陪在的发育过程当中 让九六动脉 当时的大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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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九六动脉 当时的大动脉 当时的大动脉 所以咱们就陪在乎大动脉 这样这个也未来咱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这个测的循环 还有什么 咱们永远三个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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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咱们一切 测的循环代表 这些非常非常多 还有一个是鲁林偶外 偶外偶外 跟咱们以前都有一些 很大的一些代表作用 那么这些浅测的测的循环 咱们一讲 就是软荡母动脉 是九里九外的 鲁白鲁白的 咱们这些软荡母动脉 对咱们这些非常大动脉 那么这个动脉的好赖 跟咱们平时那些高血压 谷西亚、李天宇都 跟咱们老杆的李天宇都 跟咱们的老广的 lim докумakter 有非常大的关系 就是 这就是潜在的设置循环,有你所有的脑血管的运线因素,就是潜在的设置循环,就是非常大的设置循环。 那就是咱们说,刚刚说了,我又给你脑血管带床,脑功能带床,我带床的途循,有潜在的,有固有的,有咱们这样的设置循环。 那么大概看看就这些,潜在设设计划比赛以后,谈那个漏得怎么走,后选比赛的谈头还怎么走,谈的主动比赛的谈头又怎么走。 这就是说,脑血管的载疼,并不间的是血液的载疼,脑血管的瑕疼,脑血管的瑕疼,脑血管好病病,脑血管就不确设。 这就是看见他们之前的那个呆肠怎么样,咱们先比如咱看一下,这个酒瓶动脉。 你比如说,我这个酒瓶动脉,我比如说,我呆车酒瓶动脉停塞以后,我一个酒瓶动脉堵了,堵了以后该怎么办,我这个呆肠口径是什么,我该怎么形成呆肠口径呢? 大约酒瓶动脉,大约酒瓶动脉的A端,这肯定很重要了,还有一个是后脚的功能带上,还有前后重的功能带上。 你比如说,咱们据你的每个例子,我一侧酒瓶动脉,躲到以后,那我这个血液该怎么流,我这门堵死了,那我脑袋里面的血液还不缺血,那我怎么办呢? 大约这么几个脱瓶,脑袋里面脱瓶的脱瓶是什么呢? 包括换车的,大约酒瓶动脉的A端和前酒瓶动脉如果发育良好,这就没什么问题,这肯定是可以通过前酒瓶动脉带上。 如果A的发育不好,那么会通过大约酒瓶,大约酒瓶,大约酒瓶,以大约酒瓶的脱瓶带上。 如果前酒瓶动脉带上,还有一个什么,他们联合的对抢。如果前酒瓶动脉发育不好,那么我从个患者偷叫弄来,我也没什么问题。 现在这样子的鲁内脉带上,发现我全靠都被给死换。 如果这样子,我是一个鲁外带上,我如果单车酒瓶动脉了以后,鲁内我带上备好,也就是说我鲁内脉带上那个微游侧的情况,单车不好,我已经从前车车的情况。 你比如说,我幼侧的脉带动脉,躲了以后,鲁内脉带上,才有点几个鲁内脉带,这几个头绩。 第一个头绩是,幼侧的嘴动脉,幼侧的正部动脉,幼侧的脉带上,幼侧的脉带动脉,这样算一件处性。 第二个是,坐侧的脉带动脉,坐侧的甲装腺上动脉,幼侧的甲装腺上动脉,甲装腺动脉,为何是,包括咱们幼侧的脉带动脉,幼侧的脉带动脉。 幼侧的甲装腺动脉,幼侧的甲装腺动脉,还有一点几个脉带动脉,谷整个脉带动脉。 幼侧的脉带动脉,幼侧的脉 dentist,�hmen,当了准痛脉,通过幼侧的厌动脉。 这句说,劳动脉以后,这些症化脉带从肚炷有,这样是解放,解放取消毒, right? 解放这个消防毒是通的。我们这个消防毒带是通的,他们这个除疯该怎么办? 痛拨你的DSA,如果没DSA,这一个肚炷才更早解。 藏着原则通胃 通胃优胃着 dingusache 动胃 所以说 老共生以后 这些代量都是有 这套是解惑土俊 解惑这个血管都是通的 那么这个血管土俊以后 土俊该怎么办 通胃一个DSA如果没DSA的话 这个土俊该跟里面走 这是一套是怎么见 这些呢 一些经文琴动胃 土俊以后 鲁林的代谢不存 无论是外来的一样 就这么个土俊 再也就是后脚筒动脉的问题 其实后脚筒动脉是非常好的测试循环 其实后脚筒动脉在咱们这一辈子来说 它大意这么三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就是说两个人都不沟通 其实后脚筒动脉大部分人不沟通的 他都明确也有用的 你们牵上后脚筒动脉 我去个平衡方法 我这个后脚筒就不开放 挺好 但是如果有问题出来 那我脚筒动脉 我想脚筒动脉 我想咱们后脚筒 那我以后还以后脚筒动脉可以往前进环头 所以说这个后脚筒 他一生在咱们面前说 他睡得不成定变化 要么从前要后 要么从前往前要么不去不动 这是一个后脚筒动脉的情况 在咱们人家一生 他会气得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战场的人 如果嘴都能赌了 不是说的容忍赌了以后 他会说也怎么来 他说是说的后脚筒 咱们脚筒动脉 身体包括咱们即使有了这一滴水的动脉 所以咱们一些嘴都能赌了以后 他得以前呆上土地的管理 那就是说咱们脚筒动脉 咱们那么谈什么车筒筒 嘴都能跟嘴都能迟练是非常大的 东脉 甲装一样动脉 跟甲装一样动脉 之间也很大的 我讲 那甲装一样动脉 他们之间这个车筒就非常好 是不是 停手动脉跟嘴都能迟练 所以说你别看后车筒 后车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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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宜良好就还要报很多 如果主动脉 mal triang 原则上主动脉 咱们的关系com 好像是,咱们管理就不是非常的理解 当然有必要注意,我这个人有供了以后 一定要注意咱们走这块工,是不是有卡的问题 所以一会儿咱们坐下,你这么管,坐这么多米上,咱就坐下 所以,你跟苹果老大认为工学不工学,一定要靠领埋,而不是靠领埋 一会儿老大可能对咱们来去更重要一些 这是演绎,老孔在以后,他做的循环,他能摘上了头巾 那我现在是,你说这么一堆,老孔怎么评估,他做的好,怎么不好的呢 现在又有一个学生的测词修学 就是说现在是,直连学科里面,也成为这么一个学科 咱们神经科有吗?神经科俩做不到这一点 其实你们有你的体会,神经科是一个神经论科 你说我看一个呼吸科的名,我一定看呼吸科,我不是看嫩科 什么意思?就是咱们现在是,按照来说,神经科给它们嫩科、外科 咱们是评级的,对吧?咱们是二级教科 咱们一级教科是临床一起的 另外现在咱们就说,嫩科、外科、神经科、耳科、耳壁头科、耳科、中心科、父产科 这咱们是评级的,说应该也嫩科,那个人发现什么呀?呼吸科 呼吸科发现什么?呼吸科里面,还毁了这种COTD 还毁了这种小传统一对的东西 咱们神经科呢?我现在就叫神经科,我们应该有神经,有嫩科 我从来我们就说,我们应该有嫩科,爽吧,所以我们有呼吸科 我们有心血管,这个带着什么问题 带着咱们以后的神经科的发展,远远的还不够 以后比如说,我就不说神经科了 我说我老转管兵科,老转管兵科,我一说我前行有吗?我一说我后行有吗? 老转科,我一说我免医,我一说我感恩 这样就说咱们一个神经科以后可能就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以后这么一个分治 咱们现在也有吗?现在也没有 所以在这个时候,为了咱们现在,各个人要先朝这方面努力 我以后,以后各个人都能够分钱,因为我就是这样 你看,那个,谁才说,我说外科开病学,有吗?没有? 一定都是,骨科,熊科,骨外科,除了我们一个人说 我看神经免疫科去,我看神经感染一下,我就看神经免疫科去 说明什么,他们的神经科的发展,远远的 所以你们已经从前来开始,一定要把神经科 各个人,他们咱们都自己,我看各个人都这么的答案 一定要把你的神经科,想办法闹出来 我就是了,与病毒,你认识答案,克 我就是了,神经感染的免疫科 我就是闹犯病,克,再投资一下 我就把神经科去,为什么就神经科了?看不见了,这样子发展起来 所以,与病毒,学生的发展,学生的发展,学生的什么? 测子读学,如果老学生病,我研究这么的测子 也过去不研究了,怎么成了这么的 这件事,这件事是一名学科,学生的测子,测子读学,多可怕 这就是,你已经分到这么个性了 所以说,这些测子学科,它涉及的概念非常多 比如说,循环系统,包括动脉,微学管,静脉 循环系统的结构,循环系统,循环系统的结构,棉脉,测子读学 这以后就是一个很老的发展 所以一直在咱们现在,在咱们,目前咱们三十二个医院 在咱们公立搞这个压轴的时候,你看天下要搞的啥? 天下一定不是搞你什么,你的血管课了 你搞了什么呀?血管课里面搞什么? 咱们经营走去了,搞出没这儿了 我都血管单元了,搞出没这儿了 咱们目前还挺清晰的,咱们就是某的好的时候 你看人家搞什么东西 这时候以后呢,我就自己要挑过这一波 只要变,天下永远开起,咱们可能成了 这样永远就开不起 比如说咱们目前,我们永远好 我们永远从来接入课的,落伍了 毕竟落伍了,非常非常落伍了 我们从测子走起来,这时候,这时候特定了 所以说,以后呀,一定要是,以下看得远一点 不要,以下来看看咱们这么一个分舟,远远远够 那我现在推广这么两个办法 一个是结构评估,一个是功能的评估 咱们都在提问,都提问说 我们永远向到目前做FaA,我们的问题 我们做CTA也没什么问题 我说做这些,遭用也没什么问题,都可以 这样,这就是结构学的评估 想到目前结构学的评估,平常大概够用 有点问题都不太大 现在目前是功能学的评估 咱们平常上都不,都查得很高很多 所以说,以后永远向学的发展 跟结构学的发展差不多了 那么功能学的发展,可能还有很多的合作 那么这个结构学呢,咱们包括几个 包括这么几个评估的办法 过去说,这个测子径估的评估,你发现了吗 一个,我在远远的时候,咱们做个TCD 你看这个,九屋小管评估我写的 这是咱们国家的指南里面,它能评估这么一个图来 所以为什么我写了一个呢 这个九屋小管听证了,就咱们听证了 所以你以后来这边,你找你开证的时候 除了说TCD以外,在门顶上,听证比什么都重要 你一定要听到九屋小管的听证 九屋小管两边都要评估,可能还不太重要 还去听咱们也评估 以后九屋小管评估,咱俩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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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 也评估,咱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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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评估 咱俩也评估,咱俩也评估,咱俩也评估 咱们有一次时间,荣散之后,咱俩也评估,咱俩也评估 如果我说比校图治疗的肯定是个DAC 如果那个治疗的简单化,咱俩也评估不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把这个警告,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捡起来 小管经级就在那边说太重要了,一定要把这个捡起来 所以插房的时候一定要充成器 不大金融的评定是不合理的 那么现在有这么多的方法评估 一般结构的评估 DSA CTA 包括咱们的MIA 公众的评估就是ASL 咱们息息关注 咱们核此关注 包括一个呢 咱们就回来了想 这都实现了 多种的评估 咱们看一下 结构评估 咱们大概看 咱们有多少 结构的评估 大概包括什么几个 咱们DCD 咱们CTA MIA 咱们DSA 可以走这些嘛 结构的评估办法 这个好像咱们各个应该 大部分都有 所以你看 对于结构的评估 应该评估太大 那么这一个 哪个最重要呢 其实TCD TCD 其实TCD 对咱们这最长的重要 它好在什么地方 它好但是 刻意上 反复地给你操作 这一个是嘛 它的创造成一个大 而且它是一个 对咱们脑桶子以后 需要管一切的东西 的改变非常重要 它不是TCD 就是那个脑桶子 这个 TCD的水平高地 就赶紧评估 对咱们评估的好不好 如果我们这个 TCD的大夫 反正 对咱们评估的很清楚 这个大夫过关 如果这方面 你找不下我们的 位置之法 那么这个 对咱们就不是一个 TCD的大夫 一个为TCD的大夫的好赖 就是位置之法 你给我闹清楚 我这个病人 学业前消灯有没有 偷消灯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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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消灯不改方 学业方向是怎么样子的 对吧 那么我这个病人 咱们评估的 打扰总部门 咱们评估的功夫很好 效率从什么地方来的 担远弱 买买买买买买 我们位置之法 的血液都已经听过得很清楚 所以说 一个TCD其实对咱们 非常重要 咱们评估的大夫 特别高脑小伙伴们 TCD的大夫 对咱们评估的很难的防止 他不是溶酸以后 也对咱们很难的防止 所以TCD咱们的 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咱们TCD上 现在说 在高榻 可能才开一个问题 你把TCD 给其他结合起来 所以说 对咱们CCD跟他们合 结合起来以后 可能对咱们脑血管的评估 非常非常大的提高 所以说 这个金融道部门 他说 金融道部门 其实他不是一些 直接的结果 他怎么通过 你这些血液学的东西的改变 血液速度 这些改变 反映我这个血管 是瞎摘 你还是不瞎摘的问题 血管瞎摘不瞎摘 他看不见 他只能看见 我血液说太快了 我可能这血液 可能血管就瞎摘了 至于瞎摘什么种 那不瞎摘的时候 你还是通过CTA 通过DSA 给他们验证 把视频到他们牌证 那不管怎么说 这个TCB 对最东西球的改变 他其实被那个CTA 并被那个MRA 整个抢很多很多 现在记着嘛 这个TCB 他又是以前 又是工农学的检查 又是以前 又有个性格小检查 你比如说 他可以做血液速度测试 同时他可以做 你把他这边找储备 咱们需要让储备的工农好嘞 TCT都能让他做得出来 这些人的TCB 记得非常重要 像咱们以后 用TCT 待护得好来 对咱们的性格 待护得非常大 对吧 再一个一种CTA 这就给咱们 太熟悉了 咱们用太多了 像这个CTA 这个CTA 就跟咱们的盒子一样 其实CTA 它的序列也特别特别的多 咱们现在用的 都能够 你比如说 咱们CTA的原始都不行 好像咱们各个医院 咱们都不怎么提供 为什么 因为这个原始都不想太多 它能有几千张 它不能给你提供出来 所以它那个原始不想 CTA带子 那样的盒子很清楚 所以就是你看一下 CTA带夫写的报告 跟他对待的那个东西 完全不一样 是的 肯定不一样 因为他看的是原始不想 咱们看不见原始不想 但好不好咱们放了一张 那算得不错了 这个相片非常非常多 它能几千张几万张 他就跟你爹 在一起 每个CTA 比如说他写着特别的细子的时候 你可能找不见 比如说 比如说 CTA的重压重压重压 还有咱们CTA的密破重压 其实CTA有密破 咱们SW有密破 什么里面有密破 密破就是这样的 血管的重压 你给咱们SW的密破 没有问题 SW密破以后 就是说 光看你进来 什么都看不见了 你的进来树 跟你看得非常重复 不想像咱们三星手 这方面做的不多 所以说 我这几个CTA 最大密度的头像 咱们说 CTA的密破 你把血管的树 看得非常清楚 咱这个头像又是W上提供 散向CTA的贯注 还有东台CTA 其实东台CTA 几乎就你DAC是怎样的 如果我这个医院 我能出现东台CTA的时候 那么我这个DAC做不到都差不多 从他们来说 它都不太给你看 其实这个东台CTA 咱们第一个过来 一定是早去早去用咱们银床以后 咱们中国来用的不太多 不看以后肯定会有 这就是说 CTA有这么多一些 CTA的一些 评估咱们测试情况 这本来的序列 那么咱们现在用什么用的最多呢 其实咱们现在用那个CTA 在银床上以后 都有一些呢 细乎换足 咱们都差不多 就做出这个图像而已 别说图像咱们用的 所以说 CTA有的开发 咱们还不够 CTA几度不错 我还想用一下 用软件 如果今天弄了一张软件 那么这个CTA 如果有再好的CTA 再好的盒子 用软件 就是一堆肥银 没什么意思 对吗 或者就是说 散电流的盒子 不管了以后 盒子不错 一个序列都没有 一个软件都没有 那这个肥银是一样的 没什么很大的区别 所以说 以外呢 有监有监 这软件就看不出 买得非常好的一个盒子 结果什么系列都没有 什么 那你 那就是没什么 海拔是一样的 这是咱们说的CTA 那么这个CTA 对咱们的一些 测试软件的进步 它们坚定在DSA的基础上 其实它又好多的 他们评价这些系统 评价这些量表 都来源咱们的CTA 都来源DSA 它说什么 DSA 所以咱们的CTA 介绍咱们改建以后 它自己把它改了以后 导致一些 它的这么些 评价系统 现在其实这些 这些评价有限的 咱们那个5G有分值的 就是说 0G的 5G上去说 虽然是 循环不好 但是呢 就咱们这些 一些脑子 脑子 这些带上功能 几乎都看不出来 5G的时候最多好 0G最多好 这个就是他们的屏幕系统 比如说 你要是有机会 你可以看 这个是一些固定的屏幕系统 这样 这就是咱们说的 就是这个测试CTA 这就是几乎CTA 这个什么呀 颜色土 这个颜色土 提供的信息 要给咱们 给咱们 那个很漂亮 那个土的信息 要提供多多了 那因为这个图很多 其实是 我看一个别人还不错 把这个图还能给大家提供一张 其实很大 很大意外 这个CTA 这个图全都可以用 其实说 如果你们一边有可能吧 咱们提供这个图 就咱们测试去 我们的评估 其实可能有很大的用处 所以在动作CTA 它就是这么做的过程中 CTA做的过程中 让你谈出一个确流的速度 那么我们都从动脉器到静脉器 会多长时间 那么静脉器过了以后 我的出现有时候动脉器了 那么这个总定的是 咱们的MTT 平均具有 延长很多 这样就是说 这么CTA 咱们前面呢 就是说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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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A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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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这个地方表现 那么这个M&A咱们做的就多多了 因为M&A很简单嘛 这几点打药的 这么M&A的钱都不打药 所以咱们M&A咱们做的还是很多 就挂这个转换琼箱 又是非常多的 你比如我老婆说嘛 你像一个赫紫商 就1500个序列 他说什么地方来的 他非常多 那么就是说 挂那个M&A 序列是非常多 挂那个M&A就几十个序列 那么这种序列 咱们一样 其实咱们一样用的这个 就是个散地靠谱 别跟咱们一样用的都不太多 其实这个 挂那个M&A 它就咱们拼过 咱们小杠的兵工学 就非常非常多了 只不一样咱们用的更多 咱们就这个散地靠谱 咱们原来还是二D呢 一种钱都很好 咱们用散地靠谱 散地靠谱以后 就不要闻原来的 就又好了很多了 所以现在你们定量的 还有咱们一些 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解决其中 那么这个M&A的兵工系统 其实M&A的A 对这一件 未知之黄的兵工系统 就非常非常了不起 也就是说 它有一个CTA 比那个M&A 对这个世界 未知之黄的兵工 都差不了很多 但是前循环 后循环相比以后 它对这个后循环 就不是苹果前循环 的话 如果苹果这个前循环 未知之黄的电影 M&A就多了 如果苹果这个后循环 如果你看朝鲜性 它可能会有这问题 这个时候 你还没靠 GTA或者DAC 也在评论 这是一些 叫弗莱的搞信号 其实弗莱的搞信号 代表这个测试信号 并不很好 你看 你看这个弗莱的搞信号 你看那边测试信号 非常的差 所以说这个弗莱 对它评估它们一些 测试信号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些问题 所以你觉得 广州弗莱的这些东西 不是 弗莱的看说法 很重要 你看这个 这个T度是大 对它们来说 也是很重要 由于咱们一样轮到相手 什么叫TLST 什么叫SWI SW什么叫相位相 什么叫腹肚土土 什么叫蜂肚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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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个土土是每个土的序列 每个土跟每个土 有很大的相关性 所以咱们永远 先进化大夫 一定要把土的序列 只能给它们成立 一定要知道 每个从相序列 它怎么可以来的 要么咱们有可能 对先进化一定提高 所以我们先进化的发展 来靠影像 如果没有影像 先进化什么能够成立 所以说 先进化大夫 一定要给影像大夫处好 这个影像才有提高 所以影像对它们以后 帮助非常大 这样是咱们说的MI的问题 这样DSA的评论 我们看它们的低标准 因为它做了它这个工作的电话 它的评论性能非常多 咱们先常用 这当然是它的评论系统 那这个评论系统 可以改良 从CTA方面改良 所以DSA对咱们 评论系统也是很多 这是DSA 谈的一些 这都是一些 DSA 其实DSA的评论 评价是二级测试循环 估计可能简单是最好的 你比如说其他 你的评论二级测试循环 你还真是很大的评论 你比如说 我MI的评论 CT能堪移部分 但是DSA就没问题 所以说 你要评论这个 二级测试循环 它不是软了我们测试循环 恐怕就是DSA 你只把这个评论 你只把这个评论 我软了我们测试循环 评论 评论好了以后 我们觉得咱们下一次该怎么办 我需要不要打枪 需要不要搞介入 如果我这个做DSA以后 我发现二级测试循环 它不是软了我们测试循环 非常的丰富 那我打枪就好运气了 这就是说 我从外面进去 那我怎么从里面进 从中文靠里面 咱们有些介入 不知道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DSA 就是咱们的评论 对吧 这个间接评论法 就是咱们说的 公众评论法 这咱们都是一些 比如咱们现在是厂用的 有什么几个 一个CT 一个核子 一个核子 一个SPIKE 一个PiT 这目前咱们用的比较多 那么这个CT 有这么多 有这么多的一些东西 因为间接关注 有CT关注 有核子的关注 有咱们一些PiT 目前为止都用的比较多 其实目前为止 最简单 咱们用最多的 材质是什么呀 CTP 用的比较多一些 那么这个CTP呢 用CTP的文明 注意看 那么CTP呢 有这么几个阐数 其实躲在咱们图上打的 你注意看 如果你好好看 那么CTP的片子 它也有这么四个阐数 一个是老乡有量 老乡有量 一个是平均时间 就是达成时间 你注意看 这一定会在什么 就是咱们那个片子后面 这四个文明都有 这都特别特别的小英文 你看你看 那么你看 拿那个发达去看 然后你不好看 就好得让它 咱们一档统一档输来 咱们一档 咱们一档输来 给咱们转给咱们 转给咱们放大 这四个阐数 一定会有 所以以后 你要看CTP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四个 才能找回来 那么CTP你买看 这四个阐数 对咱们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说 需要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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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时间和大部分时间 这是一个 咱们已经要找回来 这四个阐数的一些 不同的一些改变 代表这个变文 是一个 代表这个变文 我是一个共赛 我还是一个 班安呆区 他最统设 他最统设 就把CTP 都非常非常重要 比如说 MTT 给咱们 CBF 给咱们 CBV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是 散战员和我们的 CT10 你去什么的软件 我们刚才身上不长 你看我们那边 几个来的 闹路车也会靠 CTP CPA 就把你啪一下 就这么多出来 这样就是说 目前就是 所以不靠里面的时间的问题 你看过这边 就是这四个阐数 都有问题 这本事可能就这个软件 在我们的情况中说 所以我其实这个软件挺好 你看 所以这个时候 你注意看我们 那边散战员 既定是以后更做一对融体 已经有一个CTP CPA 加上了一个CT 他就把这个 都给拼回完了 给我们的软件 这个软件状况还上 这就是咱们说 那个CTP 它能去重败 你看你已经 MTT 打厂 但CBF还可以 就本应 应该拼回不多 就GD级统的一点点 这样就是咱们说 那个CTP的评估 CTP的评估 他们以后就做了什么 他们以后是 CTP呢 以后控制咱们 老公司 以后对那个 周族床 跟时间创 他们之间一个 建议很重要的 就是咱们的 CTP的问题 这CTP 就是他们的分歧 对吧 还有一个咱们说的 ASL 其实ASL呢 正常是一个 东莱资源的表现序列 这个序列现在呢 在美工早就早就有了 咱们山西省 这个做的都不好 其实这个序列呢 要被咱们的 要被咱们的 M&A 可能要好很多很多 而且这个序列 还能做静门 这个序列最早是 两千二五元 做的最早 像这个序列 就包这个序列 又很多 又是你们来从事的 连续式的 包括他们来 讲连续型的 所以我就说什么 就是说 我刚刚说的 一百五个序列一点都不夸张 每个序列都多了 这一百五个序列 你说 我这个序列 你就就是这个 二百三岂 什么不是 二百三岂 二百三壁 就是我每个 我每个 我每个 我出现 我这个 我出现 零件那谁 每年就是 都有一種非常大的學者在這裏 所以就這個SL 學者說起來在這個動脈增強領域 它是這麼一個東西 這裡面有一種非常多的一個學者 說實話 學者有非常多 這就是說一個學者擁有的好 一個一萬多 給咱們腦袖革命治療可能會很大提高 比如說咱們就鬧不清楚 去到天上來 咱就鬧不清楚 為什麼 因為他們領向太強大了 這就是咱們的SL 像他們以前用SL,它有很多 它也能平級標準 零級一級 而且三級 那麼SIMA5沒有 就是SL一堂一個平級標準 這次一組呢 結果規矩很快有 我聽說哪個要求的系統 umIRL 我想 它也能用SIMA6 那麼就是說 幾乎這麼多的情況 我選哪一個七十公里 像他們一說選哪一個管理 多麼 把這個介面結果選擇肯定比較分離的 這樣是一些指南法給他們建議的 那么这一级 比如说 当这个老公车以后 我又用这个 咱们的DSA 谈论车子量不了的时候 又把这种东麦质量的从前去获赢 一级会先 零级证据 这种级别是最高的 所以目前还是一个DSA 级别最高 会将证据的级别也高 会将级别也高 其他的可能就会差一些 都是大级二级级别 那就是说 我这个屏幕发挥什么用 第一个说 我说 脑梗死 我在这个测词循环上还是什么表现 我脑穴穴 我是什么表现 脑功能不好的时候 还是什么表现 我脑穴的变化才是什么表现 他主力 比如说 脑穴穴的变化是什么 脑梗死 穴关下载 测词循环的障碍 脑穴穴的底关注状态 这平时 这就已经是脑穴穴的表现 如果我说 局部血流的因素说 血管是否狭窄 测词循环是否开放 脑穴穴穴穴穴的速度 这就可能 这就说 每一个东西 我有的苹果局部血流 还有苹果脑穴穴穴穴的功能 还有苹果脑穴穴的关注压 每一个东西 每一个得打给 这么一个 苹果他们选择这么个项目 这个囚组就是说 测词循环的ถ弹穴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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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穴 所以说测词循环的 其实弱穴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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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贫护的干涉 没什么意义的 我贫护已经是比较治疗 如果我比较治疗 我就不贫护它 没什么任何意义 那么贫护为治疗的大概是红了两大类 我一个是给你们开放 直接给你们开放 什么呀 溶酸 咱们放指甲 这最合理的 我直接就给你开放 对吧 咱们说中国这些 大小也好 放指甲 不管怎么 我把刷刷给你打成 这咱们是最好的 最直接的 那么我坚定的就是什么 体外坦博 咱们少个生育血 这样子一种 这样子的病毒就会少一些 他们有很多反驳 其实 过去体外谈ือ我们说咱们想 过去体外谈论特律作 现在现在这些地方还有 特律作反驳 现在咱们就是说 咱们生育那种反驳 没办法呢 我就无法 那么又要什么要最多呢 现在目前这么说是 既然特律讯法什么要最好的 就是说我这个凑指甲的形容法 最重要是保护我们的缺反结构 这个就是恢复和扩张我们的 特律讯法的关键 这个就是选顾前的特律讯法在生 这个就是说 安全不可以的 那么这个也让咱们现在有没有呢 其实厂家说都有 都做的这一点 咱们现在用的什么最多 你们是不是都要体会 那基本上用的最多 而且用的就是 它是我们的就是 我就是要 改发我们测试循环 就是要保护我们的先例体 所以化学目前的这种字 它用的最好 咱们也用的最多 根据我们的测试循环的问题 现在这种说 我不管你什么时候用的问题 现在目前这种国内 就代表目前为止 咱们国内一些 咱们目前为止 咱们心心刻 咱们知道的一些现状 不然就咱们这边的现状 注意看 这张表上其实 只有自己想着办 想着什么样表 比如说 我这个病人冲来了以后 我一分钟来 这可能性不太大 我三个小弟呢 我干什么活 我三到四点五小时 我干什么活 四点五到六小时 我干什么活 六到九 九到十六 十六到十四 说我什么点 我干什么活 这些都是死的 其实这种是 非常这几个固定的模式了 感觉现在就差不多这么个点 三个小弟呢 三个小弟说 肯定是说算 那咱们这两个小弟 他还是个人算 那么这两个小弟 我说到六小时 跟我有办法 咱们的尿尽美 包括就没办法 包括已经有其他的一些办法 咱们看一个尿尽美 这么一个手段 那么就说 在我其他 在我记者上 躲过来的时候 后续六小时以后 这些高医院的水平高低了 这种可以介入相关 这种这些体会 一个医院的水平高和低 只在六个小时以后 六个小时以内 差不多 哪个人有水平也差不多了 那么现在就说 那我就说 我在我这个 不怕什么情况下 用什么药都不错了 包括我现在一体监测的循环 就我只有一体 汤氧化跟床 这边炒的都不错 这是个中心的问题 这就是说 目前为止 只要这边炒的都能炒的循环 以后 那么跟着保护县人监测的循环 这个东西也跟他说 所以说 这个英文他就说了 他用过几遍 他能改完测的循环 监定这些保护县人的循环 自然咱们现在 咱们用的都非常多 那几乎都这么没有 而且咱们现在 没什么药可用 你们想过没有 就是说 老肯在以后 你们自己想想 咱们老肯在以后 只要咱们脑袋的药有几个 就只要脑袋的药 阿斯匹林 他用这个都不算 所以我脑董死 整对咱们脑董死的药 有几个 其他五个都没有 你说 一个咱们现在用什么 一个就是 咱们索敏那些丁本炭 一个咱们索敏那些 优维克林 对吧 还有咱们说呢 一大大粉 就这么一个药价 咱们现在还不能用它 你还有啥呢 好像有个中药 所以这其实一发现 老肯在以后 整个老肯在以后 整个老肯在以后 家里就没有 几乎就没有了 你说哪个药 我整个咱们脑董死的了 连五个药都没有 好多一个 你咋让人家给咱们提出了 所以你看咱们 就这三个药 所以你们现在用啥 就是个人 你们还用啥 没啥可用啊 因为咱们没这方面药 如果这两个有效 如果没有药要得不断 如果不断药可用药 那可多少钱呢 这个同一个同一堆 咱们重药治疑以后 都可以用 哪个能被咱们 血脑纸杆上的 没有 这些纸杆上的 只有你跟咱们老公司 相关的血脑纸杆上药 就算三两个药 这就带给咱们的 身经科病人 住院以后 除了恐怖咱们的 危险因素 对一种治疗以外 这种针对咱们老公司 要几乎相对 我这种药可用 所以说这个药 如果没有用的 它就用什么 所以可能就是 更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说 又是九十年去的 又什么的 我都觉得这些药 你觉得是药又 像这些老车干杯的 它有疗症吗 你疗症就说 就不应该疗 它一个中心也有疗症 这又是不是 这就是说 咱们那个药 都一天就会用 那不快这么说 除过这以外 其实呢 这个监力侧的循环 任何一个药 只要治疗的药 都能监测的循环 你比如说 康水监犯药 你不能监测循环 完全可以监测的循环 是吧 我控制不限因素 不禁我监测的循环 而且还能发动 测试的循环再发展 对吧 我看我们主要的话 强化泰晶 这最好的监测循环 其实泰晶是个 最好的监测循环的药 它有康氧化 它有康炎 它有康炎 所以说 泰晶的药效 远远不是康炎晶 康炎晶 是泰晶的 连十分之一药效 都不是 可能连百分之一 都那么大一点 泰晶的循环 最主要是什么 康炎 它对北线六 它对北线一 它对CRP 它对咱们 我呆脸的鸟效 都不适合 一个削子 降下来 给我呆脸的鸟效 是吧 我理想就是说 我这个判断 这两个人在以后 回复我鸟效 我就会删了一下 好想给我 将削制 这个 我一会就 这一部分鸟效 都规不到我将削制 它一个大的日本水平 那这里面 一定规一个什么呀 它对你将削制以外的作用 可能就是一些 抗现的问题 那么 我结构性的储备 我多么少量的储备 总是给 康多么瑜伙 这个小管 不准一些 厕制循环的发展和发展 所以目前就在那里面 这就是说 即使是一个 监制厕制循环 远远不大一个人 中国就能够发在一起 可能建立 应该让我们厕制循环 所以 由厕制循环 也没有比较靠 哪一个要跟咱们 监制循环 对吧 那么以后有个问题 就是咱们由厕制循环 该怎么办 所以说 现在目前就是 领想跟厕制循环 认识 现在不太够 但是有的咱们提到 第二个是 厕制循环 刚才目前有的那些问题呢 评价表示并不够 没有一个非常好的 评价标准 可能以后呢 可能以后呢 可能以后 有些 就暖山起来 这个 厕制循环呢 感应出的现在也不多 现在正因为你感应出的 你只认为 这个厕制循环 那种有效的药物 不管你 实验做得好 不好 可能目前有 有非常好的一个药物 很好选择 刚才目前有 就是一个 对我们看 很久 有点 很久 很久 给各样 其他都不太充足 所以说以后 那个厕制循环 以后的评估应用 他就很长的工员 做很很长的路要做 好嘞 谢谢 谢谢 那咱们下面就用 热烈的掌声 欢迎 给他们一次 一个精彩的分享吧 好 谢谢段主任的介绍 也非常感谢大家 在这么大下午的 正瞌睡的时候 请来听我给大家 评估两个病例 我是来自咱们台湾 总医院神经内科的 郑国勇 我给大家分享 两个曲单的病例 我们知道在2014年 2015年的时候 陆续在新英格兰杂志 还发表了我的总编 820研究 这五大研究 奠定了咱们急诊 急诊炉内大动物的地灾 介入这道的春天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五篇文献里面 它通过这个图表 可以看到 红色的是 机械曲单治疗 乔接加西的 机械曲单治疗 然后蓝色的是 普通的内科治疗 或者是 静患溶酸治疗 可以看到 机械曲单的疗效 明显的优越 静患溶酸 那是不是咱们 大动物的地灾的病人 都可以定名曲单呢 显然肯定对我这个简单 我们可以看看 这幾大研究的 这个入图标准 第一个 MRC研究 这个研究是入图了 大到的等待 并且进行了 组织灌注的评估 因为它这个 你看别的研究 都是六小时银内 然后这个研究 把这个时间 破到十二个小时 但是它 进行了这个组织灌注的 评估 要求一定要有 这个测试代表 就是刚才这个 侯主任给咱们讲的 这个测试代表 对咱们这个 急性取分的 这个评估 是特别重要的 第三个研究 是X-type 这个试验 这个试验是 入图了 发病四点五小时内的 前循环的大数码 地塞 也是要排除 大爆的梗塞 并且也订成了 这个组织灌注的评估 要求要存在 这个区域半带 最后一项 还有一项是 Swift Prime研究 这个研究也是 入图了 发病六小时内 前循环的大数码地塞 排除这种大爆的梗塞 也进行了 这个组织灌注的评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大型的这些研究 它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 首先第一 都是进行前循环的 大数码地塞的研究 对于后循环 目前还没有 相关的证据 第二个就是 要排除大爆的梗塞 如果已经形成 大爆的梗塞了 这样的话 这就没有多大的意义 所以我们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 总结一下 第一个就是 它进行了一个 临床条件的一个限定 就是要求 这有一定的时间范围内 大多数的都是在 六个小时以内的 其实有一项研究 是扩到了十二个小时 并且对这个 初中的程度也有要求 第二个就是要 进行这个 多么的影像评估 首先第一个就是 要排除这种 大爆的梗塞 第二个的话 要咱们取栓 它能做到的学会儿就是 大爆脉 最远是到前 当到前都没是A2端 当到中都没是M2端 第三个就是 要存在这种 可以挽留的区域组织 也就是要有 中等程度的这种在场 并且要有这种 区域班员带 如果病人已经 六区域班员带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都说这个 介入这道的春天 来了 那咱们要让病人 真正见到这个春天 它需要有 以下几个基础 第一个就是 我们医生要进行 这个病例的 严格的筛查 也就是得 找到这种 合适的病例 第一个就是 它得用这种 可以挽留的区的组织 这个是通过临床和影像 来进行评估的 第二个就是 我们要选择一个 合理的介入治疗方案 目前研究最多的 还是这个 静脉融栓基础上 进行这个 桥接的这个区域治疗 第三个的话就是 得有这个 高效的整料留处 就是咱们在院外 一定要减少阳污 院内也是 到了院内以后 尽早就肯定地进行融栓 然后积极地进行 这个动态开通 下面我刚才要汇报两个病例 第一个病例是 一个张某男性35岁 他是来我们医院的时候 是促促了 言语规力半途 这之地无力六个小时余 希望能有高血量 没有糖尿病 那个人史实平时 就是有十年的吸烟史 每天大概是一包 入院的时候查体神之清楚 言语欠流力 左侧的治疗基础是个三体 一瞬都浅 你死定是个六分 当时我们做了一个急诊的CT 可以看到在这个 右侧的大脑中度脉 取有一个高密度里 考虑有可能有血栓 所以我们给它 在急诊给它进行了一个 噪影 噪影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右侧大脑中度脉 的这个上干式的一个 地栓 然后我们给它进行了一次取栓 这个病人一把就取通了 取通了 病人症状明显的缓解了 第二个病例是一个 林某男性42岁 他是发现言语不利 左侧身体无计三个小孩来的 既往的话也是高选三年 痛风有多年 有吸烟室 平均每天是五只 在急诊的时候查体 是个失去状态 左侧 leuk是二�� 左侧的肥身够浅 发病是稍贩性 入院以后呢 他在意识进行加工 逐渐到暄故隶状态 体格达到辆六分 我们也进行了急诊的 Saturday 我们也进行路这个肥心体 可以看到这个 轴动脉的肥脉 可以要有一点ertos 根不过 然后我们给他进行了一个 急诊的介入 通过这个噪影 可以看到这个 右侧的轴动脉 是一个发育鲜梭 它终止于小小 Matth后下动脉 左侧的追踪板是一个优势车 然后它在追踪板的V4段 已远是一个B塞的 所以根据变成的情况 我们给它也进行了一个机身的接触开通 这是我们把这个支撑道板到位 到位以后我们把这个 微导板送通过 穿过这个B塞处然后送到这个机身外 微导板里面照应显示是 到了真枪里面然后我们给它进行了一次取穿 取完以后第一把取完以后 可以看到这个 微导板进到这个雪山取出来 但是它这个雪山远端还有 然后我们就进行了第二次取穿 第二把取完以后可以看到机身外 上的户子们都显影了 但是从这个正面上看的话 但是里面雪山还是很多 所以我们又进行了第三次取穿 第三次取完以后可以看到这个 机身外接上还是有点雪山 然后左侧的战马后头相当上是通了 但是右侧的战马后还是闭着 这个病人因为第一是他当时已经取了三次了 一般情况咱们取出来就是最多做三次 这个病人取了三把 然后当时在台上的时候 意识已经逐渐的好软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收 就把这个病人下台了 通过这两个病例我们可以看到 两个病例经过这个机机的介入治疗以后 都明显的获疑了 但是第一个病人我们一把就通了 很容易 第二个病例只有三次最后还没有完全再通 没有遗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把这五大研究拿回来 进行了一个病例的回顾 接着文献的回顾 我们发现这五大研究里面 他入住的病例大多数都是白桶人 这一部病人里面 他这个心脏病的比例非常高 特别是防瘫的比例比较高 在这些病人里面 西元性脑酸塞是一个最常见的避灾原因 而我们亚洲人群里面最常见的避灾原因是罗内动脉硬化 这就决定了他们有可能我们有可能我们的这些病人 不一定都是单纯的进行支架取权就能获益 可能就是我们 现实的这个生活 现实中 我们的这个取权可能没有人家文献上 报得不那么好 最多我们分析有可能就是跟他这个病 这个人种不一样 导致他这个发病的这个 避灾的这个原因 不太一样有关系 我们可以 知道这个罗内大球馆避灾 它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么几大类 一大类就是栓塞 一大类是原味的血栓形成 还有一类是容易的动脉夹层 动脉原性的 我们知道这个栓塞它有两个大类 一大类是动脉的就是栓塞 主要就是由于病人有动脉硬化 动脉硬化的栓块破裂了 然后往远端 再有栓塞跑到远端去 然后把远端的血管抵了 还有一类就是夹层 在夹层里面形成血栓 然后脱落 引起这种动脉的栓塞 第二大类就是咱们常见的新原性的栓塞 主要包括金房 史币和半国上 形成的这些血栓 原味的血栓形成 它主要是在乳类动脉 中央硬化基础上 形成这种栓塞 导致了这个极性的血栓形成 第二大类就是动脉原性的 这些动脉原性的栓塞 第三大类就是咱们的动脉加成 通过这个示意图可以看到 对于咱们这个栓塞 栓子容易停留的地方 主要就是这么几大类 第一个就是在血栓分散的地方 因为它这个栓子脱落下来 它会沿着血栓往远端跑 在这个分散的地方血流 这个血栓由粗变窄 然后一个水栓正好就砍动了 这个分散的地方 这是比较多艳的情况 第二大类就是在这个 局部动脉硬化的硬化面 局部动脉硬化下的基础上 它本身在这个血栓碗上 形成了一个狭窄了 然后栓子在往下流的过程中 到了这个狭窄的地方 正好砍动了 第三大类就是因为 这个血流动力的变化 特别是病人 假如说护胶动脉特别发较的时候 它这个护胶动脉有 有从前循环向后循环的一个压力 然后是继承 追动脉往上的压力 它这两个正好形成一个压力 它的时候 如果形成一个压力平衡的时候 栓子容易在这个地动脉 这个地方停留 所以综合这些 可以看到这个栓塞 它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个就是 它这些血管 一般局部条件都比较好 像这些就完全血管 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因为栓子脱了下 它要砍断了 包括这个基础动脉上 这个即使它这个 有动脉硬化 但它这种斑块 都是很稳定的斑块 只是因为形成了一定的下垂 所以栓子掉下来以后 在这个局部砍断 所以它一般这种栓子都是 这种栓塞 它一般的局部的血管条件都比较好 第二个就是 它这个血栓的复合量都比较大 一般咱们栓塞的时候 血栓复合量相较大一些 正是由于这个 血栓的这个局部的 这个血管条件床比较好 然后血栓的复合量比较大 所以像这种病人 我们进行取 急症溶酸的时候 可能因为它复合量比较大 溶酸开始相对低一些 然后这也必定的 它取栓的效果又更好一些 取通以后 这个局部的血管 因为它血管床比较好 所以取通以后 给人的再低塞率 这也比较低一些 而这种原位血栓呢 它跟那个病状的地方 就是一大碰 就是因为这个 动脉的一个急冲度的侠缠 侠缠以后 由于局部的血流缓势 然后在远端形成一个 慢慢形成血栓 像这种的话 我们取栓的时候 有可能取完以后 它就因为它局部有侠缠 我们在支架收支架的时候 会把这个局部的 这个内膜再撕裂 然后很容易再形成成 第二个就是在这种 本来侠缠不是特别的重 但是由于它这个斑块 不能进去 它这个溃阳斑 它这种斑块反复的 拓列出血 然后再局部形成血栓 所以说像这种 原位血栓形成 我们一般取完以后 可能比较用的多的 一个要就是 血流血栓 这个药 对我们这个原位血栓的话 它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如果好多病人 我们在台上 经常遇到 取通油效果挺好 弯差实际中又毕业了 可能就是跟这个有关系 因为它这个本身这个 本身这个局部 它就是因为 反而破裂引起的这种血栓 我们在取完以后 把这个撕裂的帮位 又给它再次撕裂 它可能很快就又长血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原位血栓形成 它的特点 第一个就是 它本身的血管 它还是比较差的 血栓的一般这种 血栓复合都比较牢固 所以说我们取栓的 效率相当于比较低一些 第二个就是 我们也得分析 这个血管的 这个 应变血管的一些差点 如果说我们看到 这种相当取栓 复合量比较大的 我们可能取栓的效果要差一点 第二个就是 假如说对这种 有穿式的地方 我们可能只能是 上去一个导管 它融开 或者是把它取出来 如果我们急诊 不敢给它贴支架 但是如果是在 最后面的那边 这个没有分质的地方 我们甚至都可以 直接上去贴支架 而不用进行取栓 取完以后 有可能把这个 局部的这个 被膜再次撕裂 直接贴支架 也是一个 可以选择的办法 所以综合上面的 这些分析 我们觉得 可能有预控定 因为它是不适合 进行单纯的 指甲取栓的 还有一大类就是 这个动脉炎镜 或者动脉发育 像这一类 它就是由于 局部的这个血管纤细 像这种情况 无论是取栓 或者是支架 支架 支架 它这个临床的预复 都不会太好 但是像这一类这边 我们目前没准备到 因为它确实发育率 相对比较低一些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我们就是第二个 取栓的病例 通过第一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 在前行完藏眼的时候 我们当时已经看到 肌肉脉尖是显影了 其实它这个可能是 可能是下脉有血发 然后我们看到 这个右侧的椎动脉 发育先细 终止到该场 六项肌肉脉供血 然后左侧椎动脉 是一个优势罪 但是我们如果说是 如果说这个肌肉脉 整个肌肉脉的血流 是通上的话 就只是局部有一点血酸 上面这个肌肉脉 通上的话 按道理来讲 它这个下面没有 下面没有血 没有压力 它应该是通过 后肌肉脉向肌肉脉 然后再向肌肉脉的 静子 静端去带上 一直往下流 应该流到这个肌肉脉 但是这个边 我们看到 它只有在肌肉脉 加显影 当到后肌肉脉有点显影 别的这个 别的这个血反 就是比较少 所以我们应该数前 就能测试到 它这个可能是 这个局部的血量 负荐能算较大一些 然后我们 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做的另一个病例 这个病例也是跟它一模一样 右侧是一个 先天下发育的不良 是中指到这个开放 然后左侧是一个优势侧 也是跟它一样 左侧的极性的一个比赛 但是比赛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它们的后动量比较发达 然后它还广继 都蛮寒血 而且它已经返到 这个肖脑护下动脉 这个病例 我们进行了一个取 以一把取通 效果非常好 因为它这个血反 复合量很小 那刚才我们分析的这些 是不是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取了一把以后 可以看到这个 肌肉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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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血的 这个发达的 整个都是血的 也正是我们的猜测 就是说 这个肌肉脉 确实是血脉 复合量很大 它反血的时候 它只反到 这个肌肉脉 没有再往下面反 包括我们进行了 三次血酸以后 最后 在这个肌肉脉 加上 仍然有血酸 但是 这个面好 一点是 因为它有前行血流了 所以在我们过了 两周以后 复杀MRA的时候 其实它这个 自干的档脑后面 也通了 就说明它这个 我们都说 这个血流是最好的 东西 血流通了 有了前行血流以后 它这个 二次脉 这个血酸 出现已经不掉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 再回过来 回过头来分析这个命令 也许我们 进行了三次血酸 不过这个 应该是这个 病人运气比较好 血完以后 效果还可以 但是 有可能它这个 有可能它这么大的复合量 有可能我们进行 一个胃道管上来 以后局部胃道管上 推点 推点 溶散的药 可能也是一个 更合适的选择 这个病人 这么大的血酸 复合量 能不能把它取出 这么多 也挺不容易 或者是我们有 未老管的话 直接上来 当然因为这个 是早期的领域 当时没有 这些出息老管 如果有稍微老管 能上来 局部的出息的话 也可能 进行一个 更好的选择 这个你看当时 我们 藏文的时候 看到 其实当时 最开始上血酸的时候 这个基础乱线 是没有任何 血酸的 是因为我们 取的时候 反过再两次取 取到最后 这个血酸 给逃逸了 基础乱线 好的一点是 因为它右侧 左侧给通了 所以它有了 潜在水流 如果我们运气不好 这个血酸拖了下去 把这个基础乱线给毙了 其实这个病人 有可能不取 血酸的台数不取 那既然我们这个 既然我们这个 酸塞和这个 大动脉装硬化 它这种 原味血酸下的 它这种发泥的机制 对我们的血酸 有这么多的影响 那我们如果能 如果我们建议医生 能在数前 把这种 发泥机制搞明白 病人到底是酸塞 还是大动脉装硬化 现在这种血酸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原因 找清楚 我们可能对这种 制造的决策 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假如就是一个 酸塞 那我们可能上去取一把 就能捅 如果说是一种动脉硬化 动脉硬化霞的 那我们有可能 需要进行急诊的 急诊的这个支架植入 或者是进行抽携 上去的味道 把那个抽酸的碗 来进行抽酸 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手段 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来评估出这个血酸 到底是一个 动脉装硬化性 还是一个 心脏量 一个酸塞 我们也查阅这些资料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SWI 这个检查 它的基本原理 是这种顺时性的物质 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我们知道 在这种血酸形成的过程中 我们以前 这个SWI用的最多的是 在这种初血的病院里面 评估它这个初血的风险 还有就是这种 微初血的这种评价 它主要就是因为 在初血以后 它这个红细胞里面 这个血液里面 释放红细胞 红细胞里面 它的这些顺 它的这个降解的过程中 它有氧和水红蛋白 然后足够降解 像这种脱氧血红蛋白 高级血红蛋白 以及含金血黄素 我们知道这个脱氧血红蛋白 高级血红蛋白 和含金血黄素 它是这种顺时性的物质 它在这个磁敏感 它可以在这种磁敏感上 显示为低信号 所以就可以显影 那么血液性的过程 其实也是一样的 在血液性中的时候 红细胞中的 养脱血红蛋白 同样也是要经历这个过程 它逐步降低 因此我们 因此这种 如果是富含这种红细胞的话 它就容易在 萨克兰肯定显影 反正我们知道 这个白色血栓 它主要就是由血脚板 和纤维蛋白组成的 而红色血栓 是富含红细胞的血栓 由于两个血流动力 觉得不同 像西元性的栓氧 它主要是来源 低压力的氢房里面 所以说它这个地方的栓氧子 一般都是红色血栓 它富含的是红细胞 所以我们在 预防血栓性的时候 我们用的药 也都是抗疫的药 包括滑板的药 包括新一代的这些抗疫药 而这种动脉硬化的 这种血栓 它主要是在这种 高压力的动脉里面形成的 所以说它里面 一般形成都是这种白色血栓 主要是富含血脚板 所以我们的治疗上 可能主要是以抗板治疗为主 已经有研究发现 这个磁敏感血管 中阳性和这种性元性酸性有关 因为咱们知道 性元性的酸性 它主要是富含红细胞 富含红细胞的血栓 它在形成的过程中 就容易形成这种 特样血栓蛋白 高体血栓蛋白 以及含血血黄素 然后容易在SW 进行咸语 所以说SYS针 这个就是磁敏感血管针 它阳性的话 考虑可能跟这个性元性的酸性有关 而如果说是大动脉B3了 我们做磁敏感 没有发现这个磁敏感血管针 可能考虑与这种纤维蛋白 富含纤维蛋白的这种血栓有关 关于这方面 我们自己也进行了一些研究 我们发现这个磁敏感血管针 阴性 在预测这个大动脉B3 急性大动脉 大脑中动脉B3的敏感性 特异性 以及阳性是阴性的准确性 都是比较高的 这个我们在今年 把这套文章 号尔尔尔中华神医学栓蛋白 这是我们做的一些定例 可以看一下 这个病人是一个右侧上的中动脉的一个激性B3 我们通过这个噪影可以看到 只能看到这个B3的近端 远端的血管 远端的这个酸子复合量到底有多大 我们不知道 血栓的这个直径啊 长度啊 包括它这个复合量 这些信息我们都找不到 包括我们做CTA 做MRA 只能看到这个近端 只能看到B3的近端 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SWI形象 通过这个SW形象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黑色的这个 这个就是磁敏感血管声 可以看到这个血栓的形态 而且能在这个磁敏感上显影 所以说说明这个血栓里面 它是富含红细胞的 所以我们初前考虑这个血栓 有可能是一个心脏性的血栓 包括这个病人初前也有防散 更支持这个血栓 然后我们把这个病人机体的一次出席 一把抽空 可以看到这个抽席老板里面 出来的血栓 我们也进行了病理 证实就是一个心脏性的血栓 这是我们做的一些后循环的病理 就是可以看到 右侧的这个 右侧的这个 顶上的后动门的一个比赛 我们通过这个 这个殖民感成像 可以看到在这个 大的后动门的这个区域 可以看到一个血栓 这也支持我们 因为这个边也是有防散 我们也考虑它应该是一个 心脏性的血栓 所以说是 我觉得这个殖民感 有可能 有可能将来是我们一个 介入治疗上的一个 也应该是一个 我们在急诊 做多么赫兹的时候 应该加进去的一个常规血栓 好 谢谢大家 感谢我们的任国勇医生 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几个病例 我觉得就是说他从这个 就是五大研究 就是从理论到实践 然后从实践再到理论 我觉得一次就是说给大家 就是说从这个认识上 从思想上得到了一个升华 尤其是采约了相关的资料 对这个磁敏感 就是SW很检查 SVS针的这种 在临床上实际的应用和取得的效果 就是做了很好的常数 我觉得相信大家都非常有收获 而且我觉得相信在我们五水梅主任在理下 我们愿这个就是说进入团队 一定就是说 急诊炉内大动脉比赛 一定是开通 我觉得一定是 一定是一个重填 而且一定是说 正真人伤吧 我给为更多的病人造福吧 好 非常感谢人 待会的精彩汇报 让我们以热烈的感声 欢迎牛主任精彩的演唱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 真是不敢当 大家都很熟悉了 其实都是老朋友了 今天应用这个五水梅主任的邀请 来跟大家一同探讨和学习 这个课题实际上我刚讲过 是不是上次女主任 我们就讲说是不是女主任 上次在凯冬议会上也在 是吧 好 因为时间一紧 我也没时间备课 我就把这个再拿回来 给大家一块儿学习一下 题目就是方面后学乡梗子 那么这个内容呢 其实也挺简单的 那么这个 但是临朝上的我们后学乡梗子的病人 还是挺多的 有些概念性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 还是跟大家一起学习 学习我觉得还是有必要 那么一共是从三方面 一个是后学乡梗子的怠速 另外一个呢 后学乡梗子的特点 再一个后学乡梗子的治疗 从这三方面来学习 那么第一点 我们先看一下后学乡的解剖 那我们说后学乡呢 它就是最基地动脉系统 那么它是由最动脉的这个 颅外段 以及最动脉的颅内段 以及机体动脉 还有大脑后动脉 也构成了这么一个 这个后学乡自配小脑和脑袋 以及整夜的一个血共系统 那么这个人类呢 我们把它分为远段中段和近段 那么这个远段的话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机体动脉尖这部分 这部分这个位置 我们叫远段 它就是包含着小脑上动脉 大脑后动脉 以及机体动脉的尖端 这一部分主要是顾应中脑的 那为什么要人类的这样划分呢 那么在临床上 那么这个这个部位不同 那么它的发病机制呢 还是略有不一样 临床症状也不一样 病因上也略有不一样 一边说这个远段吧 就好像我们机体动脉尖的这个位置呢 它还是酸塞多 那我们说机体动脉尖呢 绝大多数的病因它是酸塞 可以是心热性酸塞 或者是动脉尖动脉的酸塞 或者是其他精致的酸塞 总的来讲呢 因为它远端是一个 后续环的中末的血管 那酸子呢跑到这儿了 它就走不动了 所以呢 这个酸塞的病人 是在远段更多一些 那么中断的话呢 基本上是涵盖了这个脑桥 脑桥的一个球场 的一个位置是中断 那么这个中断的部血呢 它主要是穿肢 还有这个短腺和长腺的一些血管 那这部分呢 还是动脑桥银化更多一些 那么近段呢 主要就是两个脊动脉 这个形成的 它主要这个部血的这个组织呢 还是连随 那么这部分的话呢 刚才和喉润探讨 那这部分呢 还是滴冠的发病机制 要更多一些 大家为什么会有滴冠呢 那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小脑后下动脉的 这个模式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个小脑后下动脉 那么它这个血共呢 一定是从近心 向远端供血 然后呢 又回流到小脑后下 所以小脑后下的这个血共呢 它向前走的过程当中 它又回来了 所以这种的解剖的结构 这种血液的流向 导致了它容易滴冠 所以呢 不同的阶段 在发生机制上 它还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后勤环的这个血液共银 它有些哪些特点呢 第一个 共用小脑的分支 都是中脑动脉 比如说小脑上动脉 小脑前下 小脑后下 它全是一个中脑支 这是一个小脑的血管 基本上都是中脑支 另外一个呢 内清动脉 它是发自于这个小脑前下的 它是很长的 也很细的一个分子 所以在临床上 尔利波科很常见的一个病 突龙 它就是这条血管的病变 那我们好多突龙的病人呢 他去到尔利波科科看了 那么这部分病人呢 实际上也不少 也就是由于 它的血 这个血管细长的原因 所以它容易病变 那么共用脑带的血管呢 它主要是身穿支 刚才说穿支 长中央支 短弦和长弦的动脑 那么它主要是供应脑桥的 就是中断的血供 这部分的话呢 比如说串致开口的病变 机体动脑的一个主干的病变 容易动脑转硬化 那么发生区血的时候呢 那只有大脑后动脑 和前循环有车质循环 所以呢 只有这一部分 车质 它是通过后交通 那么可以和前循环呢 形成一个车质 所以刚才侯主人刚讲完车质 那大家肯定想必对这个问题 也比较熟悉 另外一个后循环的血管 它还有一个特点 它不像前循环 它缺少丰富的胶板神经 所以在临床上 有一个什么病呢 可逆清后顾白质脑壁 就是因为 它缺乏丰富的胶板神经 所以它不能调节 有效的调节 突然纣升的高血压 所以就导致了 这个整夜呀 后循环所支配的区域 会有一个随肿 临床上就表现一个 白质的高信号 这个是一个后循环 这个它的血路的一个特点 那我们看完解剖以后 我们再看一看 后循环等死的病因 刚才也大致讲了 那么我们以往呢 总认为 这个酸塞的病人 其实不多 让我们说 新阶线酸塞 一共才占到 整个脑洞次的 百分之二十几 那我们看看后循环 它的病因排第一位 是什么呢 那么这是2004年 一项新伊格兰医学中心 所进行的后循环 一个登记研究 那么一共呢 病例数不多 407例 后循环等死的病人 那么其中呢 酸塞就占了百分之四十 所以呢 他这个 他认为呢 这部分病人 在这个研究当中 酸塞是他最常见的机制 可以这个酸子来源于动脉 也可以来源于新年性 或者是混合性 那大家不要忘了 这个研究是欧美国家做的 那么84%是白种人 那么我们亚洲人呢 还不到10% 那刚才我看 他人就是这个人大夫讲课的时候 他也讲了 那么 卢纳研究呢 他体酸效果好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酸塞病人多 他防灿病人多 所以我们说 共美国家的这个白种人呢 确实他的防灿的发病率 也高于我们 他的冠性病 他的心脏病的发力 发病度高于我们 所以呢 他的病因上 那么酸塞可能会多一些 那么我们看底下这个丙状图 那么就是说 这个酸塞 不管是哪种气质的酸塞 应该占了40% 这个是我们就是说 来自于欧美国家的一个研究 那么既然它是酸塞 是它最常见的一个原因 还是同样的这个研究 那么它的部位 那么一定是远端更多 所以这个丙状图 我们也看到 远端 就是这个白颜色的这个 丙状图的白颜色的这一部分 那是它主要的一个病变部位 这个呢 也和它的机制 是有关系的 它在400多例病人当中 可能远端呢 就占了它很大一部分 很大一部分 也就是说 它还是一个脑袋头端的一个病变 它更多一些 这是欧美国家的研究 那我们看看东方人群 就我们亚洲 这是一项韩国人做的一个研究 那么地数也不是十分多 500多例 将近600例的病人 那么它就认为动脑脏因化 是最常见的原因 它认为比例呢 就接近了50% 我们看这个丙状图 这个丙状图的蓝颜色这一部分呢 基本上都是 就是动脑脏因化 动脑脏因化 那么它小小瓦呢 占了三分之一 它只有11%的病人 可能是新年轻轻酸灾 所以人种不同 那么国家不同 地域不同 虽然都是脑血管病 但是发病原因上还是略有不同 所以我们呢 还是原味血酸 刚才这个 这个人来讲了 原味血酸的病人 包括穿着病院的病人 更多一些 这个可能和我们的亚洲人 我们的基因 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危险因素 和人家不一样 那么呢 它的这个最终的结局 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一下东方人群 那么病院部位 哪些地方最多呢 自然是中段 中段 是我红颜色标出来的这个 那看一看呢 它的这个发生的频速 那远远高于头端 和颜水的部位 所以呢 这个也是确实是 和它的病因是一致的 和发病机制是一致的 那不管怎么说 那么性原性酸酸 和大部分狭窄 那么包括穿着病变 是后循环痕死 最常见的原因 这是它最最常见的一个原因 那么我们看一下 前循环和后循环 那么在这个 虽然都是脑续膀病 但是由于它的解剖的 一个不一样 松力功能上也有差异 那么它导致它临床上 二者也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 那我们说后循环呢 实际上它总体的梗子呢 它在占到整个脑梗子的20%左右 但是呢 因为它的这个预后不好 好多病人的脊椎脉 从在地里头 它的死亡率高 所以我们对后循环呢 也是要重视的啊 那我们看一看前后循环呢 它有些什么样的差异 第一个呢 前后循环 临床症状不典型 这个礼拜二的时候 我们和查房 就有一个病人 来了以后呢 就是语言含糊 然后呢 偏自己呢 半次活动不好 我记得是左还是右了 反正就是一侧子挺活动不好 然后呢 这个病人呢 就上去 评分好像还挺高 大于六分啊 那么这个 操了窗吧 他们就上去 给它进行取酸权 就取酸了 照理一发现 所有的血管全通 前动脑也 大脑前循环也通 后循环也通 那么张金说 既然上去了 还是想 往动漫循环里 打点TPA 想打点RTPA进去 后来他们就 往前循环 打了15毫克的TPA 打完以后 张金说 不对 这个病人起病的时候 家属说了 很语言含糊 这到底是个前循环 还是个后循环 后来张金说 后循环再打上10吧 后循环打了10个毫克 一共打了25毫克 反正就这么打了 打完以后呢 到礼拜二的时候 查房的时候 仍然这个病人 没有做低调留爱 他就说 主人你说 这个病人是个前循环 还是个后循环 他就是一个偏测的 一个偏摊 家履言含糊 我说 我说张金 我说我认的这个病人 真的有可能是后循环 所以我说 你在台上的判病是对的 我说姜还是老的那 我说在这个做介入里面 就人家张金 资历老 然后呢 他就给后循环 又打了一些 打完以后第二天 这个病人 的确是有明显的好转 结果第三天以后 这个病人又判了 一座层子 是一个脑桥的一个穿肢 非常典型的穿肢的病变 所以就是说 当你 他就是一个偏摊的时候 那么呢 他的这个 他就很难和前循环去区分 所以他临床症状 真的有的时候不典型 诊断工具的敏感性呢 他也不一样 那么后循环呢 由于他是双椎供血 所以他更思早期的时候呢 老老表现短暂的 很轻微的一个脑干 缺血的一些症状 他和前循环相比 他不像前循环好诊断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啊 有的时候 确实我在上上个月的时候 去会等一个病人 这个病人的话呢 他也是 瘫痪了 分 评分也很高 然后呢 他们来了以后呢 就给他去 赶快去上接入 说想到来的 就觉得这个病人 一定是个前循环的 取酸吧 前循环取酸也好 结果呢 上了接入以后 前循环没事儿 然后再看后循环 后循环也没事儿 结果 这个病人下了以后发现是双侧穿肢 在其性质疑的时候 是个不全的利索 那么当时他刚起病的时候 他就是一侧 一侧他患起病了 后来这个病人在家 可能另一侧也出问题了 所以这种情况呢 确实实实是 存在的后循环 在枕端上的 有些病人呢 确实也难以区分 另外一个我们的FAST 就是老百姓来区分 他是不是劳等的 其实这个还是 他的敏感性是前循环 要远远的高于后循环 他主要还是说 前循环的一个 一个简单的一个 评分的一个工具啊 就等等的这些因素 都表明前后循环 在症状上 诊断工具的敏感性上 不一样 另外一个检查 仪器的诊断价值也不一样 我们前循环 有的CT就够了 后循环 SPEG的评分 都给DWI评分 你SPEG的评分 凭后循环 CT能评吗 评不了 那我们怎么凭 SPEG在后循环呢 就是靠DWI去评分 所以呢 在诊断工具的 这个敏感性上 包括仪器的敏感性上 前后循环 也完全不一样 那么和前循环 确实实相比呢 后循环 这个主动的病人 对患者进行及时评估 并且试试 融栓治疗的时间更长 这个也是 有一些研究 那么前循环 后循环比 它的DNT的时间呢 后循环 可能要更长一些 这个可能也和 它的诊断呀 和它的这个 减长 敏感性啊 等等 都有关系 但是就有一条 静脉融栓的时候 那么它的时间窗 可能要比前循环 长一些 它给我们的时间窗 可能适当地放宽一些 这个呢 也是由于后循环的白质 脑白质 白质线内相对比较多 另外一个呢 它也确实存在着 肾锥共血 这种情况呢 都使得后循环 隔时的时间窗 可以持到放宽 浮华率 我们原来说 后循环的浮华率低 不容易浮华 其实不是这样的 那么研究其实呢 后循环的浮华率呢 其实呢 一点都不逼 一点都不逼 那么它和这个 前循环相比呢 它实际上是高于前循环 尤其是慢有狭载的病人 比如说这个病人有锥的狭载 寄环的狭载 那么它的复发率 就更高了 所以呢 前后循环相比呢 它还是 二者呢 还是略有不同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特点 后循环 梗子的一些临床表现 那刚才我们说了 那么这个我们人为呢 把它化为三道 远段 中段 和近端 那么远段的话呢 主要是进层外 尖这个位置 那么它在临床上呢 一般病变以后 那它因为是头端啊 所以它有球脑啊 有这个脑干的 往上上行 这个激活系统啊 所以呢 它一时障碍 在脑干远端的这个病变呢 它是会出现的比较明显 也比较早 另外一个 因为有球脑的问题 所以呢 它会有记忆的减退 那我们说 我们营墙脑干了 可能病人共济不好 说话不好 营墙脑强 共济不好 说话不好 但是呢 这病人脑子是好的 人家早上吃个饭 吃什么 记得清清楚楚的 那只有在脑干的同关 就是我们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远端共学啊 特别是波及球脑以后 它会有认知的问题 那么以及四野缺损 这个呢 都是一个大脑后脑脑 动血区的一个问题 但是非常好的一点就是 你看他瘫痪 肌脑脑尖的病人 那有个病人来以后 你看他意识模糊 就是环燥 但是你看他胳膊乱动 这个病人的话呢 他相对来到 他的四肢胎 却相对要好一些 那么中斑的话呢 那么他由于 他的这个 披子脑干素 披子脊髓素呢 都在辅测 所以呢 他自己活动 受影响 包括这个 这个卢神经的一些影响 都会比较明显 那么近端的话呢 那主要是眼髓的位置 所以近端的话呢 一个是悬晕 前天神经核 另外一点呢 就是随眼神经 后补卢神经的一个问题 所以它表现呢 就是三个呢 还是不大一样的 那我们看一看后循环 很常见的临床症状 都有哪些呢 那么你比如说像恶逆 我明显的恶逆中枢 另外一点呢 颈部疼痛 这个病人起病的时候 尤其是夹乘 表现就是后脑勺 或者是上颈 颈颈 头颈交界的部位 疼痛 也是它很常见的一个症状 那么双侧的乏力 当然我们说 它偏瘫就是不好间谍 如这边四字瘫 你千万不敢去考虑前循环 双侧的一个肢体乏力 听力解退 小脑前下动脉的一个 调位的一个病变 那么它会出现听力的问题 意识丧失 那么它毕竟呢 还是影响 那么脑袋 往上上去激活系统 所以它意识也是 比较多见的 吞咽困难 另外一个 单纯的三下神经的一个问题 四岁 服饰 肢体的一个感觉缺失 视力模糊 这些呢 通通都是后循环 我们常见的一些症状 但是不管怎么说 最常见的 仍然是头晕 占了百分之四十七 单侧自体乏力 百分之四十一 所以呢 虽然说它是脑 这个脑干病面的 常表现四字瘫 但是好多病人 影响一侧穿肢的时候 它就是单侧的一个偏谈 另外一个扣音 所以那天 张金说 就是我觉得在台上 这个病人起病的时候 家属就说了 说话特别含糊不清 他说我就觉得 它可能是后循环 所以那天 我们常常都说 片子没出来 我说张金我完全 同意你的意见 这个病人极大 可能是个后循环 所以这个供应障碍呢 那么它还是后循环更多 另外一个头痛 恶心吼吐 这些呢 都在后循环相对多 但不完全是特意新症状 你说这个头疼 就仅有后循环吗 前循环不可以吗 呕吐就前循环不可以吗 不是这样的 特别是这些症状 孤立存在的时候 在临床上 你确定它是前循环 还是后循环 还是有一定的问题 那么这一点的话 可能对做介入的意思 比较重要 如果说 你要是确定 它是前循环后循环 可能在将来我去取酸上 取酸的时候 可能我侧重点会不大一样 那么我们刚才看的是 后循环常见的症状 我们再看看体征 体征的话呢 它这个三大神经损伤的体征 恶逆 清理受损 意识丧失 共济失调 乏力 包括念神经 亨耳增 恶心呕吐 意识模糊 等等等等的 这些都是后循环的一些 一些常见的体征 但是它最常见的 仍然是 单侧子体的肌力下降 共济失调的一个波态 单支的一个共济失调 勾引障碍和眼球阵颤 这是它最常见的一些 后循环的一些症状 那我们说前循环和后循环 那有些症状它是重叠的 那我们在银床上 怎么去区别呢 你比如说 你看这个 大家可能远啊 就看得清了 这个淡淡的这个柱状头呢 它就是前循环 深颜色的是后循环 那我们看越往下呢 那么越偏重于后循环的 这个暂比更高一些 这个柱状图 这不是柱状图 就这个 这个条形图啊 你看越往下的这一部分 它就越多一些啊 那包括了 越来越是单侧的瘫痪 这么就是面侧瘫啊 中央性的面侧瘫 偏僧感觉恶心 偶突出力失掉 等等的 那么这个也是一项 大型的观察性的研究 它是比较前循环 后循环的症状 那么它的目的呢 就是寻找后循环 比较有较高 诊断价值的一些体征 那么这样的话呢 也是能让大家 在没有影响 却帮助的情况下 我们判定它是前循环 还是后循环 其中施语 凝视 单侧自体无力 意识到来 中之性的面侧 它那么前循环 可能要多一些 而交叉性的体征 卢士尼马匹 耳鸣 框脑匹增 相见盲偏 全云共济失调 合情偶突 可能后循环 会多一些 相对和前循环比 那我们说在临朝上 哪一些体征 单一的体征 对后续后循环 诊断价值更大了 那我们说偏盲 howman是真 尽管说howman是真 前循环也可以 但是相对来讲 还是后循环多 另外一个 动眼神经马匹 交叉性的一些 感觉和运动症状 耳鸣 还有就是向前盲 那么这些呢 它出现 一旦出现这些症状 可能我们要更多的 去考虑 它是个后循环 它不是前循环 那么这个图呢 就是比较简单啊 就是我们本科生 讲课的时候 都要用到的一个图 那么它就是 盐髓的一些中和征 脑桥的一些中和征 小脑工学区所产生的一些 临常症状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那么盐髓的话 最多件的 还是wanderfager 这个就是盐髓对外侧的中和征 还有盐髓内侧的 另外一个脑桥的 那我们看看它产生的症状 那盐髓的话呢 确实悬晕 消费还是比较多 另外一个后终 这个后终无神经的症状 会多一些 脑桥的话呢 还是一些交叉性的感觉 和运动障碍 可能会多一些 激动外奸的话呢 就刚才我给大家已经谈过了 讲一下这个多说了 后循环等死的话呢 它的诊断 那么它当然还是 一定是和神秘系统查体 是它诊断的一个基础 值得注意的时候呢 当患者出现头晕和悬晕的时候 就即便是没有其他的症状和体重 那我们也要详细的去询问病史和查体 一定要除外小脑梗死 这个在人状上已经有很多血的交绝了 那么影像学检查呢 对所有团医后循环等死的病人 都要进行引进行检查 那么CT呢 仅仅是能排除出血 那么主要的检查还是DWI 最有价值的还是DWI 那么TCT啊CT啊这些等等呢 它是一个血流的一个评估 那么后循环等死 我们看一看我们影像学选什么呢 纳肯定DWI是最佳的一个选择 那这个研究呢 它也是一项前瞻性的一个双方研究 它比较CT和层症 对急性逐中的一个临床诊断价值 无疑呢 肯定是层症 那么它的诊断在逐中的急性期 要高于CT 特别是后循环 那么后循环来讲呢 那么DWI是最佳的一个选择 但是仍然有19%的后循环等死的病人 DWI是阴性的 是阴性的 所以在DWI阴性的梗塞病人当中 后循环比前瞻环更多 更容易漏诊 那么这个 为了提高这个后循环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敏感性 怎么办呢 再加一个PWI 加上PWI以后呢 它可以使得它的敏感性达到97.5% 所以呢 这个对于后循环来讲 确实影像学也不是完全的百分之百可以附带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 我们就看一下后循环等死的一个治疗 那么总的原则呢 它和前循环的治疗呢 是一致的 那么也是静脉溶酸啦 取酸啦 包括二级预防啦 它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是还是略有它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呢 就是静脉溶酸 其实还是有利于后循环等死的一个恢复 那么这个是ECAS-3的研究 那么ECAS-3的研究呢 总的来讲和对照族相比呢 那么呢 它的这个实力功能取这个恢复的这个情况呢 还是好于对照族 特别是后循环啊 那么它和对照族相比呢 它的恢复更佳 它的恢复更好 这个图呢 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那么和前循环相比呢 后循环等死溶酸呢 功能恢复呢 还是要更好一些 除了ECAS-3研究以外呢 这是一个中国的研究 它比较了前循环后循环境外 溶酸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啊 包括七天的一个症状性 无内出血啊 改良的拉挺平分等等等等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后循环等死的病人 九十天的愈后更好啊 这个功能独立性也更好啊 所以呢 这个后循环呢 它还是有它好的地方啊 它溶酸的时间疮也更欢啊 所以呢 后循环等死 静外溶酸的脂兰的推荐 它和前循环是一样的 我们在静外溶酸的时候 不分它是前还是后啊 它的推荐就是EA类的推荐啊 都是子药在窗内的啊 只药是没有经济症的 那我们就是都可以去溶啊 那但是在血管内质量方面 却和这个前循环还是略有不一样 那么这个研究呢 我想搞介入的人都知道啊 很经典的一个研究 这篇研究呢 最后的结论是 血管内治疗和静外溶酸 疗强是相似的 就是说你动脉溶酸 取酸最后和你 和我们用RTA 结果是一样的 那么它这个 它分了三组啊 一个是静外溶酸组 一个是动脉内治疗的组啊 那么这个动脉 分了两组 动脉内治疗的组呢 包括溶酸的 机械取酸的 还有自驾直入的啊 这些病人 那么它最后的结局呢 使血管内治疗 和静外溶酸 预后是相似的啊 这个刚才呢 这个任大夫刚讲的 这个取酸 我相信呢 他们不管前循环 后循环都去取 但是呢 目前来讲 所有的包括子男推荐 包括五大研究 它还主要是极限 倾向于前循环 那总的来讲 后循环取酸的疗效 确实比不上前循环 那么尽管说有这个研究 但是我们单中心研究 显单中心的这个治疗 结果显示了 血管内取酸 后循环和前循环 其实还是可以 同等获利的啊 也是还是有利的啊 也是有利的 但是所以现在呢 关于后循环的取酸 它是蛮有争议的啊 到底是好不好 但是倾向于 只要在窗内的啊 那么它还是可以获益 但是总的来讲 它是比不上前循环 那么时间窗的话呢 就是在取酸方面 那么在静脉溶酸方面 那么它后循环 确实都是好于前循环 你看这个呢 就是一个 这个0到6小时 6到12个小时 12到24小时 甚至大约24小时的一个研究 那么研究结果显示呢 只要有缺绝半带 这个研究它肯定是用repeat软件 或者instar软件来做的研究 那一定是有缺绝半带的 就是刚才侯润讲的 带强好的 撤脂好的 那么像这样的病人 那么它可能不受时间窗的影响 就是它的组织窗可能时间更长 那么这部分病人的后循环 可能更多一些 所以后循环更死的时间窗 可以适当地放宽 气中外皮塞的时间窗 可能比其他组织类型的要宽 和前循环相比呢 那么半带的组织 这个与前循环的相比呢 后循环的半带的组织的 抗血液能力更强 这个呢就是因为它白质成分的比例高 抗血液的能力呢 比前循环要更好一些 那么这个呢 可能也是它这个后循环 能够放时间窗的一个原因 那么这个关于这个 这个虚幻类取酸的一个推荐 那我们看一看前循环 前循环的关于机械取酸 它都是一个A类的推荐 一类的推荐 A级的证据 那我们看看后循环 2A的一个推荐 B级的证据 所以它也推荐 但是推荐的级别呢 它还是没有前循环高 没有前循环高 那么后循环得死了二级预防 那么它这个的话 它和前循环是一样的 抗小板治疗呀 他丁的治疗呀 这些完全都是一样的 双重抗小板就是我们欠世研究 能够降低组织的复发 这个也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儿呢 要特别提出来 如果它合并有冥丽动脉狭窄的病人 那么它就更容易复发 轻型组织 大约有20%到40%的后循环等死 它合并有后循环动脉的严重狭窄 那么55%到63%的 既动脉病塞的病人 它前期的症状都是比较轻的 轻微的一个共计 那么可能就表现一个投约 结果呢你不去管它 那么它就最后发展的一个机体动脉 完全的必塞了 那么这样的病人的话呢 那么它的这个预后呢是很不好的 所以这个研究呢 它也是一个这个这个一共是 5359亿的一个最同脉短症性 然后血水发作或者是中风的病人 那么它90天一个足处复发的一个危险因素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颅动脉狭窄当中呢 它是排第一位的啊 颅外团脉狭窄 就最终脉的颅外端的一个狭窄 那么它同样也是它容易复发的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那么最后小结一下 头晕和悬晕是后循环最常见的症状 和前循环相比后循环缺血早期容易复诊 那么中国人呢 它动患狭窄是它的主要的原因 其次是酸彩性疾病 脑干梗死的发生率是最高的啊 那么后循环梗死的诊断和治疗呢 它基本上和前循环是一致的 静脉溶酸呢 实际更有利于后循环病人的一个恢复 时间疮呢也可以适当的放宽 那么后循环梗死血管理治疗呢 它是安全的 虽然它推荐级别是一个2A类的 必须证据 但是呢它也是安全的 结果影像学 那么这部分病人呢 它和静脉溶酸一样 那么它的这个主治疮可能会相对更长一些 所以我们对后循环的病人呢 因为它预后不好 所以呢要更加积极的去给它采取血管理 再通的一个治疗 以上呢就是我给大家谈的 关于后循环梗死的一些 临床上的一些特点啊 拨队的地方呢 大家批评指针 我看头本在底下坐着 头准对后循环是蛮有研究的 那么在我们和茶房的时候呢 每次我一看侯仑寨 我顿时就觉得今天这个茶房的质量一定会很高 因为头准每次都能提出来一些非常独特的见解 那这些见解不是教科书的 也不是哪个杂志的 都是他自己思考的 所以我很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这个批评指针 特别是侯律律主任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张主任的介绍 各位专家 各位同仁 大家下午好 我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 既简单就特殊的病毒 成龙更死 现在呢 我们就先看看这个病例 患者是周某某男 又是二岁 是个退休工人 主宿是被家人发现记忆力减退一天 以今年的9月20号的医院 先进时日 家属怠数的 患者是一天前 五年前又因出现记忆力减退 主要是对以往事情和近期事情没有可能回忆 家属发现的就是 反复的寻找会不会有身份证 没有人格改变 然后呢 还就 病程中没有头晕头痛 没有言语障碍 无恶心无吐 没有肢体活动不灵 肢体抽搐 没有衣食不清 无胸痛腐痛等内科的症状 近期大小便正常 睡眠有点差 既往时呢 是高血压病时有四年 最高是150、160 没有特殊治疗 否认糖尿病和心脏病时 个人室是有个吸烟室和饮酒室 然后吸烟呢 每天有十到十五支 饮酒室有四十一年 每天有二两白酒 入院的茶体 是血压是151、95毫米并住 其他生命体征平稳 神智庆祝严密流利 高质疾层过程减退 表现对反应时钝 远近记忆力 听向力、理解力 计算力度明显的减退 其他的神经系统包括颅神经 四肢的肌力、肌张力 共计、感觉、肩反射、病理症等 都是音性的 内科茶体没有明显的特殊 没有明显的异常 这是入院的时候做的一个头CT 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 入院后完善心脏彩超 颈部之外彩超都没有特殊的 化验检查是 空腹血糖是6.15 6.13是稍微染偏高 胆固醇正常 肝30是越偏高 重新半个胺酸液在正常范围内 其他的生化 血明、血常规这些都是正常的 这是患者的乙散 这个病人是以肌力减退 他是个急性起病 有一天的病史入院 刚开始我们考虑是不是秋脑 腻瘤脑液脑液边缘系统的脑梗 但是做完DWN 常见的服务也没有发现异常 然后就发现中间 中间有个远点 刚才也不常见 有忽略了一个这个地方 和此报告回来 报告的是一个穹龙柱的梗死 还有做了一个血管是 大脑前动脉 大脑前动脉 狭窄 前脑动脉 没有看见明显的显影 这个血管报告 双侧大脑前动脉 定端的狭窄 可以代替大脑后动脉 结合以上的呢 我们考虑它的定位就在双侧的穹龙 定性是考虑确实性脑袖肯定 根据临床表现和辅助检查 诊断明确 急性脑疼死 考虑是小动脉低塞型 双侧穹龙柱的梗死 当了前动脉狭窄 前脑的动脉狭窄 动脉周样硬化 还有高血压和高血脂 指导明确后 给予抗血脑板剂 以及改善循环营养神经治疗 患者在9月24号时候 疫情好转 9月27号出院 这是一个简单的拼命过程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 这个穹龙梗死的一些知识 先是穹龙梗死的概述 穹龙梗死呢 是一种特殊部位的脑梗死 以记忆障碍为主要表现 它从长度半游戏的神经系统症性体征 早在1953年 首先报道说 我们报道的是 前脚的动脉瘤数后出现了记忆损伤 直到1969年 解剖学家在试检中 提到了穹龙梗死 认为这个穹龙梗死呢 是与患者的记忆障碍有关 后来这个教授通过对 30粒石头的前脚动动脉 和其穿直血管的解剖发现 平脂体下动脉 主要供应了双侧平脂体下躯 它也同时供应双侧 穹龙住和平脂体西部地底 这与穹龙梗死 穹龙梗死呢 肠和平脂体梗死同时出现 2008年 有一个报道的 一致穹龙 玻璃性的穹龙梗死 发生以顺敏性遗忘的主要表现 已是穹龙梗死 与记忆力障碍有关 现在我们看一下穹龙的解剖 这张图上 这个红色的这两边双侧的这个是穹龙 穹龙呢 是从双侧的海马发出 逐渐移行为穹龙脚 然后再往上 往上往后走行 这个在 在田之体压迫的下方 汇入穹龙的一些纤维 交叉性的一些纤维 称为穹龙 穹龙联合 也称为海马联合 然后这个 左右的穹龙脚 再往后走行 再往后走行 在 透明格下方 在这个 左右穹龙脚 在一个透明格下方 汇合成 汇合成这个穹龙体 再往后走行 在 在那个时间孔的水平 分成两 又分成两侧的穹龙柱 然后再往下走行 大部分纤维在 前连河的后方 终止于乳头体 乳头体 少部分的纤维在 前连河前方 终止于 隔区和基底前了 这个穹龙呢 是海马的主要输出纤维 它也包含部分 是海马的传入纤维和联合纤维 联合涅液内侧 尖脑 额液 基底前脑 所以被认为 传输记忆编码和新发情景 信息回忆的作用 然后看看 穹龙的血液供应 穹龙的血液供应呢 主要来自于 偿脑下动脑 非常加重部 膝部,扣带回前行,成一个S型的分布。 膝质体下动脉是前胶动脉的三组,固有分支之一, 也是最重要的和最粗的一支,平均直径是有0.5毫米。 它主要供应积体前脑的以下结构,包括视前驱,中板旁回, 包括透明核的一部分,前连核,膝质体下驱,穹龙柱, 膝质体嘴,膝部和扣带回的前部。 除了田肢体下动脉外,少数的额间报道来自大脑后动脉的后背伦的动脉, 也为穹龙供血。目前大多数学者还认为是, 田肢体下动脉是穹龙的主要供血动脉。 穹龙梗死的原因,穹龙梗死最常见的病因就是, 田肢体下动脉参肢必塞,其次就是田育动脉动脉流出后, 有研究表,有研究显示记忆障碍在田肇动脉动脉流出后, 比这个胳臂数后更常见。 推测,这个酸塞数后呢,由于阻断了田育动脉的穿肢的体制, 田肇动脉流出后,手术使用中医保护穿肢血管, 尤其是这个田肢体下动脉。 穹龙梗死少见的病因包括, 动脉瘤、动脉炎等, 穹龙梗死的临床特征,穹龙梗死能常急性起病, 首要的症状就是记忆的障碍, 尤其是顺性病的遗忘。 穹龙梗死常不扮演明显的神经系统阳性体征, 化学的主称症状较少, 相关的表现都是由家属提供。 穹龙梗死常合并平贤质体西部的梗死, 也可累积其他部位, 如鹅叶透明格、鬼状河、豆状河、丘脑、枕叶等。 穹龙梗死罕见,常累积双侧穹龙梗, 可能与这关障伤发生在这个 片子底下部位分叉之前一关, 主要表现有顺行性遗忘, 逆行性遗忘,顺行加逆行性遗忘, 人格改变,定向障碍,执行功能障碍等。 对于和平其他部位梗死的穹龙梗死, 除上述症状外和和平其他部位的症状, 比如偏瘫啊、偏盲等。 穹龙梗死的影像学特征, 穹龙体积较小且靠近导视, 并非脑梗死多发部位, 脱鲁CT能存在假阴性, 因此主要靠核磁这段穹龙梗死。 尽管如此, 大胺策的或者穹龙后部小梗死状态 可能会被遗漏, 这个时候3D的核磁成像 可以提高减粗域。 穹龙参与变连系统的组成, 组成近年来随着这个米酸张量纤维数成像进入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研究采用DTT技术, 协助判断边缘系统受损情况。 DTT可以直接形象地观察边缘系统的白质纤维形状及走形, 从而显示解剖部位之间的纤维联系损伤。 填尸体下动脉直径较细, 除了在尸检或者外科显微手术的时候能发现, 厂部的脑机关照应检查很难发现。 目前经用一类报道, 前年从动脉流出后, 动脉流的患者通过DSA和3D血管处向显示的填尸体下动脉。 总结一下, 以记忆力障碍起病的病例, 我们要想到有瓶龙痕死, 还有就是临床怀疑瓶龙痕死, 核瓶如果没有显示病灶的, 我们要想到可以用DTT技术或者3D核瓶成像来确诊。 还有就是前年从动脉流, 动脉流酸塞或加低容易损伤填质体下动脉, 所以我们要注意参知学管的保护。 我的分享结束,谢谢大家。 感谢王荣大夫给带来一粒精彩的病例, 我搞了急诊20年, 但是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穷农梗痕死, 我觉得也给我们, 他就从这个, 他的解剖结构血液供应, 然后他的定义梗痕的这个原因, 银河的特征, 还有就是说诊专业影像学的特征, 我就做了一个很前面的一个讲述吧, 我就让大家有一个非常就是说分布的, 就是这种记忆吧, 深刻的一个记忆吧, 我想就是说我们以后, 大家肯定一定会记得, 如果说我们不录是急诊还是那个, 出现就是当从记忆力障碍的患者, 一定要想到这个孤立性的穷农更死, 好, 再次感谢王柔医生, 那咱们今天呢, 我就把时间交给吴小美主任, 让我小美主任, 非常感谢各位代表, 各位同事, 各位专家, 大家就是辛苦一天吧, 因为今天呢, 天气也有变化, 今天立冬呢, 咱们有很多远道而来的这个主任们, 以及专家们, 就是也很辛苦, 虽然今天时间非常短暂, 但是呢, 大家我觉得还是收获满满, 能够呢, 和这个北京的温达腾主任, 丽丁主任, 包括牛小阳主任, 侯玉丽主任, 大家能够在一起面对面, 共同学习, 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希望大家今天都有收获, 好, 今天我就宣布咱们的乐场呢, 圆满结束, 希望各位, 也祝各位的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然后那个, 大家就一会儿, 依次外出, 应该有放身份证的, 咱们在天道处, 依次拿下身份证, 不要乱, 咱们都是排号的, 不要在那强, 在那挤那要更慢, 来来依次拿下身份证, 优传注意安排,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